天门将士,灵气复苏,异兽降临 少年王献仙意外觉醒了生活类天职,酿酒师 绝境之时,领悟酒道,觉醒天职,酒见仙 从此,王献仙开始了酿酒喝酒,醉酒的变强之路 多年之后,酒见仙立于天门之上 看着漫天妖魔 左手一弹,仙酿开弹 右手一抖,开始喝酒 见仙左手拎酒,右手提剑 醉斩天门 仗见红尘已是颠,由酒瓶布上青天 记者,王献仙先生 请问,面对比您强数倍的敌人 您是怀着怎么样的信念冲上去的呢? 王献仙,我忘了 记者,那您又是怎么把他淡掉的呢? 王献仙,我也忘了 记者,您说忘了是不想透露太多细节吗? 王献仙,我是真忘了 酒喝太多,断片了 第一章,狼狈的少年 华夏天朝,疆域辽阔 人口数百亿计 人人皆向往舞蹈 梦想成为龙月天门 踏破灵霄的天舞者 狼牙行省 天剑市 第二处级中学 清晨 初三 八 班 卧槽 你们看新闻了吗? 厨王刘青 为了完成他的八阶灵石 直接单枪匹马跑到野外 断了八阶巅峰一寿振云豹的老巢 真牛逼 为了做菜 拎着两把菜刀 连砍三天三夜 眼睛都不带眨的 那个视频看得是 真特么热血喷张啊 太强了 简直是新时代厨师天职的天花板了 新东方这波银妈了 同样是新东方毕业 同样天职是厨师 为啥我爹那么辣? 你爹只是一级天赋 人家留亲天赋 突然 班级的门被推开 教室内喧哗的声音 戛然而止 所有同学都把目光 集中在了门口 只见 一个脸上带着淤青 衣衫染血的少年 拎着满是灰尘的书包 一瘸一拐地走进了教室 周围同学见状 连忙上去扶着他 班长 你怎么了? 天哪 这是谁打的? 快来两个男生 把他送到医务室啊 班里的同学瞬间反应过来 一群男生冲到少年跟前 班长 我们带你去医务室 看着关心他的同学 王献仙摇了摇头 不用麻烦大家了 我已经去过了 说完 他拖着身体 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感受着身体上的疼痛 王献仙牙关轻轻摇紧 不断运功 调整自己紊乱的气息 这时 班里的同学 纷纷开始议论起来 妈的 肯定是王室那帮人干的 该不会又是那个 王北辰带的头吧 王北辰不是班长的亲弟弟吗 有病吧他们 明明都是王室的 为什么老是欺负班长啊 他们家里的长辈不管的吗 都多少次了 就这还特么是地族 可信 别那么大声 被王室的人听到了 有泥好果子吃 操 真特么憋屈 正当同学议论时 教室的门再次被打开 这次进来的是 他们的班主任 班主任倾咳两声 大家安静 让我讲两句 看着逐渐安静下来的同学 班主任满意点头 老师知道 大家对今天的觉醒仪式很期待 但关于这几天的安排 同样重要 首先 老师要恭喜大家 顺利完成中考文考 同时也祝你们 能取得让自己满意的成绩 其次是关于这几天的安排 咱们今天只上半天学 等会参加完觉醒仪式 完成登记后 大家就可以自由放学了 听到这里 学生们瞬间兴奋了起来 并开始嗷嗷大叫 班主任无奈一笑 安静 大家安静 听老师说完 下午回到家 记得和家里商量一下 要不要参加五考 有意愿参加五考的同学 明天来学校填写申请表 至于没有意愿参加五考 并决定上职高的同学 可以不用来 你们只需要等待成绩出来后 再网上报名即可 当然 如果你们对报名直高 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需要推荐的 到时候也可以返回学校 老师同样会帮助你们 好 现在大家收拾一下 去走廊排队 听到老师发话 班里的同学 连忙冲到走廊上 这时 班主任才发现 教师后排的异样 王献献 你这是怎么了 掺着王献献的副班长 连忙说道 老师 王氏的人又 副班长话还没说完 便被王献献打断了 老师 我没事 只是出门的时候摔了一跤 班主任心里也猜到了答案 他脸上有些担忧 你这孩子 怎么摔能摔成这样 尽管知道真相 但他也无力去改变什么 副班长 学伟 你们带他去医务室 再处理一下伤口 另外再给他找身干净的衣服 今天学校会有很多 市里的领导过来 目送这三人离开的背影 班主任长叹一口气 这王氏也太不像话了 医务室 校医用手触碰王献献的身体 然后发动了天职技能 治疗 紧接着 王献献的身体表面 就开始亮起乳白色的光芒 与此同时 她的身上的淤青 也开始快速消散 治疗完 校医拍了拍王献献的肩膀 好了 快去操场吧 三人告别校医后 并没有着急回到操场 而是慢悠悠地走在小路上 副班长和学伟 看着沉默不语的王献献 并没有选择开口询问 他们都是王献献的好友 了解她的性子 学伟叫李月 是个短发女生 青色中带着些许阴气 刚刚校医施展的技能 有些许羡慕 要是我也能觉醒医疗类天职就好了 比起整天打打杀杀的 我更喜欢拯救别人的生命 副班长叫赵虎 是个寸头少年 他双手置于脑后 我倒是希望能觉醒成剑客 将帅子贯彻到底 不过 咱们也没办法决定天职 觉醒出什么就是什么呗 说完 他一脸羡慕地 看着身边的王献献 献哥 我好羡慕你啊 天职总共就两类 战斗类和生活类 战斗类天职的觉醒概率 甚至还不到20% 你们王室必定觉醒剑类天职 而且家族成员的天赋品质都不低 大地血脉 恐怖如斯 唉 我可不想像我爹那样 觉醒成厨师 做饭太累了 王献献听后 把头稍微低了下来 别人羡慕他的血脉 可对他而言 这份血脉带给他的 更多的是一种伤害 学伟李悦听后 冷哼一声 厨师怎么了 难道生活类天职战力 就一定比战斗类天职差 人家厨王刘青的天职 不也是生活类的厨师 还不是照样吊打同级的强者 没有垃圾的天职 只有垃圾的天赋 天赋才是决定 舞者成长上线的东西 副班长和学伟是青梅竹马 也是对冤家 见自己被反驳 赵虎连忙呛了回去 你在做白日梦吧 高品质的天赋 是那么容易拿到手的吗 人家厨王的天赋 是SSS级的 这样的天赋放眼全球 都称得上十年不遇 李悦不甘示弱 如果没有梦想 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呢 万一你觉醒出了 更牛的X级天赋呢 呵呵 你咋不说 我觉醒出千年难遇的EX级天赋呢 赵虎 你凭什么瞧不起赵叔叔 李悦有些生气了 李悦 你耳朵是摆着吧 我什么时候看不起我爹了 你就有 你看不起厨师 你别乱说 王献仙听着两人的争论 无奈叹了口气 这对冤家 是他在学校最好的朋友 但他们之间的关系 简直可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 两人不是在干仗 就是在干仗的路上 见两人即将动手 王献仙连忙拦了下来 二位大侠 你们仔细听 校长已经开始讲话了 咱们快去吧 两个人怒瞪对方一眼 然后同时扭头 哼 不过 吵归吵闹归闹 他们还是不敢拿觉醒一时开玩笑的 三人步伐加快 朝着操场走去 第二章 崛起地家族 此时的学校操场上 整整齐齐地站着数千名初三学生 他们稚嫩的面孔上 写满了紧张的情绪 所有人都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安静 他们正聚精会神地听着主席台上 校长的讲话 万年前 天门大开 灵气复苏 异兽降临 异兽凶猛 肆意残杀人族 我人族信得苍天眷顾 凭借天职与天父 踏上五支大道 开启天武时代 经过三年的学习 我想大家都已经掌握了天职的基础理论 今天将是你们觉醒天职与天父的日子 同样也是决定命运的日子 我希望大家都能觉醒出心意的天职 愿华夏学子 人人如龙 我宣布 觉醒一试 正式开始 伴随着校长的话音落下 下方站立的同学 纷纷开始有序排队 这时 一群气宇喧昂的少年少女 带着骄傲的神情 从学生队伍中走出 他们组成了新的队伍 并站在了所有队伍的最前方 后面的学生见到后 纷纷开始小声议论 那就是今年的王室年轻一代 也不知道 今年王室的人能觉醒什么样的天赋 不知道 反正不会弱就是了 记得去年觉醒的时候 王室最垃圾的天赋 也达到了B级 真羡慕他们 咱们努力几辈子 也不一定能到达人家的起点 王室是地族 你家祖上要是也能出个大地 你也可以享受 这种血脉上的赐福 有些人生在罗马 有些人生下来就是牛马 正当学生激烈讨论时 前方的觉醒阵法内 一道巨大的光柱冲天起 威震天穷 刹那间 光柱化身数万柄飞剑 浮现在苍穹之上 现场所有人都被这壮观的异象震惊 纷纷呆滞在原地 短暂的沉默后 是铺天盖地般的惊呼声 卧槽 天地一向 能出现天地一向的 都是SS级以上的天赋 鬼鬼 这也太强了吧 这是谁的部将 竟如此凶猛 台上的是王氏新一代天骄 王北辰 就是那个年仅13岁 就达到天职觉醒条件的王北辰 据说 他在半个月前 打通身体第十二条灵脉 直接突破九品通脉镜 抵达八品练血镜 卧槽 13岁的练血镜 王氏天骄 恐怖如斯 大家都是十岁开启灵脉 为什么他那么优秀 只用三年就打通所有灵脉 妈了 我辛苦修炼五年 不过开了七脉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觉醒台旁的工作人员 压下心中的震惊 高声开口 王北辰 觉醒职业 万贱至尊 觉醒天赋为 X级的万贱之配 此言一出 全场骇然 初三 八 班的队伍中 赵虎瞪大了双眼 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 放眼全球 都能称得上百年难遇的 X级天赋 另一名同学突然想起什么 他猛地扭头 我记得王北辰是咱们班长的弟弟吧 文言 八班的同学 纷纷向后方看去 王献仙并没有在意 同班同学好奇的眼神 他只是默默注视着前方的觉醒台 看着台上风光无限的弟弟 王献仙并没有感到意外 他比所有人都清楚 自己这位同父异母的弟弟 天赋到底有多么恐怖 和他比起来 自己就像是好月下的银虫 卑微而又渺小 王献仙紧握手中吊坠 轻声开口道 会成功的 主席台上 众多领导也是难以掩盖心中骇然 X级的天赋 王氏大概有两千多年 没有出过这种级别的族人了吧 王氏崛起 已经不可阻挡了 这几年 他们的族运实在是太离谱了 这也许就是 所谓的脾级太来吧 因为建帝失踪 导致其受到长达三千年的打压 如今触敌反弹岛也正常 这很有可能和建帝的境界提升有关 虽然建帝仍然下落不明 但是王氏族人体内的大地血脉突然暴涨 足以证明 建帝现在的境界 已经提升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 其他帝族不是猜测 建帝已经半只脚 踏入皇者门槛了吗 不然 那些帝族 怎么可能转变态度 舔着老脸求和呢 今年王氏 共52位族人参与觉醒 B级26位 A级16位 S级6位 SS级2位 SSS级1位 X级1位 这样的天赋强度 闻所未闻 世俗人觉醒完 就轮到其他班级的学生 排队觉醒了 经过漫长的时间等待 前方排队的人数逐渐变少 离火 战斗类天职焚烧师 天赋B级 猛火 赵刚 生活类天职铁匠 天赋C级 重力锤机 张三 战斗类天职暴徒 天赋A级 法外狂徒 蔡旭坤 战斗类天职御兽练习生 天赋S级 小黑机 成功觉醒出 天职的同学都兴奋地走下了觉醒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终于轮到了三年八班 八班最先上去的是学习委员 李悦 李悦 觉醒职业 占地医生 觉醒天赋为S级的 冰死庇护 台上的李悦兴奋跳了起来 台下的同学 见状纷纷惊呼 卧槽 S级的天赋 而且还是高贵的免死类天赋 他甚至都不用参加中考了 一定会有舞者高中特招他的 还舞者高中呢 这样的天赋 对军队来说 比战斗类的SS级天赋还重要 李悦高高地扬起脖子 宛如一只骄傲的天鹅 他的目光 始终停留在某个寸头少年身上 所有人里 最兴奋的 恐怕是王献仙身边的赵虎 他激动地直接抱住了王献仙 仙哥 这傻袍子 美梦成真了 王献仙也发自内心地 为朋友感到开心 S级的天赋 哪怕放在省里 也算是相当靠前的了 当然 如果赵虎的胳膊 少点力气就更好了 放开我 要抱去暴力乐趣 我快喘不过来气了 Sorry Sorry 赵虎挠了挠头 下一个 赵虎 卧槽 仙哥到我了 我去也 赵虎匆匆忙忙地跑到觉醒台上 又是一阵光芒闪过 工作人员像是见到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 呆滞了 半分钟后 他才缓过神 赵虎 觉醒职业 暴力厨师 觉醒天赋为S级的 等级再高 也怕猜刀 主席台上的校长猛然起身 在确定自己没出现幻觉后 仰天长笑 哈哈 双黄蛋 王氏族人是大地血脉 所以根本不参与学校考核 这一下开出两个S级 其中一个更是军方最为重视的医疗系人才 所以 校长难免有些激动 台上的赵虎 惊得张大嘴巴 下一秒 他发出惊天巨吼 老赵 我出去了 我光宗要组了 我要单开组谱了 寸头少年滑稽的祝福动作逗乐了在场的所有人 刚走下台的李悦更是激动得小脸通红 王献仙看着两位好友都觉醒出了强大的天赋 突然有些紧张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葫芦吊坠 然后将他紧紧握在手中 妈妈 保佑我 第三章 酿酒师 看到寸头小子滑稽的模样 校长转身对年纪主任笑着开口道 这小子的天赋如果我记得没错 效果应该是菜刀攻击翻倍 且具有特殊压制感 今年学生的质量都很高啊 这个八班竟然出了两个S级天赋 另外 那几个生活类天职的学生也都是些不错的苗子 年纪主任立马回应道 毕竟天职的种类只是咱们人类的划分 有些天赋搭配上不起眼的天职 往往能发挥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校长不置可否 是啊 天职能不能发挥出完美的效果 往往是天赋决定的 说到这里 校长突然话音一转 不过 战斗类天职的战斗力 整体还是要比生活类的强太多了 年纪主任笑着附和道 那当然 不然那些战力强的天职 也不会被划分到战斗类里了 突然 校长看到了熟悉的面孔 他惊一声 那不是王家三爷的长子王献献吗 他不去王室的队伍里 怎么还在这里排队 年纪主任立即解释道 这孩子在学校 基本都会和王室子弟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是为何 校长疑惑道 年纪主任叹了口气 王献献总是被王室年轻族人欺负 我曾经向王室反映过这个问题 但却没人处理 不知道为什么 学校里的王室学生 总是会刻意针对他 王献献那孩子 也是个不服气的主 每次被欺负都会反抗 经常把自己弄得一身伤 后来我就把他调到了 没有王室子弟的八班 怪灾 校长眉头紧簇 族内 霸凌这种事情 放在任何家族 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更何况 王室还是地族 他们难道就这么做事不管 年纪主任摇了摇头 语气有些不满 校长 你又不是不知道 天剑王室早已失去了地族的底蕴 如果不是15年前失踪了3000年的老祖 见底突然有了消息 他们哪能这般耀武扬威呢 王献献那孩子 我是知道的 虽然天父称不上经验 但却有颗求道之心 这样的苗子 哪怕天父平平 最终也能达到不俗的高度 可王室 却放任这样的孩子 被同族肆意欺辱 真是毫无大族气量 校长目光深邃地注视着台下的王献献 天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将苦其心志 道心坚毅者 终将破茧成蝶 见属下还想说些什么 校长摇了摇头 王室是地族 咱们没有什么立场 去管 这毕竟是人家的家事 年纪主任无奈地叹了口气 只能停下了这个话题 校长拍了拍属下的肩膀 好了 看他那孩子能觉醒出什么天职吧 觉醒台上 工作人员拿着手中的名单 大喊道 下一个王献献 被念到名字的少年 深呼一口气 怀着忐忑的心情 登上觉醒台 等王献献在觉醒法阵上站稳后 法阵开始亮起绚丽的紫色光芒 少年双眼紧闭 右手紧紧握着吊坠 心底轻声默念 妈 我马上要觉醒天职了 刹那间 王献献感觉体内一股神秘的力量 正在苏醒 这股力量 在觉醒法阵的牵引下 愈发的强烈 正当神秘力量破体而出之时 变故却发生了 那股神秘的力量 突然沉寂了下来 无论觉醒法阵如何牵引 都不再有半点波澜 觉醒台上的王献献 察觉到体内的一变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伴随着觉醒法阵的光芒退却 工作人员的声音 也随即响起 王献献 生活类天职 酿酒师 天赋觉醒失败 工作人员的话 仿佛对觉醒台上的少年 宣判了死刑 望着觉醒时上面闪亮的 甚至有些刺眼的字体 少年脸色苍白 双眼无神 工作人员话音刚落 便引起全场哗然 卧槽 天赋还能觉醒失败 这是重点吗 重点难道不是 王献献觉醒出了酿酒师吗 对啊 为什么王氏子弟会觉醒出 除见类天职外的天职啊 卧槽 这王献献身上有故事啊 头顶青青草原的故事 领导台上 众多领导 也是满脸匪一所思的表情 年级主任难以置信地 看着觉醒时上的字体 怎么 可能 校长目光更是变得锐利起来 他凝视着台上的少年 语气凝重道 要出大事了 觉醒台下 站在最前方的王氏年轻族人 纷纷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 酿酒师 真是把咱们王氏的脸 都给丢光了 同样是三叔的儿子 这王献献和北辰堂弟的差距 也太大了吧 你也不想想 商人之女生出来的孩子 怎么能和慕容婶婶 这种天之交女生出的 北辰堂弟相提并论 不过 虽然王献献天资不怎么样 但他为什么会觉醒出酿酒师 对啊 咱们体内不都有建立血脉吗 为什么他觉醒的是酿酒师啊 哼哼 说不定那王献献 真的是他娘和别的野男人 生出来的剑种 周围传来的疑惑与嘲笑 落在少年耳中 恍如无数饼利剑般 狠狠地扎在心脏上 让王献献呼吸急促了起来 少年缓缓抬起头来 清秀的稚嫩脸庞上 写满了绝望 漆黑的眸子 木然地在周围那些嘲讽的族人身上扫过 本就绝望的内心 变得更加的凄凉 喂 什么 恍惚间 少年的脊梁 仿佛失去了支撑般 渐渐踏了下来 王献献双眼带着死气 落寞转身 安静地走下了觉醒台 孤单的身影 与周围的世界相比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刚走下台 王献献就遇到了满脸桀骜的少年 那是他的天才弟弟 王北辰 王北辰双手抱胸 用蔑视的眼神 看着王献献不屑道 好好想想 怎么和父亲解释吧 有你这样的兄长 真让我感到恶心 王献献并没有理会对方的羞辱 现在的他 陷入了极度的自我怀疑中 周围的一切 都无法引起他的注意力 他缓缓地走向自己班级的所在地 面对同学 朋友关心的话语 他依然不为所动 强烈的情绪 不断侵蚀他的脑海 王献献的意识 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之后 他整个人仿佛失去了所有力气般 直接倒了下去 周围同学见状连忙大喊 老师 班长晕倒了 妈妈 这是什么 这是酒呀 什么是酒啊 酒是我们的祖先发明的饮料 饮料 我也要喝 小孩子是不可以喝酒的 而且 饮酒对身体有害哦 明明对身体有害 那为什么大人还要喝酒啊 因为 酒可以让人忘记不开心啊 那我长大了要喝酒 可以的话 妈妈希望你 一辈子都不用喝酒 为什么啊 因为啊 昏迷的少年 不知道的是 被他装进口袋的葫芦吊坠 正不断闪耀着微弱的金光 第四章 天见王室 再度睁开眼时 王献仙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 环顾四周 他确定了自己现在所在的位置 学校医务室 他缓缓抬起手 看着自己满是老茧的掌心 泪水不争气地 从眼角划过 又做梦了 擦干泪水后 王献仙拿出口袋里的吊坠 那是一个黄色的小葫芦 注视着手上的葫芦 王献仙陷入了漫长的回忆中 万年前 天门降临苍穹之上 灵气复苏 易兽降临 年历重定 人们将天门降临那天 称为起源日 天门历一年1月1日 天门降临 天门历一百年1月1日 天门大开 灵气复苏 同年6月 易兽降临五星 人族至此进入黑暗时代 面对强大易兽 人类亲近所有 也无法阻挡 易兽肆意残杀同胞的步伐 短短三个月 全球三千多个国家 灭亡半数 天门历一百年6月6日 人类守卫天职者 姬轩元诞生 天门历一百零五年1月1日 全球仅剩30个国家存活 同年3月 人类成立联军 共同抵御易兽 天门历一百二十五年8月8日 面对易兽猛攻 人类联军大败 自此 胜于国家濒临灭亡 人类开始以家族的形式组团保暖 天门历二百年1月1日 人类大批觉醒天职与天赋 人们发现 每当人族孩子年满15岁 即可觉醒天赋与天职 天门历五百年10月10日 华夏就职所在天职者重新集合起来 建立新时代首个城市英虚 也就是现在的华夏帝都 天门历666年6月6日 人类守卫武者姬轩元抵达大地境 同年 华夏复国联盟成立 天门历777年9月1日 姬轩元身陷险 易兽趁机进攻华夏复国联盟 千军一发之际 建帝、丹帝、九帝等十二帝横空出世 成功抵御易兽攻势 天门历888年 11月11日 姬轩元突破大地枷锁 抵达未知境界 封号人皇 天门历999年9月9日 妖皇、帝天率领十大妖帝 加入华夏复国联盟 天门历999年10月1日 华夏复国 天门历2000年 华夏人皇 妖皇爆发冲突 国内战火四起 亦受趁虚而入 对国家造成致命打击 天门历2005年 皇族即是三公主与皇族帝是二皇子因爱私奔 孕有一子云天 天门历2500年 云天抵达大地境 背负双重血统的云天 成功平息国内战乱 天门历3000年 云天突破大地境枷锁 与妖皇、仁皇并列 史称灵皇 至此 华夏开启三皇同志圣景 天门历3500年 为华夏大兴 三皇放弃手中权柄 让权渔民 并于帝都设宴重地 杯酒士兵权 完成千古佳化 天门历3510年 新政府成立 皇族与帝族正式退出国家权力舞台 直至今日 今天是天门历12001年5月1号 大地强者 在人族抵御异寿的历史中 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为了表示对大地的尊重 国家尊称大地所在家族 为帝族 王献仙 便是出生在有帝族之称的 天剑王室 天剑王室的老祖宗 正是建帝 因为有建帝坐镇 天剑王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大地不语 帝族不灭 身为帝族的王室 本应万古长青 然而 意外不出意料 还是来了 3000年前 建帝再一次秘境探险中 离弃失踪 至今下落不明 缺失大地坐镇的天剑王室 也因此遭受到对手的打压报复 庆幸的是 对手因为担心建帝并未死亡 不敢完全覆灭天剑王室 在国家以及皇族的干预下 他们选择了建好就收 并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手段 一直限制天剑王室的发展 从那时开始 天剑王室开始了长达3000年的衰败之路 到王献仙爷爷这代 天剑王室已经沦为了二流家族 家族濒临破产之时 王献仙的爷爷 抛下了骨子里的地族荣耀 选择与根基薄弱的家族联姻 而这个家族便是墨家 墨家是做灵酒产业起家的 因为独家酿造的灵酒品质上家 积攒了不菲的财富 天剑王室需要这笔财富 拯救家族的生命 而墨家也希望借助王室的底蕴 更上一层楼 最终 墨家千金莫婉歌 嫁给了王室族长三子王建年 墨家给予了天剑王室最大的尊重 不留余力地帮助王室脱离困境 两家相处得十分融洽 日子本应这样持续下去 但意外却再度降临 不过 这次的意外对王室来说 却称得上是惊天大喜 那天下午 天剑王室家族子弟的实力 纷纷开始暴涨 翻越古籍后 王室找到了实力暴涨的原因 那便是他们体内的大地血脉 地族之所以是地族 是因为他们体内蕴含大地血脉 大地血脉可以福音子孙 还能提升族人天赋与实力 天成王室族人身上发生的一切 无疑向外证明了一件事 失踪三千年的剑地 非但没有陨落 而且实力还往前迈出了一大步 短时间内 这条消息如同风暴般 传遍了整个世界 各大家族的掌舵人 得知这件事之后 纷纷转变自己的态度 开始尝试修补 与天剑王室的关系 那天过后 天剑王室重新恢复了往日的荣光 他们再度成为了高高在上的地族 盲人重获光明后 第一件事 往往是丢掉手中的拐杖 人性可悲的是 重返王室的人 总会将落魄时经历的那些苦难 当成难以切齿的耻辱 而墨家 正是天剑王室最大的耻辱 身为帝族 天剑王室有着属于自己的骄傲 如果不是因为走投无路 他们是不可能选择 与墨家之流进行联姻 正因如此 重新焕发生机的天剑王室 将墨家视为了眼中钉 肉中刺 墨家敏锐地察觉到 自身即将面对的危机 身为墨家家主的外公墨康 当断则断 直接选择断尾求生 通过大量的感情牌 墨家成功躲过了劫难 最终 墨家搬离了天剑市 到了荒凉的边疆 重新经营自己的生意 唯有母亲墨婉哥 成了这场联姻中的牺牲品 那年 王献仙才刚出生 第五章 王献仙 因为年幼的王献仙 王室并没有太过为难墨婉哥 母子二人 也因此度过了长达十年的温馨亲子时光 当然 这十年里 唯独缺少了父亲王献年 王室的地位发生变化后 许多家族成员都开始变得忙碌起来 王献年在王献仙出生后不久 选择前往帝都打理新的家族产业 在这个过程中 他结识了帝都慕容家的千金 慕容婉 两人互相有了情愫 慕容家得知后 并没有因为王献年有父之父的身份 感到愤怒 相反 他们甚至提议 把慕容婉许配给王献年 以此来体现慕容家 想与天剑王室 修复裂痕的诚意与决心 面对巨大的利益 与对方的低姿态 王室高层最终同意了 这个有些荒唐的体意 于是 墨婉哥变成了 王室与慕容家的眼中钉 面对羞辱与不公 伟大的母亲为了孩子选择了妥协 从那之后 王献年便在帝都安了个新家 那年 王献仙刚满一岁 伤心欲绝的墨婉哥 试图把儿子带到娘家照顾 不曾想 墨家因为畏惧王室 竟直接选择与墨婉哥断绝关系 失去所有后路的墨婉哥 只能选择留下来 令人难过的是 命运并没有放过 这个可悲的女人 因为意外 她被人发现 溺死在了池塘里 那年 王献仙十岁 巧的是 在墨婉哥死后不久 王献年就带着王献仙的继母 和只比他小两岁的弟弟 回到了天剑祖宅 而王献仙 也开始过了噩梦般的生活 外表和蔼可亲 背后却尖酸刻薄的继母 嚣张跋扈 仗着宠爱 随意欺辱他的弟弟 对他没有丝毫感情 甚至有些厌恶的父亲 年仅十岁的王献仙 在自己家里 过上了如履薄冰的生活 身为孩子 他的内心深处 十分渴望父亲的关爱 加上当时王献仙 刚刚失去母亲 他迫切地 想要贴近自己的父亲 可是 孩童每次小心翼翼地靠近 换来都是厌恶的呵斥 王献仙只能躲在角落 看着父亲和弟弟 其乐融融地玩耍 那样的笑容 是父亲从未给过他的 王献仙每天都在刻苦锻炼 希望以此得到父亲的夸奖和认可 但父亲却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 这样的日子 整整持续了五年 自从王献仙上初中后 王健年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差 这里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王献仙的资质很频繁 王献仙的天资谈不上优秀 但也绝对差不到那句 只是 他那同父异母的弟弟王北辰 实在是太耀眼了 王北辰天赋极其夸张 堪称妖念 无论是悟性还是身体素质 王北辰都展现出了 远超常人的天赋 舞者修行 共有九个境界 分别是 九品通脉境 八品炼穴境 七品断骨境 六品繁星境 五品浩月境 四品焚羊境 三品悟道境 二品河道境 一品登天境 人类在十岁时 体内灵脉开始正式吸收灵气 这也象征着修行的开端 要想觉醒天职和职业 除了等到十五岁 还有一种方法 那便是修为达到八品炼穴境 年龄比王献仙小两岁的王北辰 只用了三年 就完成了王献仙五年都没能做到的事情 半个月前 王北辰将十二条灵脉全部贯通 成功突破至炼穴境 他也因此得以提前觉醒天职 能提前觉醒天职的存在 无意不是天之骄子 就在今天 他不仅觉醒出了稀有职业 更是觉醒出了X级的天赋 两人之间的差距如同天欠 其实王献仙也尝试过理解父亲 因为王北辰的天资 确实配得上这份宠爱 但王献仙真的索求得很少 他只是渴望得到些许的关爱 哪怕只有一点点 小小的年纪 在他的心里 除了妈妈 就只有爸爸了 不过 他的父亲真的很吝啬 吝啬到让王献仙完全对他失去了希望 今天觉醒出的天职 更是成了压垮 他的最后一棵稻草 这些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修炼和学习 哪怕面对王北辰带头欺辱 也不曾动摇他的决心 为的就是在今天 觉醒出一个不错的天职与天赋 他想让九泉之下的母亲 为他感到骄傲 他也想让所有人知道 王献仙是莫婉哥的孩子 可如今看来 他的梦想完全破灭了 不仅觉醒出了生活系的天职 就连最重要的天赋 都觉醒失败了 现在的他 彻底沦为了家族的笑饼 母亲会因他蒙羞 父亲会更加漠视自己 族人也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欺辱自己 他不敢想象自己未来的人生 因为他看到丝毫的希望 此时此刻 王献仙完全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 心智再早熟 他也不过只有15岁 困在这痴人的家族 长达15年 没有自由 无法掌握命运 说是族人 其实更像是奴隶 支撑他活下去的动力 已经熄灭了 王献仙看着床边的玻璃瓶 用手缓缓伸了过去 伴随着一道清脆的玻璃碎裂声 他用手拾起地上破裂的玻璃碎片 然后将碎片横置在脖梗上 少年紧闭双眼 持有玻璃碎片的手不断增加力道 随着力道的增加 玻璃碎片下方的皮肤 不断往外渗出鲜血 王献仙深吸一口气 正当他要了结自己生命时 献仙 怎么老是把自己弄伤呀 不可以这样知道吗 妈妈会心疼的 往日的记忆如同春雨般 湿润了少年 满是创伤的心 少年手持碎片的手 开始变得颤抖起来 最终 王献仙丢下了手中的玻璃片 在简单的止血后 王献仙走出了医务室 刚出门 他就看到了在走廊外 徘徊的李悦和赵虎 两人见到王献仙后 变得有些不知所措 王献仙知道 他的朋友是担心 会伤到自己的自尊心 李悦 赵虎 恭喜你们觉醒出S级天赋 赵虎硬着头皮开口道 仙哥 你 我说赵虎 你小子是怎么回事 都觉醒出S级天赋了 还不开心啊 得了便宜 还卖乖是不是 王献仙也遇到 我 我没有 仙哥 你误会我了 王献仙直接打断了赵虎的话 不用担心我 我很好 我不想因为自己 影响到你们的好心情 不管怎么样 觉醒S级天赋 对你们来说都是 意义重大的事情 好事情 我们就应该开心点 再说了 我怎么说也是王氏子弟 哪怕躺着啥也不干 也不愁吃穿 你们为我操啥心啊 我还等着抱你们大腿呢 一番安慰下 两人脸上明显自在了一些 仙哥 李悦刚刚已经见过军校的长官了 他们愿意直接把他特招到军校里 王献仙并不感到意外 李悦的天职是战地医生 本就是军队稀缺的人才 更不用说他的天赋 还能赋予武者免死效果 他的价值对军方来说 恐怕不低于SSS级的天赋者 那你呢 王献仙问向赵虎 见赵虎有些扭扭捏捏的 李悦白了他眼 他沾了我的光 一起被特招了 赵虎破防了 什么叫沾了你的光 爷的天赋也是强的不得了 好不好 哼 李悦冷哼道 不是因为我 人家军校能特招你 招你个厨子去吹是吧 赵虎二度破防 你骑士厨师 你这是骑士厨师 我厨师还能做零食呢 能打能做饭 我怎么就不如你了 看着两人打闹 王献仙不惊玩儿 其实李悦说的还真没啥问题 虽然同为S级 但单论战场战略价值 赵虎确实不如李悦 如果没有李悦 赵虎可能真的就去重点高中了 我请你们吃饭 咱们庆祝庆祝 王献仙提议道 听到这里 李悦与赵虎对视一眼 有些不好意思 献哥 我们是来和你道别的 军校那边的特招生有集训计划 所以 见赵虎卡住了 李悦继续说了下去 所以 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启程了 下午还需要办手续 听吧 王献仙心中突然有些酸楚 但他很快就调整了过来 这是好事啊 又不是失联 等放假了 我再给你们补回来 嗯 三人边聊边走 像急了平时一起放学回家的日子 走到一处十字路口 王献仙主动开口 那我就不送你们了 咱们过段时间再见 三人不舍得聊了会天 然后分开了 王献仙回头站在马路边 看着两人打闹的背影 空虚感不由自主地生了起来 目送他们的背影 消失在人群中 王献仙轻声开口 祝你们前途似锦 五蕴昌龙 说吧 他转身看向前方 那是家的方向 尽管他不愿意面对现实 但有些东西 终究是无法逃避的 少年迄今为止 所有的人生都大写着失败 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向前 第六章 虚伪的家族 酿酒师 觉醒出这种职业 你还有脸踏入家门 奢华的大厅里 传来了震天汉地般的咆哮声 黑发白袍的中年男人 手里紧紧攥着一张职业觉醒表 海啸般的恐怖气息 不断从体内喷涌而出 丢人现眼的东西 连自裁的勇气都没有吗 碰 职业觉醒表 被狠狠地拍在了桌面上 天职觉醒登记表 学校 天剑市第二初级中学 班级 初三八班 姓名 王献仙 年龄 十五 境界 通脉镜 酒脉 天职 酿酒师 天赋 觉醒失败 不排除天赋太弱 未检测出的可能性 综合判定 F 意见参考 该生觉醒职业 归属于生活系职业 因天赋缺失 故不建议该生 升入天舞者高中 建议仅供参考 请各位同学家长 结合自身家庭情况判断 王献仙把头深深地低下 他两眼无神地看着桌面上的表格 表格上的文字格外地醒目 尤其是特地用红色字体标注的天赋觉醒失败 这几个红色的大字 伴随着父亲的辱骂 如剑般穿刺着少年脆弱的自尊 天见王室传承数千年 名望威震海内外 数千年来 天职皆为剑类 无一例外 唯有你 唯有你觉醒出来酿酒师 甚至连天赋都觉醒失败 你要把家族的脸面丢尽吗 混账东西 面对父亲的怒火 王献仙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情绪 因为他早已习惯父亲的谩骂 暴怒中的王献年 凝视着低着头的王献仙 眼神中露出了极度的厌恶之情 这时 一直在旁边坐着的贵妇人 缓缓起身来到王献年身旁 帮她揉了揉太阳穴 献年 咱们的北辰这次不仅觉醒出了稀有职业 天赋更是达到了X级 政府刚刚已经致电询问了组长 十长老都因此出关 等会还要面见长老 你可不能给长老留下坏印象 毕竟马上就要组长选举了 王献年听到妻子的话 脸色才缓了过来 他冷哼一声 会气的东西 母亲为你求情 感激都不会吗 教你的规矩呢 谁曾想 王献仙听后不为所动 只是默默地站在原地 这个举动再度激怒了王献年 混账东西 融了是不是 听到这里 少年终于抬起了头 他不是我的母亲 这句话 让房内的气氛 直接跌破了冰点 王献年眼睛死死地瞪着眼自己的儿子 好似要把他生吃了一般 再敢说一遍试试 王献仙平静地望着父亲 一字一句地开口道 他不是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叫莫王哥 五年前 他就已经不在了 话音刚落 滔天的威压 直接扑向王献仙 身影单薄的少年 在这股强大的威压面前 不堪重负 正当王献年要动手的时候 门外传来了侍卫的声音 三爷 石长老请您和三夫人 以及献仙少爷 前往祠堂叙事 侍卫的话 让王献年停止了 想要动手收拾王献仙的打算 他厌恶地注视着 瘫倒在地上 大口喘着粗气的少年 天职酿酒师 倒是和莫王哥那个 嗜酒如命的贱人一模一样 说完 王献年直接带着妻子往外走去 正当他要迈出大厅的时候 王献年突然停下了脚步 混账东西 还不快跟上来 王献仙挣扎地从地上站起来 他看着父亲与继母玩手离去的背影 面不争鸣 清惊暴露 母亲被羞辱 他恨不得冲上去吃其肉 饮其血 但 尊严只在剑锋之上 弱者的尊严 一文不值 沉默片刻 少年松开了钻井的双拳 低头跟了上去 走在前方的王献年 回头瞥了眼王献仙 然后对着妻子问道 都安排好了吗 慕容婉轻蔑一笑 放心 已经把罪证放到他房间了 记得不要露出任何马脚 王献年再三叮嘱 特殊时期 任何意外都可能导致大选失败 慕容婉拍了拍丈夫的胳膊 轻声道 有北辰在 哪个祖老不给咱们几分薄面啊 只要把王献仙 这个小脱油瓶处理了 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 听到王献仙三个字 王献年咬牙切齿道 觉醒出这种垃圾天职 真是把我的脸面丢尽了 肯定会有人拿这件事做文章 所以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 慕容婉安抚道 没事的见年 咱们还有北辰 等今天把那个小废物处理掉 以后看谁还敢在你面前提这个事情 不管怎么说 北辰的天资 已经关乎到家族的未来了 祖老们定不会太过为难你的 想到自己的小儿子 王献年用手拍了拍妻子的手 柔声道 有妻如此 福福何求 有夫人在 是我这辈子的最大福分 慕容婉听后 把头衣在王健年的肩膀上 只要我们一家三口心连心 什么都难不倒我们 王室祠堂 身为传承近万年的传奇士族 王室的祠堂打得惊人 这里不仅是族人祭拜先祖的地方 更是族内进行重大决议的地方 大型的士族 都有非常高明的家族组织架构 和全能划分 与大多数小说描写不同的是 华夏天朝大型家族的族长实力 并不算强 因为修行往往需要纯粹的求道之心 必须要全身心地投入修行中 顶级强者 很难在处理家族诸多事物的同时 维持自己的修行速度 所以 每位族人在家族中的定位 都有所不同 简单来说 士族会将族人分为 商 五两类 五类族人 天赋一禀 他们只负责专注修行 为家族争取战功 必要时候对抗家族敌人 是家族最重要的后盾 商类族人 天赋平平 他们负责管理家族诸多企业 为家族谋取各种资源 提供五类族人修行 人类在异兽横行的时代 都遵循本能 选择以家族的形式 相互遗存 所以 这个世界的家族观念 非常重 正常来说 绝对不会出现 五类族人 看不起商类族人的事情 族人之间 以血脉相连 互相尊重 相互扶持 他们的目的 就是要将家族 更好地经营下去 只不过 因为王北辰的特殊地位 所以他才会被族人特殊针对 王献仙不明白的是 族里为什么会把自己叫到这里 他迷茫地看着 祠堂内数百位长辈 从他们的表情中 不难看出 今天要出什么大事了 第七章 咬人的狗不叫 王献仙前脚刚迈进祠堂 就感受到一种 极其压抑的气氛 大殿肃然 四周坐在椅子上的老者 都是王室的高层人物 虽然没有全部到来 可但凡是在天建祖宅的 大度来了 坐在首座的 是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这便是家族十长老 这位十长老实力强悍 地位和辈分都极高 他在数个小时前才出关 十长老对周围的一切 并未太在意 他只是坐在高座上 闭目养神 他的体内 仿佛蕴含了一尊仙神 仅仅是坐在那里 就给人一种 恐怖到了极致的压迫感 坐在十长老下方的是 王室当代族长 王骁 他是王健年的亲生父亲 也是王献仙的爷爷 而坐在王骁身旁的 却是一位年轻的面孔 王北辰 王北辰的身边 永远都有众多族人簇拥 他无论在任何地方 都是万众瞩目 因为他是王北辰 因为他是天剑王室 这一带的第一天骄 族长看着站在后方的王献仙 眉头紧簇 语气有些不悦 王献仙 知道为什么特地要把你叫过来吗 面对爷爷的威压 王献仙立即行礼 回禀爷爷 献仙不知 不知 王骁冷哼一声 你是真的不知 还是装作不知 王献仙满脸疑惑 记忆中他并未干什么事 看着满脸疑惑的孙子 王骁沉声问道 知道现在外面都是怎么说你父亲的吗 王献仙身躯猛的一阵 他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见王献仙不说话 族长怒及返笑 现在外面都在传我王室 在家里养了个野种 我天见王室从古至今 整整九千八百年的历史 唯你一人觉醒出这般天职 你可知错 低着头的王献仙 心生凄凉 苦涩一笑 敢问族长大人 我何错之友 何错之友 王骁眼神一沉 让我们王室沦为天下笑柄 你还问我何错之友 王献仙抬起头 看着高座上的爷爷 天职是我能决定的吗 我又何曾想过 辱墨家族荣耀 野种 大地血脉 自会感应血脉关系 我是不是野种 难道您不知道吗 少年的质问 让王骁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他没想到 原本沉默寡言的王献仙 竟然会有勇气 当众与他顶嘴 就在气氛变得僵硬时 王健年从人群中站了出来 他直接向父亲跪下 并磕了个头 子不教父之过 没有把孩子教育好 是我的问题 我愿带此受过 还请诸位长辈 看在献仙尚且年幼的份上 给他一次机会 前方的王献仙听到这句话后 心凉了半解 他不相信 父亲会这般维护自己 王健年能说出这样的话 必定是在作秀 而在这里作秀 就意味着 现在的局势 依然在王健年的掌控之中 几乎是一瞬间 王献仙便猜到 他可能被算计了 果然 这样的想法刚出现 王肖就默然开口 带此受过 你可知我将王献仙 喊到这里的真正原因 将他叫到这里来 是为了寒岚之心被盗一案 前段时间 慕容家为了祝贺北辰 突破炼血境 特地赠我王室重宝 寒岚之心 然而 就在当天晚上 寒岚之心却意外失窃 于是 我命王北辰 亲自负责追查此案 北辰 你来告诉诸位长辈 寒岚之心失窃的真相 文言 王肖身旁的王北辰 傲然起身 各位长辈 经过两周的调查 行窃者正是吴之兄长 王献仙 王北辰洪亮的声音 在空旷的祠堂内 不断荡漾 所有人听到后 皆是一脸震惊地看着 跪在族长面前的王健年 能坐在这里 参与族内 讨论的人都不是蠢货 他们大多都是 精于算计的老狐狸 王北辰的这番话 落在他们耳朵里 他们又怎么可能 看不出对方的意思 这些人都惊讶于 王健年的心狠 他竟然打算 让自己的长子 成为牺牲品 不过 尽管心里门清 但显然没有一个人 愿意去得罪王健年 因为 这样的事情 很可能是族长默许的 某位高层听到这里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能确定吗 此事兴致恶劣 可不要错怪了孩子 王健年更是 直接站了起来 冲着王北辰怒吼道 混账东西 让你查到窃者 你竟敢查到兄长头上 听到父亲的责骂 王北辰委屈道 那寒岸之心本就是我的 爷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让我负责追查的 父亲 我知道你不愿意 接受这样的事实 但这次人证物证 都已确凿 况且 这是我与家族 其他长辈共同查到的 武叔也知道这件事 正因为他是我的兄长 所以我反复进行了确认 犯人却是兄长无疑 按照族规 盗窃家族重宝 本应处以边形 并逐出家族 但我有些拿不定主意 所以 听到这里 族长王霄宁声开口 所有族人触犯族规 都不得享受特权 哪怕是我的亲孙 王健年仿佛傻眼般 满脸的茫然 献仙怎么可能 虽然他平时确实毛病很多 可 哼 王霄冷哼道 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儿子 这时 一位身穿黑袍的中年人 从人群中站了出来 他叫王健全 是王献仙的武叔 同时也是王健年左膀右臂 族长 我认为这件事 不能怪三哥 北辰和王献仙 同样是三哥的孩子 为何只有北辰心性善良 礼貌乖巧 本来我也不相信 三哥的孩子 会干出这样的事情 可献仙侄 毕竟是莫婉哥 亲手带大的 他一个酒鬼 能指望他 交出什么样的孩子 北辰之所以这么优秀 不还是因为 三哥和三嫂交的好吗 肯定是献仙这孩子 小时候 没有得到正直的教育 所以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 那莫婉哥 对我王氏 早就心怀怨恨 定是把怨气 放到了献仙侄儿身上 而且莫婉哥那个酒鬼 每天都把自己喝得 鸣鼎大醉 成天在外面酒后乱性 啊 惨叫声 瞬间响彻祠堂之中 众人连忙看去 只见王献仙 正死死地 抱着王健全的左臂 少年的头 深深埋进了臂弯中 没人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也没人知道 为什么王健全会惨叫 虽然王健全舞蹈 实力雷弱 但也不至于 因为个孩子叫成这样 祠堂内的守卫 连忙将两人分开 刚分开 王健全就表情痛苦地 捂着自己的左手 仔细看去 众人惊悚地发现 王健全的左手大拇指 竟然断了一小截 伤口正不断向飙出鲜血 而罪魁祸首 正是那个 一直被他们无视的孩子 那个一声不吭的少年 竟然硬生生地 咬断了长辈的一截手指 呵呵呵 少年吐出嘴里的手指 仰天狂笑 嘴角和牙齿残留的鲜血 让此刻的王献仙 王健全冲着狂笑的少年 不断嘶吼道 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闻言 王献仙扫了王健全一眼 然后戏血道 你难道不知道 当着孩子的面 辱骂他的母亲 是一件很瞎做的事情吗 哦 也许是因为你这傻逼小时候 没有得到正直的教育 所以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吧 今天小爷给你上节课 辱骂别人母亲后 是会被报复的 记好了 这次的学费 只收你一根手指 语出惊人 第八章 少年的质问 王健年难以置信地 看着身旁张狂的儿子 他根本无法将 现在的王献仙 和往日唯唯诺诺的儿子 进行形象重叠 了解王献仙性格的王氏族人 同样被少年表现出的 癫狂惊地说不出话 就连一只闭目养神的石长老 也眯起了眼睛 扫了王献仙一眼 王献仙抓住机会 直接跪向剑帝塑向前 子孙王献仙 以血脉启示 恳求先祖庇护 话音刚落 剑帝雕塑 爆发金黄色的光芒 然后将王献仙笼罩在内 这是 先祖庇护 每个士族的祠堂 都有先祖赐下的祝福之力 这些祝福之力 是家族最后的防御壁垒 而 先祖庇护的开启条件 需要族人献祭自身血脉 获得先祖庇护的王献仙 感觉身体周围 有道无上的力量 在保护着自己 感受着这股无上的伟力 王献仙狂笑不已 在血脉之力耗尽之前 没有人可以对他动手 对王献仙来说 他可以承受生活的苦难 但他绝对无法忍受 来自血清的污蔑 盗窃家族重宝 这个罪名一旦成立 能不能活下来 还不一定 他那个爹 已经不能用无情来形容了 虎毒尚不食子 他连畜生都不如 心中压抑许久的怒火 在此刻终于被点燃了 活得已经很难了 他不想再忍下去了 哪怕是死 他也不会让那个畜生爹 顺利解决问题 狂笑过后 王献仙先把矛头指向 武叔王健全 没教养的狗东西 你到底会不会栽赃嫁祸啊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是我那良心被狗吃的爹 没给你表演飞吗 王健年听到后脸都黑了 他用手指着王献仙 气得半天说不出来话 你 你 王献仙健壮 嘲讽道 怎么 哑巴了 剧本偏离了 就不会演了是吧 你到底是多怕我待在家里 你不就是觉得 我会成为对手攻击你的把柄吗 王健年 你说你好不好笑 你如此处心积虑地赶我走 却不知道我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家 我愿意成全你 我愿意退出你的生活 让你们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从此不爱你们的事 我可以接受自己离开 但我绝不接受 以这样的方式 被你们扫出家门 朝我泼粪水 你自己还想不沾一点 做梦 说吧 他再次把矛头转向王北辰 我亲爱的弟弟 你说我道你宝物 你说证据确凿 是吗 今天我王献仙当着祖宗的面 立下天道誓言 苍天在上 日月可见 我王献仙 今日以灵魂 血脉 五道 共同启示 若我王献仙 盗窃王北辰之宝 天地可诛 日月可灭 神魂皆毁 永不超生 话音刚落 浩然正气 从天穷直冲而下 感受着身体周围的浩然正气 王献仙细血一笑 王北辰 是不是根本想不到 我能立下天道誓言 是不是你们一开始就打算 把我控制起来 是不是你们根本没料到 我会开启先祖庇护 现在 先祖 天道 五道 都为我作证了 你敢跟着我 立下天道誓言吗 盗窃族内 重宝要逐出家族 那你诬蔑同族兄长 又该当何罪 王献仙雷霆般的质问 让王北辰脸色 瞬间变得苍白起来 整个身子都因为恐惧开始发抖 见状 王献仙不屑一笑 呵呵 营养辣枪头 忠看不忠用 但凡 你能学会你娘半点心机 都不会是 现在这副难看模样 无视了继母献獰的表情 王献仙转身看向 坐在高位上的爷爷 老毕灯 族长的位置 坐得舒服吗 废狗东西 把家族丸破产 还有脸继续坐在这里 放弃地族荣耀的是你 只提地族荣耀的还是你 你觉得丢脸 那你可以选择继续高傲下去 不和墨家联姻 自己害怕承担责任 害怕被撤下组长位置 舔着老脸去找墨家合作 到后来 老族有消息了 家族好了 又把人家踢飞了 老狗 你是不是觉得 家族崛起 有你的功劳 知道为什么叫你老狗吗 是因为在那种情况下 拴条狗当组长都能崛起 小鸡仔子负鸡蛋 你在抓你妈呢 要不要脸啊 帝族荣耀就是毫无契约精神 帝族荣耀就是翻脸不认人 帝族荣耀就是鼓励儿子抛妻再娶 荣耀你麻辣隔壁 你是慕容家的狗吗 给点好吃的就咬尾巴 身为父亲 你叫子无方 纵容儿子挑战功绪良俗 身为爷爷 你偏心冷漠 无视孙子被兄弟欺辱 甚至故意陷害亲孙 身为组长 你昏庸无能 放纵后背勾心斗角 争权夺位 身为子孙 你大逆不道 夫妇族内长辈期盼 侮辱家族形象 你做得再多 也不能改变 你是王室数千年来 最无能组长的这个事实 王献仙犀利且直白的话 直接挑起了王霄的遮羞布 听着孙子露骨的辱骂 这位高高在上的组长气得 差点喘不过来气 喷完爷爷 王献仙眼神犀利地 扫了圈在场的所有长辈 长辈 呵呵 看看你们有个屁的长辈模样 15岁的族人 轻松盗走家族重宝 这种鬼话 你们也能相信 那么聪明肯定是知道的 但你们永远不会说 我真的很难相信 我们是血脉相连的亲人 看看欺辱我的都是谁 我的父亲 叔叔 伯伯 爷爷 堂兄 看着自己的血清受苦 你们就那么开心吗 你们的骨子里 透露着傲慢 在你们眼里 除了帝族 其他任何人皆为蝼蚁 你们不敢面对家族衰败的现实 只沉迷在过去的荣光里 长醉不行 狗屁的家族荣耀 连族人都不懂得爱惜的家族 谈个屁的家族荣耀 少年的质问 如同重锤般 不断敲打在众人的心脏上 被辱骂的王健年 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怒火 他直接冲到王健年的面前 然后一掌拍下 毫发无损 血脉之力换来的庇护 防御力强的离谱 看着父亲暴怒的表情 王健年讥讽道 平时打我的时候 力气不是很大吗 怎么今天那么拉垮 本应暴怒的王健年 竟然在这时 压制住了自己的怒火 看着气息萎靡的王健年 王健年讥笑道 这些话在你心里藏了很久了吧 看来 你对我的怨气 不是一般的大 你这个怨气 是继承木婉哥的吗 你那个废物娘再有怨气 又有什么用呢 还不是生了 你这么个小废物 母瓶子贵这个道理 你不知道吗 她在这个家里受尽屈辱 你这个废物 又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任凭你说的在天花乱坠 族人也是看人下菜碟 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冤屈洗白了 是不是觉得 你弟弟会因此受到责罚 痴心妄想 无论怎么样 你也改变不了 木婉哥那见人的地位 同样 你也无法撼动我和你继母的地位 知道为什么吗 王健年细血地 看着脸色苍白的王献仙 因为你的弟弟王北辰 他和你这个废物不一样 你弟弟是绝世天骄 他的天资 在家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中 都能挤进前十 只要他不陨落 日后必成长老 届时 我就是长老之父 而你的继母 就是长老之母 我们的名字 不仅能在族谱上 被特别标注 更能享受到 后代子孙的敬仰 王健年似乎抓住了 王献仙的弱点 他开始疯狂输出 至于你 今天过后 你的名字 将会连带琢磨晚哥 一起背出族谱 若干年之后 没人知道你们的存在 所以 你的反抗毫无意义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恰恰是你自己 你的母亲过得如此悲凉 罪魁祸首还是你 所有的所有 都是因为你 你这算什么 废物临死前的解压 过过嘴瘾 然后毫无遗憾地去死 既然这样 那我偏要让你死不瞑目 说到这里 王健年脸上露出了 病态般的笑容 他俯身到王献仙的耳旁 低声开口道 真以为莫晚哥 那个奸人的死 是场意外吗 他是自杀的 我告诉他 如果他不去死 我就让你们俩一起去死 那个蠢女人跪在我面前 祈求我放过你 他的姿态实在是太卑微了 像急了一条狗 这让我很愉悦 于是我仁慈了一回 答应了 明明我让他去死 他还对我感激涕零 你说他见不见 呵呵呵 面前的少年 身体猛地 剧烈颤抖了起来 他缓缓地抬起头来 那张清秀的稚嫩小脸 现在却如同地狱里的恶魔 暴虐的情绪 淹没了王献仙的理智 眼角流下的血泪 不断向众人述说着他的痛苦 这般猙獰恐怖的模样 让在场众人看了 都有些心颤 畜生 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王献仙不顾一切地 冲向王健年 到底是废物 呵呵 说吧 王健年直接单手 擒住了愤怒到极点的王献仙 在束缚王献仙的同时 他还不忘继续语言攻击 刚刚 你想快点死的时候 我不让你去死 现在 你大概拼了命地想活下来吧 那我同样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是不是想活下来 然后变强 再向我报仇 放心 我不会给你机会的 看着不停咆哮的王献仙 王健年心底有种说不出的愉悦 忤逆他的人 终将被他制裁 第九章 屈辱与救赎 王献仙拼了命地调动体内的灵气 但任凭他如何用力 都无法挣脱王健年的束缚 实力差距太大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王献仙体内的血脉之力 完全耗尽 那股来自先祖的庇护之力 也彻底消散 几乎是同一时间 王健年直接用力 拍在王献仙的喉咙上 少年瘦弱的身子 直接倒飞了出去 然后重重砸到墙壁上 王献仙痛苦地捂着喉咙 他没法说话了 血脉之力的耗尽 也让他彻底失去了力量 王献仙如死尸般瘫倒在地 满是暴虐的眼神 死死地盯着王健年 王健年直接无视了 瘫倒在地的少年 他重新跪到族长面前 族长 王献仙以下犯上 肆意辱骂长辈 且动手打伤长辈 根据族规 应当废弃灵脉 除以编刑后 逐出家族 后面的长辈听后 面面相去 在王健年威胁的眼神中 没人敢开口求情 族长王潇 眼神同样凶狠地 看着倒在地上的王献仙 准了 你身为王献仙的父亲 就由你亲自处理吧 闻言 在场众人看向少年的眼神中 纷纷多了一丝怜悯 这样的状态 落到王健年手上 不知道要被折磨成什么样 就在这时 坐在最高位置的石长老 猛地拍了下桌子 谁 准许你在祠堂动手的 突然起来的呵斥声 让王健年连忙俯身跪下 长老恕罪 我只能担心 那逆子在这里信口雌黄 让您不悦 你这是担心我不愿 还是担心那孩子说出什么话 石长老冷笑道 说完 石长老环顾四周 发现竟无一人敢与他对视 看来 那目无尊长的小辈 并非信口开合 冷笑过后 石长老竟只走到王献仙身旁 他居高临下地 看着不断尝试起身的王献仙 然后单手把他拎起来 大量的灵气 从石长老体内涌出 然后直接冲向王献仙的灵脉 请客间 少年的灵脉 直接被霸到的灵力震碎了 剧烈的疼痛 让王献仙疼得 差点昏过去 石长老冷漠开口 我不管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触犯足归 天理难容 身为长老 我有权执行家法 王献仙灵脉 现已被我震碎 你们可有意见 众人纷纷摇头 就连王健年 也不敢有半句反驳 石长老低头注视着 躺地上不断抽搐的王献仙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许久之后 石长老低沉开口道 王献仙 我给你个机会 只要你能在太阳完全落下前 从这里走出祖宅大门 即可免除鞭刑 听到长老的话 王献仙那本 被怒火所掩盖的理智 突然清醒了许多 他血红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王健年 没有再说一句话 少年艰难而缓慢地 从地上站起来 然后踏着众如 山岳的步伐 一步一步地朝着祠堂外走去 他知道 以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无法报仇 或许未来也无法报仇 但不管怎么样 他要活下来 无论如何都要活下来 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王健年那个畜生 有句话是对的 现在的他与王北辰相比 毫无价值可言 你大概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耳边响起石长老的提醒 王献仙艰难地迈出脚步 碰 碰 碰 重重的脚步声 在祠堂之中不断响起 因为灵脉被震碎 烟红的鲜血不断从毛孔渗出 鲜血顺着身体流下 少年每一次脚步的踏出 都在地面上留下了被鲜血浸染的腥红脚印 众人看了 无不触目惊心 与此同时 躲在王室祠堂外偷听的白色小兽 眨了眨眼睛 直接向王室祖宅深处跑去 王室祖宅核心区 有处豪华的庭院 庭院石桌上 一老一哨相断坐 正在泡茶的白发老者 看着慌张跑进来的白色小兽 无奈地摇了摇头 为时反复和你强调 要稳重些 这里可不是咱们昆仑序 白色小兽无视了师父的话 直接跳到石桌上 口吐真言 师父 殿下 有大瓜嘞 坐在白发老者对面的粉发少女 笑着抚摸着白色小兽的后背 地厅 别急 慢慢说 小地厅迅速组织语言 把刚刚偷听到的话 给两人描述了一遍 事情就是这样 师父 殿下 人类真的好可怕 粉发少女听后 眉头紧簇 浅浅 你是说 那少年的母亲 为了孩子选择了自杀 小地厅抖了抖他的耳朵 一脸心有余悸 是啊 殿下 那个王献仙本来心生绝望 一心求死的 就是因为知道这个消息 整个人都疯没了 您是不知道 他内心的仇恨有多吓人 我就听了一下 神魂差点被震伤 粉发少女听后 陷入了沉默之中 片刻之后 他看向对面老者 白泽帝君 我们能否救下 那个少年 被称为白泽帝君的白发老者 摇了摇头 仙殿下 这是王家的家事 我们无权干涉 我知道您为什么想救他 但我们这次来王家 是为了寻找 见地失踪的线索 你我身份特殊 任何行动 都有可能被过度解读 王氏与其他家族 势力之间的关系 盘根挫杂 如果我们去干涉 对方家事 恐怕会引起 各大家族的猜忌 这将会增加 不必要的变数 听到这里 芸汐儿把头低了下来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如果母亲还在 她一定会这么做的 请您原谅我的任性 说完 芸汐儿向白发老人 行了一礼 然后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小院 只留下白发老人 在原地叹气 哎 汐儿 王氏祖宅大道 身为帝族 王氏祖宅大的离谱 祖宅的规模 甚至比古代皇宫还要大 寻常日子 王氏族人 并不会在前院广场 逗留太久 但今天不一样 此时的前院广场上 围满了族人 他们停留在这里的原因 也很简单 看热闹 王献先记不清楚 这是自己第几次跌倒了 他看着即将落山的太阳 不断挣扎 想要重新站起来 卧槽 这不是王献先吗 怎么成这样啊 嘘 别说那么大声 听说 他在祠堂辱骂殴打长辈 被废除灵脉了 时长老见他可怜 与他约定 只要在太阳下山前走出大门 就免除他的边刑 怪不得那么拼啊 这么小的年纪 被废了灵脉 如果再挨上足鞭 那肯定凉透了呀 那也是他活该 辱骂长辈 天理难容 就是 而且他还觉醒出了酿酒师 把咱家的脸都丢进了 周围的讥讽与谩骂 并没有干扰少年的心境 荣耀 辱骂 尊严 所有的所有 都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王献先脑子里 只有一个想法 那便是 报仇 想到母亲的死亡 王献先那即将枯竭的残破躯体 再度压榨出了一丝力量 他又一次站起来了 望着那即便已是浑身鲜血 却依然坚定向前的背影 前院广场上 突然变得安静起来 原本那些看热闹的族人 眼神也是缓缓凝重起来 少年展现出来的这份毅力 让人不禁动容 芸汐而躲在人群之中 望着满身鲜血 步履蹒跚的少年 轻眸微微波动 他能感受到 少年心中极致的痛苦 也看得见 被他埋在内心深处的滔天怒火 以及那股令人心悸的暴虐之气 浑身鲜血的王献先 带着浓郁的血腥味 步伐艰难地来到大门前 那五阶台阶 成了他最后的蓝路虎 此时的太阳 大半个身子都落到了山下 他快没时间了 等他艰难地 踏上第五阶台阶的时候 无情且冷酷的声音 从王献先的耳旁响起 太阳下山了 你失败了 石长老的话 直接对少年判下了死刑 周围族人无不叹息 但却没人上去求情 王献先看着近在咫尺的大门 满脸绝望 就在他要认命之时 清脆的声音从耳边响起 他还没有失败 第十章 重新升起的太阳 石长老回头望去 发现出生的 竟是最近历临王室的贵客 想到对方尊贵的身份 石长老一改冷淡的语气 柔声道 汐儿殿下 何出此言啊 随着石长老的话音响起 人群忽然安静了下来 所有的视线 豁然转移 在众人视线汇聚之处 一位身着金色衣裙的少女 亭亭欲立 少女尊贵的气质 犹如牡丹绽放 小小年纪 却已出具超凡气质 云仙嘴角轻轻上扬 青涩的脸庞 已有倾国倾城之姿 太阳尚未落下 又谈何失败呢 云仙小手伸出 露出白玉般的浩腕 双手结印 玉日 话音刚落 少女身体瞬间爆发出耀眼的金光 仿佛仙人降临 下一瞬 云仙身后 竟然凝聚出了天地法香 那是一尊庞大的鸟类巨兽 她的身体 仿佛由火焰组成 最奇特的 是她竟然有三条腿 大日金屋 石长老难以置信地 望着身旁的云仙 金屋出世瞬间 直上云霄 取代了消失的落日 原本暗淡的黄昏 因为金屋的出现 重新绽放光芒 云仙并未说话 因为她已经说不出话了 显然召唤金屋 对她的身体负担极大 但少女的眼神 被王仙仙准确捕捉到了 少年仿佛被空中的金屋 驱散了心中的阴霾与绝望 温暖的光芒 赐予了她最后的力量 石长老有些不知所措 她绝不能坐视少女 在自己眼皮底下受伤 于是她连忙喊道 仙儿殿下 如果你想帮她 那我直接把她放了便是 少女并没有撤下 维持金屋的力量 她知道 自己如果开口 那就是对那位少年的侮辱 自己的路 从来都不是别人施舍来的 伴随着一声怒吼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少年猛然起身 她坚定地迈出脚步 最终踏出了王室的大门 踏出大门的瞬间 空中的金屋瞬间消散 少女也毫无征兆地昏了过去 扑吃 王献仙一口鲜血喷出 单膝重重地落地 她急忙回头望去 想看清恩人的相貌 但此时的王室内 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人墙阻挡了所有视线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被昏倒的少女吸引了过去 王献仙感受着体内 重新焕发生机的力量 她知道 这是恩人赐予她的治疗 沉默许久 王献仙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 轻声开口 谢谢 说完 她拖着沉重的步伐 缓缓地远去 目送石长老 带着昏迷的少女离开后 看热闹的王室族人 终于想起了王献仙 可等他们向门口望去 却怎么也找不到少年的身影 王室族人望着地砖上 那一道道星红的脚印 心底莫名其妙地多了些恐惧 那个狼狈不堪的背影 第一次如此清晰地 刻在了他们的心底 王室一试听 石长老满脸焦急地 看着陷入昏迷的云仙 忐忑不安地 仙殿下现在是什么情况 白发老者压了压手 示意对方放心 强行召唤金屋导致灵魂受损 不过对我三皇殿来说 问题不大 听到灵魂受损两字 石长老心底咯噔了一下 众多伤势中 唯有灵魂最难修复 更何况 这位尊贵的殿下身份特殊 根基是万万不能受损的 哪怕是三皇殿 也要动用许多价值不菲的药物 去进行治疗 见石长老脸色有些难看 白则帝君安抚道 阁下放心 是殿下自己的决定 与王室无关 我等这次来王室 是抱着最大的诚意来的 殿下年幼 行事鲁莽 身为老师 我理应向你们王室致歉 石长老连忙起身行礼 帝君不可 您乃圣人之师 岂又向我等道歉之说 这是归根结底 也是因我王室而起 如果要道歉 那应该是我们王室才对 这段时间怠慢您了 太上大长老实在是身体有恙 不然也不会让您等候如此之久 白则帝君摇了摇头 无妨 你们太上长老的情况 我早已知晓 无非是多等几天罢了 倒是我还有一事相托 石长老连忙拱手 帝君请讲 不必紧张 算不上什么大事 白则帝君轻轻一笑 只是希望贵族 不要再承接那个少年了 毕竟那是殿下不惜受伤 也要保下的孩子 当然 老夫并非是要干涉贵族家事 只是不希望那孩子 就那么稀里糊涂地死了 不然我也没法向殿下交代 石长老立马听懂了 对方的话外之音 他郑重点头 帝君放心 按照王氏族规 族人被逐出家族后 本就不会继续追究 其犯下的罪行 我会去落实好这件事的 说吧 石长老静置离开了一室厅 族长庭院内 族长王霄 扫了眼对面的王健年夫妇 听说那小废物 完成了石长老的承诺 王健年脸色有些难看 听其他族人说 却是如此 哼 王霄冷哼一声 那废物东西 竟有如此韧气 慕容丸给王霄添了杯茶 父亲放心 他灵脉被废 这辈子都没法翻身 王霄低头看着面前的茶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许久之后 他缓缓开口 傲慢永远是权力者最致命的毒药 王健年瞬间听懂了 父亲的前台词 父亲放心 我今晚就派人 去把那逆子处理了 正当王健年 要离开庭院时 却发现 后方不知不觉 多出一人 待他看清 对方长相 连忙行礼 见年见过石长老 石长老漠然地扫了三人一眼 免了吧 我来这里 只是通知 你们一件事 长老请说 王霄拱手道 石长老眼睛微微眯起 禁止对王献献动手 这 王霄脸色大变 他试探性地问道 长老何出此言 石长老眼睛死死盯着 有些惶恐的王健年 我不管你们和王献献 有什么牵扯 但希望你们能记住我的话 这次我免除 王北辰污蔑同族的罪责 已经是法外开恩了 要是让我知道王献献的死讯 你们这一脉 也没必要继续下去了 王健年硬着头皮问道 长老 王献献灵脉被废 本身就难以存活 我们 石长老直接打断道 这点你无需担心 记好我的话就行了 话音刚落 石长老便消失在原地 只留下原地不知所措的三人 慕容婉满脸恐慌地问道 为什么长老会因为那个小废物 特地警告我们 王健年冷汗直流 背后已经被汗水浸湿 长老的语气是认真的 如果我们真的对那小废物动手 恐怕 慕容婉难以接受这种语气的警告 他咬牙切齿道 我们明明有北辰 长老凭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 只有王潇阴沉着脸 难道是 那位尊贵的大人要保下他 王健年马上捕捉到了关键词 父亲 您说的尊贵大人是怎么回事 王潇摇了摇头 这不是你们该知道的事情 你们只需知道 就连老祖面对那位大人 也不敢有半分不敬 慕容婉听后 直接坐不住了 父亲 那小畜生攀上这种人物 那我们 此子断不可留 王潇目光阴至 但现在绝非动手时机 就让他再多活些时日 第十一章 妈妈 热闹的商业街里 有着一家酒房 他有个好听的名字 最先方 王献先拖着沉重的步伐 推开了最先方的大门 最先方是母亲创办的 比起祖宅 这里才像他真正的家 放假的时候 他总是喜欢来这里住 最先方还在正常营业 只是现在 到了下班的时间 王献先取出钥匙 打开门后 直接来到了二楼 二楼有个属于他的小房间 他打算先去浴室 冲洗身上的血渍 王献先不需要处理自己的伤口 因为他身上的所有伤口 都已经愈合 那个将他救出水火之中的恩人 不仅为他 延续了落日的时间 更为他治愈了身体的伤势 因为火光 他没看清恩人的长相 但他记住了恩人的眼眸 那是双无比耀眼的瞳孔 哪怕身处熊熊烈火中 都无法掩盖他自身的光芒 少年把那双眼眸 深深地刻进了脑海中 然后静止走向了卫生间 看着镜子里满身是血的自己 王献先苦涩一笑 真狼狈啊 他拼命地想要扬起自己的嘴角 但他难过地发现 笑得更难看了 洗完澡后 王献先换了身衣服 躺在床上 他用手轻轻抚摸着 母亲留给他的黄色小葫芦 小葫芦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制成的 皮肤触碰他 能感觉到少许的温暖 这个葫芦式的灵气 具体是什么品质的 王献先也不清楚 他只知道 这是母亲用来装酒的 母亲和他的天职一样 都是酿酒师 他非常喜欢酿酒 也喜欢品鉴酒 后来随着压力的增加 母亲饮酒的频率不断增加 最终演化成酗酒 年幼的时候 王献先曾一度认为是酒 夺走了母亲的生命 哪怕是长大后 他的内心也是极度抗拒酒的 他对酒的态度 甚至能称得上厌恶 哪怕是被誉为珍宝的灵酒 他也同样反感到了极点 曾经的他 不理解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会有酒这种东西 他天真的认为 如果没有酒 母亲就不会溺死 如果没有酒 就没有酿酒师这种 令人厌恶的天职 如果没有酒 妈妈现在说不定还在鼓励自己 到今天 王献先才知道 原来母亲的死并不是因为酒 突然间 他觉得酒也没有那么讨厌了 不知不觉中 王献先的视线模糊了 他想妈妈了 突然 往日的回忆 如同潮水般涌进了他的脑海中 妈妈 为什么有些人喝酒会流泪啊 好羞羞啊 那是因为喝酒的人 心有所想 他在借酒排解愁绪啊 那为什么同样的酒 有人喝了会哭鼻子 有人喝了会哈哈大笑啊 等你长大了 就明白了 妈妈 老实说人都会生老病死 我不想你死 我的小可爱 你为什么不想妈妈死啊 因为如果妈妈死掉了 我就吃不到妈妈做的好吃的了 原来是这样呀 贪吃鬼 妈妈 今天我学会怎么去看饮料上的保质漆了哦 是吗 我的宝贝真棒 妈妈 为什么酒上面没有保质漆啊 它是不是坏掉了呀 宝贝 酒是没有明确的保质漆的哦 只要好好保存 它就永远不会坏哦 酒先生好厉害啊 能酿成酒的妈妈更厉害 泪水不断从少年的脸颊上滑过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短短一天 却仿佛感觉过去了一个世纪 觉醒酿酒师 天赋觉醒失败 告别有人 得知母亲死亡真相 血脉禁尸 灵脉被废 被逐出家族 他的处境 变得前所未有的糟糕 现在的王献仙 得知了母亲去世的真相 但他却失去了修行的希望 空有仇恨 却无力量 痛苦 迷茫 不甘 突然 王献仙脑海中 多出了一个 从来不曾有过的想法 喝酒 王献仙举起了手中的葫芦吊坠 他把葫芦放到嘴边 轻轻吻了一口 葫芦葫芦 快快长大 伴随着少年的低声细语 葫芦如同施加了法术般 体型不断变大 等葫芦长到寻常葫芦大小后 王献仙停止了念咒 然后把手放到了葫芦嘴口的袋子上 这是他首次尝试打开这个葫芦 碰 酒葫芦打开的瞬间 酒香满堂 王献仙如获至宝般 捧着酒葫芦 细细嗅着葫芦中散发的酒香 他取出母亲生前喜爱的酒杯 小心翼翼地给自己斟满 然后端着酒杯 轻轻品了一小口 出乎王献仙的意料 这酒似乎一点都不辣 相反 他还有些甜 王献仙继续第二口 第三口 第四口 喝了第一口 就停不下来了 威风闯进少年的房间 却无法带走丝毫的酒香 仿佛这些酒香通灵似的 全都停住在少年周围 好似在拥抱他 呜呜 房间开始响起 少年微小的抽气声 慢慢的 慢慢的 抽气变成哭泣 最后变成了嚎啕大哭 哇 糖醋里脊 鱼香茄子 鱼香肉丝 糖醋排骨 松鼠桂鱼 做梦都在回忆的味道 此时此刻 全部在王献仙的舌尖浮现了 不知不觉中 酒香变成了各种各样的饭菜的香味 现在的他 根本不是在喝酒 更像是在品尝一桌美味佳肴 妈妈做的佳肴 一口一口又一口 一杯一杯又一杯 少年与酒 在此刻发生了灵魂的碰撞 王献仙彻底沉浸在 酒水带给他的梦境中 与此同时 他的身体 也开始发生惊人的异变 领悟酒之道 满足天赋觉醒条件 天赋正在觉醒中 第十二章 觉醒命格职业 酒见仙 少年的身体开始 绽放出耀眼的金光 紧接着 他的身体好似失去重力般 直接悬浮到了空中 枯竭的躯体 断裂的灵脉 开始疯狂修复 手中的酒葫芦 也开始闪耀金色的纹路 下一瞬 少年的灵魂出窍 酒葫芦也开始被少年的灵魂吸收 天赋觉醒成功 灵魂检测成功 正在开启命格天资觉醒 天资 天赋 灵魂中 命格完整 酒仙归位 命格升华 剑仙赐福 高悬九天之上的天门 瞬间爆发出金色光芒 黑夜在这一瞬间 化为了白昼 霞光万道的天门正中央 一柄带有无上气息的巨剑 开始凝聚 随后 这柄巨剑化成天河 飘散在世界各处 全世界各处 在同一时间都下起了倾盆大雨 有人好奇接过雨水 却惊奇地发现 这根本不是雨水 而是酒 来自九天之上的天之酒 一时之间 浓郁酒香 在世界各处蔓延开来 世界各地的顶级强者 无不震惊地抬头望去 王室祖宅中 正在为云仙疗伤的白泽帝君 双目如巨般注视着天门 先落红尘 苍穹一变很快便结束了 但引发异象的主人公 却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他已经睡死了过去 等他再次睁开眼 发现夜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我怎么 睡过去了 王宪仙睡眼朦胧地坐起身 缓了一会 王宪仙终于想起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他喝了母亲留给他的酒 然后不小心喝醉 睡到了现在 明白了前因后果后 王宪仙猛地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试图让自己清醒过来 葫芦 我的葫芦呢 王宪仙瞬间慌了 那个葫芦 是母亲最爱的器物 也是母亲留给他的念想 绝对不能弄丢 正当王宪仙想下床找葫芦时 却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 他的左手开始亮起金光 等光芒消散 黄色的葫芦 直接出现在他的掌心处 王宪仙看到葫芦的瞬间 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联系 这个葫芦仿佛就是他的手足 他可以任意操控 意念一动 葫芦化为点点星光 消散开了 这时王宪仙清楚地感知到自己的脑海中 黄色的葫芦正静静地躺在那里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王宪仙下意识地点开自己的天职面板 每个觉醒天职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天职面板 王宪仙 天职 酿酒师 命格专属职业 酒见仙 天父 天父已融入天职中 等级 通卖镜 酒卖 本命法宝 酒仙葫芦 体魄 一百 精神 一百 酒见仙 王宪仙震惊地注视着自己的面板 我的天职怎么变了 他连忙点开天职面板 酒见仙命格专属 隐藏中 专属技能 仙酿 酒剑 斩天 专属天父 酒仙 剑仙 剑之祝福 酒之祝福 仙灵 红尘堕仙 介绍 天道崩俗 祸乱红尘 仙人自斩 堕入凡尘 剑酒相伴 一魔俱阵 怎么 会有 这样的天职 少年难以置信地看着天职介绍 接着他点开了技能详情 先酿 主动技能 技能效果 消耗原材料可酿造美酒 你酿造的美酒必为极品 且富有酒仙祝福 酒剑 主动技能 技能效果 消耗美酒领悟剑意 随后将剑意凝聚成本命酒剑 助 须自酿美酒 斩天 主动技能 技能效果 以修为掉落一个大境界为代价 使自身接下来施展的伤害技能附带特效 真实伤害 斩杀效果 无视规则 少年努力控制着自己颤抖的手 点进天赋详情 九仙 天赋 道 效果 你是开辟酒之道的酒仙 当你饮用酒时 实力即可获得提升 剑仙 天赋 道 效果 你是参悟剑之道的剑仙 可操控非剑 当你挥舞剑时 剑技伤害不断叠加 剑之祝福 天赋 道 效果 你是被剑祝福的酒仙 你的酒量无上限 剑技伤害随着饮酒量持续上涨 无上限 酒之祝福 天赋 道 效果 你是被酒祝福的剑仙 任何酒水都不会对你造成负面效果 任何酒水都将为你治愈一切伤势 仙灵 天赋 未知 效果 你是剑酒双绝 堕入红尘的酒剑仙 当你醉酒时 将逐渐解锁酒剑仙形态 祝 醉酒共舞阶段 微醺 浅醉 深醉 鸣顶 仙醉 红尘堕仙 天赋 未知 效果 你是堕入红尘的无敌之仙 完全进入酒剑仙状态时 概念消失世间 成为不可选中状态 任何能力 规则与伤害 都将对你失效 这 这 少年此刻的震惊 如同巨浪般 将整个人都淹没了 他从未听闻有这样的天赋 正常情况下 天赋是没有明确的强度之分的 天赋的强弱 必须要结合天赋来进行判断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剑类天赋最常见的就是剑客 而王北辰觉醒的万剑至尊 属于稀有职业 但不能说 万剑至尊 就比剑客要强 因为 天剑王室的老祖 觉醒的天赋 就是剑客 不仅如此 历史上很多剑道高手的天赋 皆是剑客 其他各个领域的天赋 同样如此 所以才有了那句 流芳万世的名言 没有垃圾的天赋 只有垃圾的天赋 天赋的品质 从低到高分别为 S级 E级 D级 C级 B级 A级 S级 SS级 SS级 X级 EX级 正常情况下 排除地族子弟 S级的天赋 可以在时区称霸 SS级可以在省里独占凹头 SS级更是能直接成为国家重点培养的对象 X级的天赋 在放眼全世界都是百年难遇的天赋 最高的EX级更是千年难遇 EX级也被称为D级天赋 因为EX级天赋的持有者 只要在成长道路中不陨落 必成大地 而他的天赋是 道 级 还有两个未知级别的天赋 王献仙不晓得自己天赋的品质到底有多强 但他可以确定 他的天赋绝对凌驾 EX级之上 太夸张了 这个所谓的命格天赋 强得过于离谱了 少年并没有因为天赋的强大失去理智 他很快发现了天赋中自相矛盾的地方 剑之祝福的被动技能写着 酒量无上限 可 仙灵被动技能又写着 醉酒时才能进入酒剑仙形态 没有酒量限制的人 怎么醉 思索半天得不到答案的他 也就放弃了思考 现在他更迫切地想知道 自己的身体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他感应着灵魂深处的酒葫芦 柔声问道 是你吗 酒仙葫芦 功能介绍 未知 介绍 酒剑仙以红龙葫芦炼制而成的本命仙器 内部孕育世界 以存美酒 献仙酿 点击查看 以存物品 莫婉哥的信 莫婉哥的遗物 王献仙压制住颤抖的手 取出了母亲的信 第十三章 妈妈的信 是我最爱的宝贝 献仙 我的孩子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十五岁的你 应该已经成长为 能独当一面的小大人了吧 现在的你 大概已经觉醒天职了 会觉醒出什么呢 妈妈猜 你的天职 一定和酒有关 希望这是个 能让你感到快乐的天职 是不是很好奇 为什么会在今天拿到这封信 那是因为 葫芦仙人告诉我 他会在你十六岁的时候 和你见面 所以 妈妈拜托他 帮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 葫芦仙人告诉我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是最痛苦的时候 但我知道 我的献仙 是天下最坚强的孩子 你还在我肚子里的时候 妈妈总是会重复做同一个梦 梦到仙境 梦到天门 梦到天上的仙人 在宴会上 饮酒作乐 梦中的仙人 逍遥快活 无拘无束 妈妈很羡慕 也希望你可以像梦里的仙人那样 自由自在 这也是你名字的由来 妈妈原来和你说 小葫芦是我上学时 偶然间买到的灵器 但妈妈撒谎了 那个小葫芦 是你带到这个世界上的 是属于你的东西 从你出生的时候 它就在你身边 线线 妈妈知道 你现在很痛苦 一定遇到了很多很多 让你感到难过的事情 虽然可能会因为寂寞而哭泣 但不要忘记 妈妈一直爱着你 妈妈给你留了些东西 希望能帮到现在的你 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不要把自己累到了 你要交好多好多朋友 对了 记得要娶个温柔的姑娘哦 献献 答应妈妈 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幸福 本以为有很多的话要写 可写到这里 却怎么也落不下笔了 我的孩子 不要难过 妈妈会永远陪着你的 王献献视线逐渐模糊 她努力 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从葫芦里取出了母亲 留给她的遗物 打开后 里面有一个面具 一叠文件以及几张卡片 姓名 云九 姓别 男 户籍 云海行省天九市陵云县 出生年月 一万两千年五月一日 公民身份号码 8454-327-600-1017-988 完整的身份信息 完整的人生经历 文件夹里 还有一封信 献献 从墨家被王室刁难的那一刻 我大概猜到了结局 我设想过很多可能 如果有一天 你在王室待不下去了 就走吧 妈妈 希望你成为天下最逍遥自在的孩子 所以 在你还没有出生时 我就为你做了准备 这是我花了十年的时间 亲手伪造的新身份 你叫云九 是妈妈的恩师 林九先生收养的锅 林九老师 是天酒师酿酒师协会的副会长 去找到他 他会帮助你的 那张面具 是妈妈 曾经在黑市上买的 伪装效果很强 献献 带着妈妈的梦想 自由地活下去吧 王献献从盒子中 拿起那张精美的面具 七天假面 品质 玄阶极品 种类 伪装领宝 效果 面容改变 介绍 能改变面部肌肉的伪装面具 因其原理作用于肌肉 所以无法被人发现 柱 无法伪装灵力波动 盯着手中的精美面具 少年的心情 久久无法平静 他的母亲在遗书中 对自己被迫自杀的事情 只字不提 很明显 母亲是希望她能无忧无虑地活下去 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 她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不想眼泪掉下来 因为妈妈不想让她难过 整理好云九的身份资料后 王献献从袋子里 拿出了一个红色的本本 华夏天朝不动产权证书 产权人 云九 共有情况单独所有 房屋位置 天九市 九圣天街999号 规划用途 商铺 房屋状况 三层 占地面积1000平 总使用面积3000平 紧接着 王献献又取出了一本包装精美的书 酒方总集 打开后 简单翻阅一遍 王献献发现 这是是母亲记录的各类酒的配方 书里共收入118种酒水配方 里面同样加着一封信 献献 这本配方一定要保存好 你要答应妈妈 你可以自己酿上面的酒 但绝对不能公开售卖 因为这里面的酒方 是墨家的立足之本 墨家虽然和妈妈断绝关系了 但妈妈不怪他们 你的外公也曾努力过 只是他身为族长 背负的是全族的命运 妈妈对得起墨家 却唯独对不起你的外公 如果有机会 代替妈妈看看他 顺便替我告诉他 妈妈很爱他 也没有怨恨他 当然 酒方中最后一种酒除外 他只属于你 看完妈妈的信 王献献压制的情绪 在此刻抵达了顶点 他用颤抖的手 点开了献献酿的介绍 献献酿 品质 凡街极品 王献献专属 配方 康乃馨 喧草 山楂 效果 凡酒无效果 莫婉哥之子 王献献饮用时 全属性强化十倍 来源 名为莫婉哥的酿酒师 专门为儿子酿造的凡尘美酒 也许他并不完美 但对那位孩子来说 他完美到了极致 评价 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 总有一桌菜为你而做 总会有个人为你等候 总有那么一种酒 为你而酿 寂静的夜晚 王献献跪在地板上 脑海中不断浮现出 母亲忙碌的身影 他拿起与母亲的合照 用手轻轻抚摸着照片 少年双眼直勾勾地 望着与母亲的合照 上尺紧紧咬着 没有血丝的嘴唇 泪水疯狂在他的眼眶打转 相框上刻着一句话 献献 不要害怕 妈妈永远陪着你 这是王献献第一次明白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此时此刻 伏地少年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少年全身的坚强尽情卸下 撕心裂肺的哭声响彻夜空 思念 痛苦 喜悦 内疚 委屈 压抑五年的情绪 直接爆发 他终于可以像小时候那样 毫无顾忌地释放自己的委屈了 窗外是无尽的黑暗 王献献过去五年的人生 仿佛都被这黑夜囚禁般 压抑到极致的夜幕 肆意摧残着少年不羁的灵魂 但从今天开始 他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因为 黎明来了 第十四章 葫芦仙人 昭阳照在少年的身上 仿佛在拥抱他 王献献调整好自己的气息 开始认真地感受着 体内澎湃的力量 枯竭的血脉之力 已经得到补充 甚至连他那破碎的灵脉 也被修复了 如果他猜得没错 这应该是天赋的功劳 他可以通过饮酒 治愈一切伤势 这个效果 简直强得离谱 冷静过后 王献献开始思考 自己今后的打算 思索许久 少年苦涩一笑 深思并不能给他指引方向 思考得越多 越是迷茫 虽然心中有许多想法 但他却有个致命的缺陷 他太知能了 哪怕在他心中 毫无破绽的计划 落在那些老狐狸眼中 恐怕也是漏洞百出 他才十五岁 对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则 潜规则尚不明确 社会经验太少 了解的心密 更是少得可怜 王献献清楚地知道 以他目前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根本没有成为棋手的资格 哪怕现在的他 获得了足以复仇的天赋 哪怕母亲 也为他准备了新的身份 哪怕拥有两个身份的他 解锁了更多的人生选择 他也依然不能完美地 掌控自己的人生 如果曝光天赋 会不会被强杀 会不会成为 其他人手中的棋子 会不会被约束 国家真的可靠吗 这些他都不知道 天赋再高 也是需要时间去兑现的 无论是哪个身份 他都害怕自己没有时间发育 因为他没有靠山 如果选择隐藏天赋 猥琐发育 面临的问题也不少 他真的可以躲得下去吗 他的身份真的 就没有漏洞吗 母亲的恩师 真的可靠吗 有没有天职或者天赋 是可以追踪到自己的 所有的所有他都不知道 因为他接触的世界太小了 他的认知太狭矮了 他背负了母亲的生命和梦想 他要复仇 他要报恩 他还要完成母亲的梦想 为此 他必须小心谨慎 步步为营 妈妈 我到底该怎么办 王献仙望着天花板 两眼有些无神 就在这时 王献仙脑海中的黄色葫芦上 突然浮现出了金色的字体 天九世 灵九 相信你母亲的判断 看到金色文字 王献仙猛地坐了起来 他想起母亲的信 满脸激动 您是母亲提到的葫芦仙人吗 是 但也不是 我是你的本命气灵 得到准确答复 王献仙变得异常兴奋 不要想太多 有我在 不要怕 尽快突破炼血镜 现在的我 太虚弱了 与葫芦仙人交流片刻后 王献仙终于有了明确的方向 于是 他迅速开始收拾行李 忽然 王献仙猛地惊起一身冷汗 他突然想起一件 让他感到无比后怕的事情 自己不应该回最先方的 因为王健年 很可能对他下死手 昨天他的身心 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根本没考虑那么多 他只是遵循了本能 想回到让自己有安全感的地方 最先方并无异样 就代表王健年 还没有对他动手 王献仙不是傻子 他瞬间 就猜到了什么 回想起昨天那双金色的眼眸 王献仙心中感慨万千 那个女孩 在他最绝望的时候 向他伸出了援手 没有他 自己就没有今天的一切 这个恩情实在是太大了 他能猜到 女孩的地位高的离谱 不然时长老 绝不可能用那种语气说话 大概是顾忌那位恩人 所以王健年还没有动手 不过他很了解 自己那个畜生爹是什么样的人 王健年小心谨慎 多疑奸诈 断然是不会放过自己的 为此 王献仙必须要尽快离开天剑市 估计那个畜生爹 正在派人监视自己 要想从他的眼皮子底下逃出去 必须要有个详细的计划 首先 王献仙的目的地是天九市 云九是母亲伪造的身份 在云九的身份资料里 她的人生轨迹停在了十岁 那年母亲去世 这个身份的人生 自然停止了更新 王献仙手里的资料 并没有云九十岁后的经历 他必须要找到母亲的恩师 了解云九十岁到十五岁 这五年的空白 只有找到母亲恩师 他才能启用这个身份 想到这里 王献仙打开地图开始思索 片刻之后 一个缜密的计划 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形 确定好计划后 王献仙习惯性地看了眼新闻 震惊 昨夜全球发生大范围天地异象 昨夜奇象疑似重宝出世 九圣学院副校长公开表示 这是来自九神的神迹 所有的新闻头条 都似乎在说一件事 十分钟后 王献仙从电脑桌前站起来 他静止走到窗户前 然后猛地推开窗 果然 开窗瞬间 一股浓郁的酒香 直接扑面而来 王献仙满脸愕然 新闻中的画面 不断冲击着他的大脑 这是我干的 还不等他多想 楼下就响起了阵阵敲门声 王献仙瞬间警惕起来 最先隔上午十点 才正式开始营业 现在还不到九点 他连忙查看电子门铃 发现来者不是别人 正式在学校一直对他照顾有加的年级主任 林湛 王献仙急忙向楼下跑去 门外的林湛 怀着担忧的心情 反复按着门铃 从昨天王献仙觉醒失败后 他就开始刻意关注王献仙的动向 今天本该是学生决定是否参加午考的日子 可等他早上去学校的时候 却发现 王献仙并没有来上学 在询问其他班的王室学生后 得知了王献仙被王室逐出家族的情况 于是他直接开车来到了最先方 见半天没人开门 林湛的心跌到了谷底 正当他打算破门而入的时候 门直接从里面打开了 林主任好 看着面容清秀的少年 林湛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臭小子 半天不开门 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王献仙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抱歉主任 我睡过头了 林湛看着少年的笑容 心中突然生出一丝酸楚 但他很快压制住了情绪 然后玩去开口道 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 王献仙连忙让出身子 哪能啊 主任快进来 林湛看着最先方内的装饰 忍不住赞叹起来 去过那么多酒房 就你这里给人一种家的感觉 王献仙正在接水烧茶 听到主任的夸奖 嘴角轻轻上扬 这是母亲负责装饰的 她告诉我 工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店同样是家 林湛轻轻点头 显然很认可这种说法 你这么说 我倒是记起来了 你的母亲似乎也是酿酒师 王献仙端起烧好的水壶 是的 我和母亲的天职一样 都是酿酒师 林湛注视着少年的双眼 语气认真道 来之前 我已经了解了大概情况 主任想告诉你 人生还有很多选择 不管路多难走 只要大步向前 总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王献仙瞬间听懂了主任的意思 对方是担心他寻死 想到这里 王献仙心中意暖 主任放心吧 为了母亲 我会好好活下去的 听到少年这番话 林湛彻底放松了下来 他抿了口少年泡的茶 那你现在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王献仙苦涩一笑 说实在话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觉醒出酿酒师 之前的规划 一直都是基于剑类天职准备的 听着少年的话 林湛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就连他也想不到 对方会觉醒出酿酒师这种天职 只是 林湛今天是有备而来的 他看着少年有些苦恼的模样 嘴角微微上扬 那主任给你推荐一条路 怎么样 第十五章 林老师的建议 听着林湛的话 王献仙顿时来了兴趣 什么路啊 林湛缓缓起身 然后来到前台摆放的酒坛处 拍了拍 你母亲是开酒房的 想必 你对酒应该了解不少吧 这 王献仙有些汗颜 主任 我对酒行业并不清楚 也就比正常人多懂那么一点点 听到这里 林湛满脸古怪的 看着王献仙 这酒房不是你在拐里吗 王献仙连忙解释起来 这家酒房 一直是母亲的老员工在帮忙打理 我并没有管过店里的生意 只是放假的时候 会回来住上几天 再加上 酒总会让我想起很多上心事情 所以 自从母亲去世后 我就不再了解关于酒的知识了 记忆中 所有关于酒的知识 也都是小时候母亲教我的 文言 林湛轻轻点头 原来如此 那我就简单跟你说说 酒分为凡酒与灵酒 凡酒只能作为饮品 就暂且不谈 我重点和你讲讲灵酒 我们舞者修炼 离不开诸多修行资源 灵酒就是其中一种 非常重要的修行资源 抛开能量结晶等少数奇特的修行资源外 最鼎盛的修行资源共有五种 它们被称为五觉 五觉分别是 灵酒 灵茶 灵丹 灵药 灵食 这五种修炼资源 几乎占据了舞者修炼资源的九成 它们不仅能提升修为 增强体质 还有很多独特的功效 可以说 每个舞者都离不开这些修行资源 你的天职是酿酒师 完全可以考虑 去学习酿造灵酒 酿酒师 也算是灵酒行业的稀缺人才 毕竟 酿酒师的觉醒率并不高 随着人类舞者 对修行资源的需求逐渐变大 灵酒行业对酿酒人才的需求 也在逐年增加 我不建议你报名舞者高中 五考对你来说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灵战停顿一下 当然 主任并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这只是 我基于目前情况做出的判断 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 可以跟我说 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都可以帮你 王献献愣了一下 对方这般照顾他的情绪 这让他内心感到有些温暖 主任 我的内心没那么脆弱的 而且我觉得 您的建议很好 只是 我不太了解职业高中的情况 而且我的天赋 听到王献献愿意去上职高 灵战兴奋了起来 无妨 在教育界 我还是有些人卖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白水学院 白水学院 王献献努力搜寻自己的记忆 却发现并没什么印象 灵战笑着解释道 白水学院毕竟是职业高中 你没听过也很正常 我换个问法 九胜学院 你总该听过吧 那当然了 王献献有些哭笑不得 九胜学院可是全国排名前十的高校 顶级大学谁不认识 灵战神秘一笑 那白水学院 其实就是三年前 九胜学院开办的职业高中 白水学院的校长 是由九胜学院的副校长兼任的 听到这里 王献献表情有些错愕 天酒市 这要巧 看着少年惊恶的表情 灵战十分享用 不仅如此 很多九胜学院退休下来的老教授 都跑到白水学院了 大学退休教授 跑去职高 王献献越听越觉得离谱 他甚至感觉 主任在逗他玩 灵战显然也察觉到了少年的想法 于是他进一步解释道 九胜学院的那些老教授 其实都是些老酒鬼 他们最大的爱好 就是饮酒了 然而 这世间绝大部分的美酒 都被他们品鉴过 年纪越大 口味越雕 所以很多教授 就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年轻的酿酒师身上 年轻人有朝气 有创意 往往能酿出不少口感奇特的奇酒 那群老顽童正是因为这点 退休后 就猫在白水学院 他们每天的日常 就是抱团指导指导年轻人 然后喝着学生 酿出的酒打麻将 灵战越说声音越弱 说到最后 他似乎有些难以切齿 而我的恩师 正是其中一员 两人纷纷陷入长久的沉默中 终于 王献仙率先打破沉默 主任 他们真的靠谱吗 灵战不自在地咳了两声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虽然是新开的院校 但毕竟有酒生大学的名头 你先去试试 实在不行 到时候 我再给你想办法 你平时的文化课成绩 都快满分了 什么指导上不了啊 又不用参加半个月后的五考 你拿着我的介绍信 先去考察一下 如果觉得行 你再报名入学 说完 灵战从口袋中取出一个信封 以及一张银行卡 这是我的介绍信 你去到白水学院后 找到我的恩师莫依罪 他看了信之后 自然会照顾你的 另外 这卡里面有100万 你小子先不要拒绝 灵战不给王献仙 任何开口的机会 主任 我属于高薪人群 这点钱对我算不得什么 白水学院在天九市 那里 离咱天间太远 你一个人在外面学习 购买材料 都要用到钱 王献仙看着桌面上的那张银行卡 情绪有些控制不住 主任 我真的不能要 我还有母亲留给我的积蓄 完全够我 少年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灵战打断了 你跟我客气什么 你母亲是你母亲 我是我 以后就要一个人生活了 需要用钱的地方 可比你想的要多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呀 让你收着就收着 好了 我没时间和你在这里耗了 今天是五考志愿填报的日子 上个破班开不完的会 我先回学校了 你愿意回学校就回 不愿意回也没关系 反正文考也结束了 别送了 赶紧收拾行李吧 省得待在这个 让你伤心的破地方了 灵战骂骂咧咧地往外走去 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 突然停了下来 他扭头冲着少年笑道 孩子 老师一直都相信 你能成为一位强者 无论在什么领域 老师都愿意去相信 说完 灵战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最先方 只留下泪眼婆娑的 少年呆呆地站在原地 王献仙拿起桌上的推荐信 看着信封处 苍尽有力的字体 嘴角忍不住地扁了下去 白水学院 只是个新办的学校 林主任给自己 推荐学校 只是个幌子 职业高中之间的差距是有 但其实并不大 林主任真正的目的是 要让他的恩师 关照自己 少年慢慢走到门口 他目送着灵战驱车离去 回到楼上后 王献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 昨天的神秘恩人 今天的林主任 他的人生 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妈妈 除了你 好像没人喜欢我 大家都讨厌我 他们都不和我玩 献仙 总有一天 你会遇到愿意和你玩的人 也会遇到真正的亲人 妈妈骗人 献仙 你记住 当有人 从心底认同你的时候 那个人对你来说 就是真正的亲人 就在这时 少年的嘴角 终于扬了起来 妈妈 我找到了 第十六章 启程 洗了把脸后 王献仙开始收拾起行李 现在的他 已经有了目标 天九市 天九市 肯定比天剑市要安全 云九去天九市 酿酒市协会 找林九先生 王献仙去天九市 白水学院 虽然不知道自己 会不会在白水学院上学 但总归在天九市 有个落脚点 学生这个身份 王献仙不想丢 因为国家 对学生的安全保护 非常夸张 在很久之前 总有人或者势力 为了私人利益残杀学生 对于国家来说 年轻人就意味着希望 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所以 国家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法律 以及专门的监管部门 没有人敢轻易触碰这个底线 地族也不例外 或许王健年 还有其他手段规避 但不管怎么说 有这个身份 总比没有强 而且 要是云酒的是顺利的话 上不上学也无所谓了 领酒师公是酿酒师协会副会长 要是能得到他的帮助 后面的路就顺多了 王献仙的天赋 可以通过喝自酿的酒 领悟建议 并且可以将领悟的建议 转化为本命酒件 学习酿酒 可以加快他实力的增长速度 王献仙并没有太多东西要收拾 简单换洗的衣物 与母亲的合照 关于自己的各种证件 母亲留给他的房产证 银行卡 以及那本酒方总级 最值钱的当属那本酒方总级 因为里面记录着墨家所有酒类的配方 这本书里共收入118种酒水配方 其中 樊酒52种 一接零酒28种 二接零酒16种 三接零酒10种 四接零酒6种 五接零酒3种 六接零酒2种 七接零酒1种 这东西可谓是价值连成 不过他根本不打算把配方泄露出去 这是墨家立足之本 母亲也交代过了 虽然墨家抛弃了母亲 但母亲并未怨恨墨家 身为人子 他理应尊重母亲的意志 如果有机会 他还要去见见自己那个从未谋面的外公 他不想母亲留下遗憾 除此之外 他不会过多地接触墨家 毕竟 母亲已经被墨家除名 名义上 他和墨家已经没有半点亲属关系了 收拾完所有行李后 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11点 王献仙走到一楼时 刚好遇到了店长李氏夫妇 这对夫妇跟了母亲很多年 对最先方有着极深的感情 李婶见到王献仙下来时 眼底不禁流露出喜悦之情 献仙少爷 休息得怎么样 王献仙笑着回应道 休息得好极了 李婶放心吧 在前台的李伯 招待完客人后 也连忙跑到王献仙身旁 关心道 小少爷 怎么感觉瘦了 今天不要去外面吃了 我现在去买只凤雨机 等会炖个汤 好好给你补补身体 王献仙轻轻摇头 婉言拒绝了 李伯 李婶 我要走了 少东家 你要回家吗 李婶关心道 我要离开天剑市 去外地求学 少年花了十分钟的时间 向李氏夫妇解释了出行的原因 李伯听到后 拍了拍王献仙的手 小少爷 在外要照顾好自己 放心吧 李伯 王献仙答应道 正当他要往外走时 却被李婶拦了下来 少东家 我们酿酒夜 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如若店家远行 走前须亲自酿上一坛酒 带到店家平安归来时 开坛 摆宴 庆祝平安归来 李婶这番话 让王献仙有些愣住了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李婶 你是知道我的 我并不会酿酒 哈哈 李婶捂着嘴笑出了声 少东家 现在的你 可是已经觉醒出天职了 王献仙猛然回过神来 是啊 他已经觉醒天职了 想到这里 他直接来到最先方的酿酒室 看着酿酒室存放的各种原材料 王献仙直接点开了他的技能面板 先酿 主动技能 技能效果 消耗原材料 可酿造美酒 你酿造的美酒必为极品 且富有酒仙祝福 简单看完技能介绍后 他开始思索 要酿什么酒 酿酒师的酿酒技能 需要知晓酒的配方 只要有配方和原材料 就可以酿酒 而他的先酿 则没有这种限制 不用配方 那些材料在他手中 也能生成美酒 五分钟后 王献仙把手伸向了篮子里的青霉 记得母亲总爱喝青霉酒 那第一款酒 就选择青霉吧 王献仙深呼一口气 体内灵力开始调动 先酿 伴随着少年话音落下 篮子里的青霉 开始悬浮起来 紧接着白糖 原水 鸡酒等原材料 也在王献仙的灵力操控下 漂浮起来 天职的技能 属于超自然现象 酿酒类的技能 可以自动生成酒 直接免除发酵等复杂的步骤 这也是天职的恐怖之处 正在酿造中 酒仙刺服中 技能发动后 所有的原材料 都开始释放出一种 奇特的金色光芒 等光芒完全退去的时候 已经过了十分钟的时间 成功酿造青霉酒 繁接极品 获得酒仙刺服 青霉酒获得特殊效果 将青霉酒装入酒坛后 王献仙直接查看起了 青霉酒的详情 青霉酒 品质 繁接极品 酒仙刺服 效果 延寿一年 仅可生效一次 介绍 获得酒仙刺服的反酒 太夸张了吧 看着青霉酒的介绍 王献仙震惊不已 酒仙刺服 竟然能让反酒 拥有灵酒的效果 这酒剑仙的技能 着实有些恐怖了 不愧是剑酒双绝的仙人 天赋的强大 让王献仙内心极其兴奋 兴奋过后 他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想到了 昨天救下自己的恩人 许久之后 少年再次发动了技能 新酒酿成后 王献仙小心翼翼地 把他装进了 精美的陶瓷酒壶中 接着他取出纸和笔 写下了一封信 做完一切后 王献仙带着信和酒壶 来到了李沈面前 李沈 酒酿好了 是青梅酒 我放到酒窖里了 还有 这几天可能会有人来 咱们店打听我的消息 到时 麻烦您帮我把这 胡酒和信转交出去 顺便帮我带句话 李沈好奇道 什么话 您就说 听完少年的交代后 李沈郑重点头 少东家 我知道了 我会把这封信和酒保存好的 王献仙笑道 李沈不必紧张 也许根本不会有人来问 一切交代完后 王献仙站在前台 盯着店里的装饰 正正出神 他仿佛要把整个最先方 都刻进脑海中 妈 我走了 少年穿着运动套装 背着双肩包 从大门中走出 然后在李氏夫妇不舍的眼神中 缓缓地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第十七章 后续 天见王室祖宅 今天对王室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日子 闭关时间长达三千年的太上大长老 今日出关了 正午十分 豪华到极致的宴会 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大殿里 王健年身穿华丽的族服 他看着坐在太上大长老身边的儿子 脸上写满了骄傲 自从太上大长老出关后 得知当代王室出了个X级天赋的家族成员 仰天长孝 之后 他就直接把王北辰带到身边 那位地位崇高的太上长老 丝毫不掩饰自己对王北辰的宠爱 这让身为父母的王健年夫妇 兴奋的几天都睡不着觉 族内众多掌权者 纷纷向他低头 退出组长竞争 如果不出意外 三年后 他就能接过父亲的权力交易 成为新任组长 这次庆祝太上大长老出关的宴会 就是他负责的 现在的时间已经快到中午了 他正准备前往大门迎接贵客 刚离开大殿 一个庸人打扮的男子来到王健年身边 俯身开口道 三爷 派出去的那些探子把人跟丢了 什么 王健年脸色瞬间难看了起来 一群繁星镜的人 连个废物都跟不住 我养你们 有什么用 那名男子被训斥后 有些委屈地开口道 三爷 他警惕性实在是太强了 我们跟了他整整十天 这十天里 他总是在各种交通工具上换乘 高铁这些公共区域 禁止使用能力 我们很难准确追踪到他的位置 最难受的是 他还买了大量的票 我们根本没法根据车票信息 确定他的行程 他经常会在中途下车 甚至到站不下车 然后补票 我们的探子到最后 都不知道他到底要去啊 王健年听到属下的汇报后 按骂一声 那你们是在哪里跟丢的 男子连忙回复道 三爷 我们是在银海市高铁站跟丢的 银海市 王健年眉头紧簇 那小废物 跑到东海地区干什么 思索半天得不到答案后 王健年索性放弃了 你们继续顺着线索去找 我现在有事 脱不开身 必须要把那小废物找到 男子听到后立即应下 然后转身向远处走去 王健年压下心中的不悦 热情的笑容 重新浮现在脸上 然后向大门处走去 王室祖宅深处 这里与外面吵闹的环境 截然不同 宁静是这里的主题曲 在某处小院内 少女不断抚摸着 怀中白色小兽 弟听 还是听不到他的消息吗 弟听晃了晃自己的小耳朵 垂头丧气道 殿下 我现在的实力太弱了 没法很好地使用本命天赋 没事的 云仙轻轻地摸了摸地厅的小耳朵 听不到 那咱们就用眼睛去看 听到这里 地厅立马急了 殿下 您的身体还没好 师父又不在 咱们这样出去不安全 云仙玩耳一笑 功法不认真学 倒是学上老师的谨慎了 放心吧 这里是天见识 不会有事的 说吧 他直接带着地厅 来到王室太上大长老面前 身为客人 要离开主人家的时候 应当通告一声 这样才不会显得失礼 太上大长老看到云仙到来时 起身行礼 仙殿下 您有何吩咐 云仙回了一礼 长老不必客气 只是我与弟厅 想在这天见识里游玩片刻 原来如此 太上大长老抚恤笑道 仙殿下可是需要向导 太上大长老身旁的王北辰 见状连忙大喊 我可以当向导 王北辰眼神灼热地 看着眼前的云仙 从他刚刚见到云仙的第一眼 就被少女超凡的气质 给吸引住了 在学校 他总是受到女生的追捧 但他对那些平凡的女孩 一点都提不起兴趣 只有眼前这个女生 只是一眼 就让他沉沦了 正当他打算 等会好好表现的时候 却听到少女淡淡的拒绝声 谢过太上长老的好意 我有弟厅相伴 用不到向导 太上大长老 并未因为云仙的拒绝 而感到不悦 那还请仙殿下注意身体 如果有需要 请随时通知我们 短暂刻到后 云仙便带着地厅 离开了王室祖宅 留下王北辰 看着云仙离去的方向 面露不甘 太上大长老 明显察觉到了 对方不悦的情绪 尘儿 男欢女爱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自古以来 婚事也讲究个门当户对 以我王室现在的体谅 可攀不上这般高知 文言 王北辰不知不觉中 攥紧了拳头 太上大长老 满意地 看着这位家族添娇 不过啊 如果你能刻苦修炼 为啥没有这个机会啊 祖爷爷 这是真的吗 王北辰顿时兴奋了起来 摸了摸王北辰的头 太上大长老 目光看向远方 有些事还不能告诉你 你只需要知道 家族会帮你提升天赋 待你镇压当代所有天骄石 祖爷爷爷向你保证 此事必成 听到这里 王北辰眼神瞬间火热 他舔了舔嘴唇 祖爷爷放心 我定能娶她 见灵街288号 殿下 就是这里 云仙怀里的 地听小脑袋 冲着最先方兴奋喊道 最先方 云仙秀眉一条 这酒房倒是敢起名 此事已经逼近中午 前来打酒的人少了些 云仙静止来到前台 你好 请问王线现在吗 正在擦拭前台的李沈疑惑道 您是 我有事找她 想问她些问题 云仙随便编来的借口 李沈有些歉意道 姑娘 真是不好意思 少东家几天前就已经走了 走了 云仙眉头一皱 心中暗道 难道她身体已经好了 想到这里她继续问道 那你知道她去哪了吗 李沈摇了摇头 这我们也不清楚 只知道是去上学去了 听到这话 云仙有些失落 正当她准备转身离开时 却被李沈拦了下来 姑娘 请您留步 云仙疑惑地看着李沈 李沈转身 从柜子里取出一瓶酒 和一封信 然后带着期盼的眼神说道 我家少东家临走时说过 有位恩人救了她的命 但因为很多原因 她无法当面 向恩人表达谢意 所以她交代我 如果有人来打探消息 带她把这封信交出去 说到这里 李沈停顿片刻 然后继续道 姑娘 我想 您大概是少东家的恩人吧 云仙惊奇地看着这位老妇人 有些疑惑 为何会这般想 李沈玩耳一笑 是您的眼睛告诉我的 少东家曾说过 她看不清恩人的模样 但她唯独记得恩人的眼眸 云仙眨了眨自己的金色美眸 嘴角不由自主地扬了上去 李沈见状更是坚定了自己的猜测 她把九合信放到云仙面前 姑娘 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还请您收下 最终 云仙收下了九合信 第十八章 少年的九合信 天剑山 这里是天剑市著名的景点 据说当年剑帝曾在这里领悟见到 云仙抱着地厅走在山间小路上 地厅低头看着少女手中的信封 问声问气道 殿下 她跑得好快啊 明明留下来 就能得到咱们帮助的 而且她这一跑 王世仁就可以对她出手了 云仙抬头望着空中的娇阳 轻声说道 她并不知情 人总是本能地想离开 让自己受伤的地方 走了也挺好 沉默许久 地厅突然抬头问道 她空有仇恨 却落得灵脉被废的下场 殿下 她最终会怎么样呢 云仙轻轻摇头 尘世如烟 红尘如海 我也不知 此时的太阳 悬挂在天门正中央 少女直视着空中的太阳 表情逐渐变得坚定 她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灵脉也是可以重塑的 而人同样是可以重新站起来的 地厅 本命神通能再次使用的时候 帮我找到他 我要帮他 小地厅扬了扬自己的脑袋 放心吧殿下 我可是耳听八方 万物皆明的灵兽地厅 只要我开启本命神通 就没有我听不到的东西 说吧 她用爪子指了指少女手中的信封 你不打开看看吗 芸汐儿由于片刻 拆开了手中的信封 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或许我已经抵达了旅途的终点 请您原谅我的失礼 因为不清楚您的身份 不知应该如何称呼您 很惭愧 当时的我并未看清您的模样 写下这封信的时候 最懊悔的便是这件事 不过万幸的是 我记住了您的眼睛 谢谢您 给了我活下去的机会 滴水之恩 尚以永泉相报 救命之恩 刻骨铭心 永生难忘 那天我读懂了您的眼神 所以我知道 您会回来寻我 但 因为某些原因 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离开 请您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我的离去并非逃避 您收到的那壶酒 是我亲手酿造的 因心中感激 无法用言语表达 故以酒剔之 或许您品见过许多美酒 但我可以向您保证 这壶酒 一定会为您带来惊喜 如果您喜欢它 我将定期为您奉上 落款 王献仙 联系方式 109876577880 夏日得风裹挟着热浪 吹乱了少女的发烧 少女手中的性质 也发出了沙沙的声音 就在这时 地厅的小耳朵 轻轻动了动 师父来了 白泽帝君笑着 走到云仙身旁 殿下 你似乎很开心 只是遇到有趣的事情罢了 云仙攻身行礼 帝君的事情处理好了吗 白泽帝君汗手道 已经办妥 待我处理好王室之事 后日即可启程 说完 白泽帝君瞄了眼云仙手中的信 是那少年流的吧 嗯 云仙并没有避讳 他小心翼翼地把信收好 然后打开了信中提到的酒壶 碰 酒盖打开的瞬间 浓郁的酒香飘了出来 少女穷鼻轻轻一嗅 身体的毛孔都舒展开来 好香 白泽帝君同样闻到了这股酒香 身居高位 他不知品过多少美酒 他很快就判断出了 这胡酒的品质 没记错的话 那名少年应该才15岁吧 这般年纪竟能酿出樊阶极品的酒 云仙不懂酒 他疑惑到 帝君 樊阶极品是什么概念 白泽帝君耐心解释起来 酒有樊灵之分 灵酒由天才地宝酿造而成 所以 它蕴含神奇的效果 灵酒按品质 分为九阶 一阶最低 九阶最高 比如 前几日宴会上的炎龙酒 就属于七阶灵酒 同样是炎龙酒 因为酿造师的记忆水平不同 会有优劣之分 为了区分这种优劣 人们把酒又分为 下品 中级 上品 以及极品四个品级 而反酒因为材料原因 并没有任何效果 但反酒同样有上品 中品 下品 极品之分 哪怕是那些手艺贤熟的酿酒宗师 也不能保证 自己一定能酿出反接极品的美酒 那少年不过15岁 竟在酿酒一道上 有如此般天赋 地听小小的脑袋 大大的问号 他不明白 为什么堂堂酿酒宗师 连酿造极品反酒的信心都没有 见弟子还有些猛圈 白泽帝君继续解释道 无论是高级酿酒师 还是低级酿酒师 他们都有自己擅长酿造的酒 就好像名厨都有自己擅长的菜品一样 同样是名厨 有的擅长用辣 有的喜欢盐局 这涉及到熟练度的问题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繁街菜品 青椒肉丝 最低级的厨师 做了50年的青椒肉丝 他对这道菜的掌控 已经登峰造极 所以这位低级厨师 烹饪出来的青椒肉丝 可被称为极品 而其他人烹饪出来的青椒肉丝 可能堪堪达到中品的地步 哪怕是高阶厨师 也未必能在青椒肉丝 这道菜上击败他 回到酒上 无论是高阶灵酒还是反酒 能达到极品的品质 就代表酿酒师 对这款酒拥有近乎完美的理解 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 杜老头那个老酒鬼 你还记得吧 酒盛学院的杜校长吗 云仙有了些许印象 没错 白泽帝君府须达到 杜老鬼出身领酒世家 他的酿酒天赋 在当时被誉为 度家近三百年来最强 这般天资 酿出属于自己的首款 凡街极品之酒 也不过十五岁 听完白泽帝君的话 云仙儿终于对手中的酒 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 想到那位少年拥有如此天赋 云仙儿也稍微放心了些 少女闻着酒香 控制不住地抿了一口 酒的甘甜 瞬间在口腔中弥漫开来 他缓缓地咽下这口酒 甘泉涌入星天 恍惚间来自少年的记忆 涌进了他的脑海中 他看到了少年的痛苦 看到了少年的坚强 更看到了少年 对自己那无法用 言语表达的谢意 云仙儿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他感觉这口酒仿佛在说话 而这句话 只有短短两个字 谢谢 几乎是瞬间 云仙儿双眼猛然睁大 他又喝了一口酒 这次他没有慢慢品尝 而是直接将酒杯中的酒 一饮而尽 猛地灌入大量的酒 并没有让云仙儿感到不适 反而让他感到一种极致的愉悦感 下一瞬 少女的体内仿佛被火焰灼烧般 她的胸膛也随之起伏 仿佛要把那股火热的气息释放出来 伴随着一声响亮的凤鸣声 大日金屋再度从云仙儿的背后浮现 不但如此 云仙儿的气息 也开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开始向上攀上 巨大的金屋 在空中肆意翱翔 尽情释放心中的愉悦 身旁的白泽帝君健壮 男眼心中骇然 这 这是 金屋异象 持续了整整十分钟 伴随着金屋的消散 云仙儿体内火热的感觉渐渐消退 她的呼吸也逐渐平稳下来 少女缓缓地睁开眼睛 看着手中的酒壶 满脸的不可置信 我灵魂伤势修复了 不仅如此 我还突破了 说完 云仙儿用疑惑的眼神 看着白泽帝君 帝君 这真的是反酒吗 却是反酒 白泽帝君 语气不容置疑 云仙儿满脸疑惑 可这酒的效果 甚至比去年国宴上的桃仙酿还要好 它怎么可能是反酒呢 白泽帝君叹了口气 语气中多了些感慨 因为这壶酒 被酿酒之人注入了情感 而这种情感 得到了天地的认可 你手中的这壶酒 在某种意义上 已经脱离了反酒行列 酒与食物相似 它们都能成为情感的载体 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道无法超越的菜 而烧出这道菜的 往往是家人 正如厨神的那句名言 击败厨神的人 往往是妈妈 这就是情感的力量 登峰造极的技术 加上感天动地的情感注入 能让酿造的酒完成升华 这种酒隐藏的情感 只有特定的人才能感受到 也只有特定的人 才能享受到 酒中蕴含的祝福之力 这壶酒因你而生 它的祝福 只有你能享受到 换句话说 它是款特殊灵酒 也是专属于你的灵酒 听着白泽帝君惊叹的语气 少女舔了舔残留在嘴唇上的酒水 回想起少年藏在酒中的感谢之意 云仙嘴角微微上扬 柔声开口 不客气 第十九章 天酒市 各位乘客你们好 前方道站天酒北站 有下车的乘客 请整理好您的行李 不要把东西遗忘在列车上 天酒市 位于我国云海新省东部 因其盛产零酒而闻名 是全世界有名的酒城 同时也是我国西南地区 重要的军事重城 坐在座位上的王献仙 猛然睁眼 到了 十天前 王献仙从天剑市出发前往天酒市 去高铁站的路上 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跟踪者 按照计划 他先是往华夏东北方向跑 路上不断换乘 水运 陆运换着来 最终他在东海行省 银海市彻底甩掉了跟踪之人 甩掉跟踪后 他没有大意 几经周折 他在青梦市购买了前往天酒市的高铁 王献仙担心 他那畜生爹会通过铁路系统 查到他的车票信息 所以一直在防着他 跨站购票 多条线路同时购买 甚至 他现在的车票终点站 也不是天酒站 这十天走下来 他的精神时刻处于高度紧张中 不过 不管怎么样 他终究是抵达了目的地 天酒市是超一线城市 也是大厦七绝城之一 因为旅游业高度发达 所以在这一站下车的旅客异常的多 二十分钟后 王献仙从天酒北站离开 直接搭上了一辆出租车 师傅 去白水学院 出租车司机听到后 立刻打开计价表 好嘞 请系好安全带 咱们现在就出发 出租车行驶在高架上 王献仙看到这座城市的第一眼 就被震撼到了 酒气 这里的酒气 竟然浓郁到肉眼可见的地步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 悬浮在天上的巨大岛屿 今天的酒气 就是从那里蔓延出来的 司机看到王献仙 一脸惊奇的样子 开口道 小伙子 是第一次来 我们添酒市吧 王献仙点了点头 觉得天酒市怎么样 对得起他的名气吧 司机满脸骄傲 难以置信 王献仙惊叹道 你们长期 生活在酒气浓郁的城市中 身体不会受到影响吗 司机像是听到什么 好笑的事情似的 笑得合不拢嘴 小伙子 不经常看电视吧 这些酒气 对我们百亿而无遗憾 主要原因是 因为我们天酒市独特的地理环境 天酒市之所以能成为名酒圣地 并不是因为酒圣出生在这里 而是因为只有这里才能养出酒圣 酿酒最基础的材料 是水 天酒市名权数不胜数 天下十大名权 我天酒独占七处 不仅如此 任何灵财在我天酒市种植 都会缩短大半成熟所需时间 造成此等奇观的 根本就是天酒市下方的数万座灵脉 十二座极品灵脉 上百座上品灵脉 三千座中品灵脉 数万座下品灵脉 我们这里是酒中圣地 每天都有来自全球的酿酒师 来此朝圣 你刚刚看到的那个空岛 就是被誉为酒圣摇篮的顶级名校 酒圣学院 至于你说的酒气问题 我们天酒人也有自己的破解方法 那便是饮用凝泉之水 我们本地的泉水都有解酒的效果 天酒泉水不仅能解除体内积攒的酒气 更能帮助我们将酒气中的灵气 导入灵脉中 每天回家喝上一口甘甜的泉水 嘿嘿 那滋味 后排的王献仙 能明显感觉到 司机对自己家乡的自豪之情 不过想想也是 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 天酒市都能在全国三千个城市中 稳居前期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眼王献仙 好奇道 小伙子 我看你年纪应该是初三的学生吧 这个时间点不去准备午考 你已经打算上植高了吗 王献仙笑了笑 我天赋不太行 所以就放弃午考了 司机听后点了点头 嗨 植高也行 以后不用面对异兽 安全 我儿子 觉醒了品酒师 天赋是地级的零酒增幅 喝下的零酒 可以享受双倍的效果 王献仙眉头一挑 这天赋很好啊 无论是生活还是战斗 都挺实用的 哎 司机叹了口气 有些愁眉苦脸 实用是实用 但我们只是普通老百姓 我也不图他有多大本事 只是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 其实我是想让他上植高的 毕竟他那个天赋放在战斗里 也并不是很奇眼 但那臭小子 一心想当天舞者 怎么说都没用 这段时间 正在专心准备舞考 我这几天愁得都睡不着觉 哎 听到这里 王献仙的内心 生起了一丝酸楚 这就是真正的父亲吗 王献仙通过后视镜 看着司机担忧的表情 心中感慨万千 舞者地位崇高 收入不菲 那是因为他们 时刻要面对来自异兽的威胁 司机儿子觉醒的天赋 确实很实用 平时的修炼中 可以减少资源消耗 战斗中 又可以获得不俗的提升 相比上植高 舞者高中 确实更适合他 扭头看着窗外的风景 王献仙不禁自嘲一笑 别人家的父亲 为了孩子未来的安危 担忧地睡不着觉 而他的父亲 却不如畜生 心中的仇恨之火 再次被点燃 王献仙连忙向窗外看去 试图转移注意力 看着窗外的街景 他有些疑惑地问道 师父 最近天酒市是有什么节日吗 怎么一路走来 到处都是庆祝场面啊 嗯 难道你不知道吗 司机疑惑到 前段时间那场神迹 新闻都连续播了好几天了 王献仙同样不解 神迹和庆祝 有什么关联吗 司机突然激动了起来 当然了 这可是酒神的神迹啊 我滴个乖乖 覆盖范围全球的天地意象啊 就算是放到全世界 也没有过这种级别的意象 听专家说 大范围的天地意象 往往象征着新时代的开始 这场意象过后 天酒市觉醒酒类天职的学生数量 比往年足足增长了18% 而且 和酒有关的天赋品质 也都有了小幅度的提升 大家都认为这是上天赐予我们天酒的祝福 所以 这几天都在举办庆祝活动 今天还算是冷清的呢 你是没见一个星期前 那场面 比酿酒大赛都热闹 酿酒市协会 甚至以为这场神迹 还特地启动了酒神计划 王献仙很快捕捉到了关键信息 师父 什么是酒神计划 司机师父皱了皱眉头 这我还真不是很清楚 可惜咱们 已经到白水学院了 不然书 还能帮你打听打听 不过 那个计划还挺出名的 你试着上网找找 听吧 王献仙只能压下心中的好奇 在付过钱后 他拎着背包下了车 他看着眼前大到夸张的学院大门 嘴角忍不住地抽了起来 这是植高 第二十章 白水学院 面前的学院大门宽度 已经达到了上百米 从马路边到大门的中间 还有个巨大的广场 广场上有很多学生家长 显然这些家长 都是来带孩子 提前考察学校环境的 中考有文武之分 学生也是在初三开始分流的 前九年是义务教育 中考过后 学生要在植高和武高中 做出选择 天职与天赋 不适合战斗的学生选择植高 剩下的学生 基本都会参加武考 然后根据文武两科成绩 考取武高 值得一提的是 植高和武高的学生 都能参加高考 因为参观的人很多 所以没有任何审查 王献先直接走进了学校里 在几番询问下 王献先来到了教务处 教务处的人不是很多 现在正值暑假 学校已经是休息状态 植高的暑假放得比较早 大概六月中旬就放假了 不过虽然人少 但还是有位 带着金丝眼镜的老师接待了他 王献先同学是吧 临站几天前就叮嘱过我 今天终于把你等到了 这位老师热情的有些过分 他抓着王献先的手 亲切道 我叫周灵 是一年级的年级主任 莫老现在不在学校 你有什么需要尽管提 我尽量给你安排 面对周灵的热情 王献先虽然有些猛 但他还是礼貌回应道 谢谢周老师 我想问一下 莫教授什么时候回来啊 这你可有的等了 周灵给王献先倒了杯茶 莫老现在正带领团队 在国外调研 没一个月的时间 恐怕回不来 不过你放心 临站已经把你大概的情况和我说了 有什么需求 老师给你办 王献先起身行礼 谢谢周老师 不用跟老师客气 周灵拍了拍少年的肩膀 赶了那么久的路 累了吧 老师已经给你安排好宿舍了 我现在就带你过去 麻烦老师了 五分钟后 两人走在学校内的道路上 周灵正在向王献先 介绍白水学院 别看咱们白水学院是直高 但建造规格 却是向大学看齐的 近些年来 随着新生人类的天赋品质提升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踏入天舞者的领域 日益增多的修行人口 导致修行资源的需求 也在不断扩大 面对零酒市场的供不应求 天酒市的领导经过商讨后 最终建造了白水学院 白水之名 是酒圣学院的校长亲自取的 白水 一尾酒 周灵的讲解很有意思 王献先并不觉得枯燥 相反他 甚至还多了几分兴致 虽然咱们学校才开办三年 但已经有了不俗的名气 招生计划每年都在扩招 白水学院之所以吸引力那么大 除了师资力量强之外 最有诱惑力的条件 还是保送计划 保送计划 王献先疑惑到 周灵神秘一笑 每年酒圣学院 都会给予白水学院 五名特招名额 王献先听到这里 愣了一下 好家伙 直高直接保送重点 难怪那么多人报名 要想考上酒圣学院 这种全国排名前十的名校 你的成绩 起码要在全省排前500名 全省前500名 是个什么概念 华夏天朝 36个省 3000个城市 平均下来 差不多每个省份 有100个城市 也就是说 高考成绩要达到全市前五 才有机会 而在白水学院 你只需要达到全校前五 就可以上九圣大学 全校前五和全市前五 用脚趾头 也知道该选哪个 正当王献先感叹时 周灵的声音 直接将他拉回了现实 咱们到了 听到声音的王献先 向前方看去 一座座别墅 有序地落坐在道路两旁 这些别墅的款式 都非常相似 都是两层半的小别墅 每个别墅外 还带了个小院 路上的指示牌 写着醒目的几个大字 教师住宿区 王献先见到后 忍不住问道 周老师 咱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周灵领着王献先 来到其中一栋别墅前 笑着解释道 没来错 林战说 你未来三年都会待在学校里潜行学习 考虑到寒暑假留校的问题 所以把你安排在了教师宿舍 说着 周灵从口袋中取出了一张白色卡片 这是你的临时学生证 也是别墅的钥匙 开门后 周灵带着王献先 简单地参观了别墅内部 这别墅每层大概120平 算上地下一层总共三层半 地下一层是酿酒室 虽然面积不大 但绝对够用了 一楼和二楼都是生活区 楼顶有个小阳台 可以供你养点灵直 晒晒太阳啥的 哦对了 这里的部分教师脾气有些古怪 你 周灵事无巨细地交代 王献先听得很是认真 毕竟 以后这里也算是他的家了 交代完后 周灵拍了拍王献先的肩膀 你的情况 我已经从林战那里了解了一些 老师会帮你隐藏你的学籍信息 外面的人没法办查到你 王献先有些惊讶 学籍信息这种东西 严格意义上算是国家档案 职高的老师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权限 见王献先有些疑惑 周灵解释道 我们白水学院有些特殊 虽是职高 却只属于九胜学院 所以 你的学籍信息归属九胜学院管理 为了保护学生的信息安全 顶级高校对自己学生的学籍档案 都有极大的自主管理权 在这里 你只要安心学习即可 十分钟后 周灵离开了 身为年级主任 周灵的工作量并不小 他把自己的联系方式 留给了王献先 并叮嘱 遇到什么问题 直接给他打电话 王献先很喜欢这个老师 不仅仅是因为对方的热情 而是这位老师 从细节中流露出的真情 他能感觉到 对方对他的关心 是发自内心的 在王氏那么多年 王献先还是学会了不少东西的 其中就包括 一定程度上看穿人心的本事 谁真心实意 谁虚心假意 王献先能凭着第六感判断出来 其实 这也是被逼出来的 这个技能 是他不知道吃了多少亏 才练出来的 周灵走后 王献先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去市区购买了一大堆生活用品回来 当他把宿舍简单布置好 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八点 王献先早早地完成了洗漱 躺到了自己的心床上 这些天一直在路上奔波 他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睡前 王献先习惯性地看了回新闻 看完新闻后 正当他要锁平时 手机弹出了语音电话 林湛主任 第21章 林老师的身份 接通后 林湛喜悦的声音 从话筒中传了出来 今天一直在开会 刚刚看到你发的消息 臭小子 怎么才到天九十啊 王献先憨笑一声 路上顺便玩了几天 这才是年轻人嘛 多见见外面世界 是好事 林湛爽朗地笑了出来 那个周灵老师 你见了吧 见到了 周老师人很好 很热情 王献先答道 林湛乐呵道 周灵是我亲师弟 你把他当成我就好了 不要怕麻烦 好 一番简单交流后 林湛开始进入了正题 献先 今天你的父亲 派人来学校打探你的情况 我找了借口糊弄过去了 不过你家的探子 估计知道 我曾经找过你 所以老师缠着我 到这里 王献先立即担忧了起来 林主任 你直接告诉他们就 话还没说完 就被林湛打断了 开什么玩笑 你当老师是谁 每点背景我三十出头 就来你们学校当主任 原本老师 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相处 可换来的 却是担忧和害怕 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你老师 我来自天九龄市 星牌地族的含金量 你不会不知道吧 星牌地族 华夏并非只有十二位大帝 在万年的五道长河中 还有不少强者打破枷锁 抵达巅峰 而这些兴起的大帝 加起来 足足有二十四位 十二大帝对华夏的贡献极大 为了表达对他们的尊重 同时也是 为了彰显他们无上的地位 所以 旧帝的尊号 都是单字 比如 建帝 酒帝 丹帝 药帝 茶帝 而兴起的大帝尊号 都是双字的 比如 黄剑大帝 瓷九大帝 玄湖大帝 天九龄市的大帝 正是瓷九大帝 王献仙做梦都想不到 他这个在学校骚包的 不得了的主任 竟然也是帝族 所以 你还要担心我吗 灵战调侃的声音传了过来 不担心了 突然王献仙似乎想起了什么东西 主任 酿酒师协会的灵酒副会长 是不是也是灵师的 哟 看来你现在已经想开了吗 都开始主动了解酿酒师协会了 灵战很是欣慰 你说的那位 确实是我们灵家的 灵酒副会长 是我二高组 我那二台高组脾气很怪 这些年和组里其他高层的关系 也不太好 为啥呀 王献仙有些好奇 原来你小子也是喜欢听八卦的吗 灵战调侃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你家也是帝族 高层之间藏的事情太多了 谁知道是因为什么呢 不过有件事情 我倒是挺有印象的 大概是十几年前 那个时候 我和你差不多大 二高组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和家里爆发了冲突 结果被我六列组拦了下来 并囚禁了起来 那是闹得很大 到最后 这是甚至惊动了组里的数位长老 太详细的我也不清楚 反正从那以后 二高组就很少回家了 除了重大节日外 基本不回去 讲完 灵战倾壳两声 好了 老师已经和你说了我家八卦了 作为回报 你是不是也 突然 灵战那边传来了一阵吵闹的声音 先不说了 我这边来世了 每次中考都一堆破事 挂了 改天聊 看着电话被挂断 王献献哭笑不得 他这个老师什么都好 就是太喜欢八卦 放下手机后 他开始思考 刚刚灵战主任的话 很快 一个比较合理的猜想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灵战副会长在十几年前和家族发生矛盾 那个时间点 大概是王氏逼迫母亲与王建年合理的时候 身为师父的灵战 应该是想去天剑市给弟子撑腰 但灵战可能是考虑到王氏崛起 不愿与王氏交恶 最终 灵战与家族高层爆发了争论 有了合理推测后 王献献再次打开手机 开始在网上查询关于灵战的资料 身为酿酒师协会的副会长 灵战拥有自己的词条 点击后 映入眼帘的是满屏的头衔和荣誉 灵战 一品登天境初期舞者 八品酿酒师 被誉为灵家近千年来天赋最强者 今年161岁 华夏酿酒师协会副会长 国家灵战研究中心副主任 华夏灵战院院士 九圣学院终身名誉教授 新时代舞者灵战开发计划的领军人物 国家五归位高级别专家组成员 看着灵战的人生经历 王献仙不禁有些震惊 不到200岁的登天境 简洁上说过 灵战的天职是九痴 是较为稀有的天职 也是历史所有九痴天职中 最强的持有者 他的天赋是X级的金昭罪 具体效果未知 人们只知道 他能通过饮酒巨服增强战力 X级的天赋 王献仙突然想到了王北辰 如果自己没有觉醒 那他和王北辰之间的差距 如同天谴 想到这里 王献仙也睡不着了 他要想个方法 见到灵酒副会长 而且这个方法 不能太吸人耳目 点开手机 王献仙开始搜索 关于灵酒的新闻 锦号因酒神天地意向 酿酒协会紧急开启会议 锦号 锦号灵酒副会长提议 加大对新人酿酒师的资源倾斜 锦号 锦号某不知名新酒 在酿春楼 获得灵酒副会长的高度认可 锦号 锦号针对神迹 酿酒协会推出酒神计划锦号 酒神计划 想起白天的司机师傅说的话 王献仙陷入了沉思中 他那天晚上引发的天地意向 因为和酒有关 所以引起了天酒师的高度重视 这种全球范围内的天地意向 能增加孩子们 觉醒酒类天职的概率 也能提升他们的天赋品质 许多高层都认为这是酒道腾飞的前兆 于是就有了酒神计划 所谓酒神计划 就是高层开始在全国范围内 大规模筛选优秀酿酒人才 并给予其大量的资源倾斜 正常情况下 要想参加酿酒师考核 需要满足不少条件 比如 酿酒记录 高阶酿酒师推荐 但现在 这项门槛将在近几年被彻底放开 觉醒酿酒类天职的年轻人 可以大胆去酿酒师协会接受考核 天赋高的 甚至能得到高阶酿酒师的指导 为了顺利开展计划 平时较为自由的酿酒师协会 也变得忙碌起来 简单查询后 王献仙得知 零酒副会长喜欢指导年轻人 也许是因为曾经的教学生涯 他对待年轻人总会很有耐心 前日就有两名年轻酿酒师 有幸接受了零酒的指导 看到这里 王献仙心头一热 他当即决定 明天去酿酒协会碰碰运气 第22章 酿酒师协会 一日 凌晨六点 王献仙准时睁开了双眼 简单洗漱后 他先是取出七天假面 七天假面 品质 玄阶极品 种类 伪装领宝 效果 面容改变 介绍 能改变面部肌肉的伪装面具 因其原理作用于肌肉 所以无法被人发现 助 无法伪装凌厉波动 戴上面具后 王献仙感觉脸部肌肉 开始不断变换 十分钟后 一张长相清秀的面孔 出现在了镜子里 王献仙摸着自己的新面孔 轻轻一笑 你好 云九 做好伪装后 王献仙直接出了门 在校门口吃了早点后 又打了一辆车 师父 去酿酒师协会 好嘞 车辆行驶在宽大的道路上 司机忍不住扭头往后方看去 孩子 你是去酿酒师协会参加测试的吗 您是怎么知道的 王献仙有些好奇 司机轻笑一声 解释道 嗨 这几天拉了好几个 去酿酒师协会的客人 他们全都是去参加测试的 还有两个和你年纪相仿 所以我就猜 你会不会也是去参加测试的 王献仙有些感到意外 他趁机问道 师父 你对酿酒师协会了解吗 网上似乎没有太多有用的信息 酿酒师协会 司机眉头一挑 那你可问对人了 在天九 谁家不认识几个酿酒师啊 传闻酿酒师协会 是酒地度酒建立的 后来经过数千年的制度变更 才有了今天的模样 酿酒师和零酒一样 有很严格的等级划分 等级共分为九个品级 一品酿酒师最低 九品酿酒师最高 经过司机师父的讲解 王献仙大致对酿酒师有了一个较为详细的认知 酿酒师协会的主要作用就是审核考察酿酒师登记 同时 他还负责零酒安全管理 酒方开发等一系列和酒有关的活动 注册酿酒师的人数并不多 根据酿酒协会公开的数据 截至去年 全国注册酿酒师人数共3080万 其中 三品及以下的酿酒师比例达到80% 绝大部分的酿酒师都是初级酿酒师 高级的酿酒师属于绝对的稀罕货 看起来酿酒师很多 但华夏的总人口可是达到了520亿 这也是酿酒师协会如此求贤若渴的理由 半小时后 出租车稳稳地停在了酿酒师协会前 身为酿酒师协会总部 它具有神话般的美感 酿酒师协会总部的外观设计独特 充满了艺术感和科技感 它不仅是酿酒师协会的总部 更是天酒师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这座气势辉煌的建筑 整体呈现出圆柱状 高耸入云 仿佛要刺破云霄 它的外墙是由一种特殊的材料制成 呈现出一种银灰色的金属质感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这种材料具有强大的防护能力 据说能够抵御酒界异兽的攻击 建筑的正门上方 镶嵌着一个巨大的酒葫芦标志 标志上刻着酿酒师协会几个大字 字体古朴典雅 其内仿佛蕴含着无上威能 虽然只是早上八点 但酿酒师协会外的广场 已经来了不少人 放眼望去 这些人的年龄大多都在25岁以下 王献仙跟着指示排的引导 来到了入口处排起了队 半个小时的等待后 王献仙终于来到了入口登记处 姓名 云九 年龄 十五 天职和天赋呢 不方便透露 此言一出 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 忍不住抬头多看了他两眼 同学 不登记天赋和天职是允许的 但你要保证 你的天职拥有酿酒类技能 否则 会被我们协会视为捣乱 从而加入黑名单 王献仙轻轻点头 表示自己清楚规则 工作人员简单登记后 交给王献仙一个号码牌 同学 请拿好你的牌子 进去后 会有工作人员引导你 进入测试区 谢谢 进入酿酒师协会内部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大厅 大厅的地面 是由一种特殊的食材制成 光滑如镜 能够反射出人的倒影 大厅的中央 摆放着一个巨大的酒坛 酒坛上刻着各种精美的图案和符文 这个酒坛是酿酒师协会的象征 它也是一件品质极高的灵器 大厅的四周 分布着各种房间和走廊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王献仙很快来到了测试区 测试区是一个奇特的空间 里面有很多独立的酿酒室 因为酿酒的酒箱 很容易干扰其余酿酒师 所以 每个测试者都拥有单独的房间 工作人员带他来到 一间酿酒室内 交代道 同学你好 我们这里为你提供了三种一阶零酒的配方 合格标准 为酿出一阶零酒 无论品质 这里有很多材料 你可以自由使用 目送着工作人员离开后 王献仙看着眼前的众多材料思索起来 从刚刚的谈话中 他得知 灵酒这几天都在酿酒师总部 他要引起对方注意力 但也不能太过惊人 没见到灵酒之前 他绝不能过早展现自己天赋 思考再三后 他放弃了酿造灵酒的打算 决定酿造一款极品凡酒 极品凡酒 同样能证明他的天资 而且冲击力会小很多 想到这里 王献仙挑出材料 然后开始了酿酒 酿酒师协会顶层 副会长办公室中 两人相对坐 坐在主位上是一位白发老者 另一位中年人 正认真地为老者冲茶 师父 甜甜喝酒 今天我给你换个口味 这可是我在甜茶室 带回来的好东西 白发老者笑骂一声 你小子没屁革了嗓子是吧 买这玩意干啥 再说了 茶这东西 我这种大老粗可喝不惯 听吧 中年人无奈摇头 师父 人家茶王都当众道歉了 您还抓着不放 让外人知道了 还以为咱们酿酒师小心眼呢 小心眼 白发老者冷哼一声 他奶奶的腿 喝茶就高贵 喝酒就粗鄙 按他这样说 那吃灵药的人 岂不都是有病的 这老小子真敢说得出口 要不是老子现在修身养性 可以前老子非把他吊起来打 中年人摇了摇头 不再说话 他知道自家师父的性格 记仇得很 那咱不提他了 不过 您也不能因为 他就拒绝弟子 给您带的好茶呀 那您多亏呀 白发老者听罢 眉头一挑 既然是剑州你孝敬我的 那为师就品上一品吧 还没等他把茶端起来 门口就响起了敲门声 09副会长 我有事情要汇报 进 第23章 09 秘书推门而入 快步来到白发老者面前 09会长 李部长 09抿了一口茶 小周啊 什么事啊 那么急 秘书满脸喜悦 副会长 天才啊 咱们酿酒师出天才了 哦 09好奇问道 是什么样的大天才让你 兴奋成这个样子 周秘书压下激动的心情 迅速开口道 就在刚刚 有个年轻人前来参加酿酒师考核 这个年轻人并没有遵循我们的考题 他没有酿造灵酒 反而自酿了一款反酒 经过多方检测 我们一致认为这款酒的品质达到了极品 反接极品 09有些疑惑 反接极品确实不错 但不至于让你这样激动吧 周秘书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单纯的反接极品肯定不能啊 那款酒似乎具有非常奇特的效果 那位少年的酿酒技能 似乎能为09附加奇特效果 有点类似清酒大师的清酒酿技能 讲到这里 周秘书的身体也抖了起来 更重要的是 那个孩子才15啊 才刚满15啊 什么 09猛然起身 满脸都不敢相信 你再说一遍 他今年多少岁 15岁 而且是前几天刚满15岁 据他所说 他的天职是生日当天觉醒的 副会长 天职刚觉醒几天 就是酿出特殊凡街极品美酒的天才 话还没说完 09就激动地抓住秘书的手臂 他现在在哪 周秘书感受着手臂传来的酸痛感 连忙回答 副会长 那少年现在还在酿酒室 只是 那孩子有点奇怪 面对我们的询问 他什么都不愿意透露 不过 他倒是提了个要求 什么要求 一旁的李建周 也有些好奇 周秘书似乎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情 他说 要单独会见09副会长 他只愿意和您聊天 副会长 我估计 那小子是你的狂热粉丝 听到这里 09的老脸 直接笑出了褶子 小周 周可要批评批评你了 我强调过多少次 咱们工作人员办事 要讲究灵活 不要太过于死板 周秘书显然十分了解 副会长老顽童的性格 他憨笑两声 您批评的对 下次我改 嘿嘿 那你快把他带过来吧 别让咱们未来的大天才等急了 好 那您老稍等片刻 目送着秘书离开房间 09连忙整理起自己 有些乱掉的衣衫 剑周 快看看 为师还有没有乱的地方 李剑周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您还在乎自己的高人形象啊 听到弟子调侃 09眉头一皱 别给老子嬉皮笑脸的 让你看你就赶紧看 第一印象多重要 你懂不懂啊 是是是 跟着周秘书走在走廊里 王献献显得有些紧张 哪怕他现在能通过 两侧的透明玻璃 俯视天九世 也无法让他的内心变得平静 周秘书 09副会长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前方的周秘书 回头看到少年 有些紧张的表情 微笑安抚道 放心吧 副会长对年轻人很亲近 他有点类似老顽童的性格 也没有大人物的架子 放平心态就行了 不用紧张 王献献并没有因为这份安抚 缓解内心紧张情绪 他的紧张 源自对09的不确定性 他担忧母亲的这位恩师 会拒绝帮助自己 甚至对方可能会 不等王献献过多胡思乱想 他的耳边就响起了敲门声 堵堵堵 副会长 我把人带过来了 门里立即传来一道 低沉而又雄厚的声音 进来吧 伴随着这道声音 一个威严强大的老者形象 迅速在王献献心中建立起来 少年情不自禁地咽了口唾沫 门打开的瞬间 一个白发苍苍 长须飘飘的老者 出现在王献献的视线内 他的面容慈祥而睿 浑身散发着一股不可言喻的仙气 最引人注目的是 他深邃如海的眼眸 里面仿佛透露着 对尘世的淡然与超脱 王献献心中的压力越来越大 正在这时 周秘书悄悄在他耳边说道 别怕 这是装的 说完 他还不留痕迹地 冲王献献眉眨眨了眨眼睛 装 装的 王献献满脸问号 他啥也不敢说 啥也不敢问 副会长 人带到了 我就先下去了 灵九轻轻转身 背对二人 副手而立 嗯 去吧 周秘书听着副会长 故作低沉的声音 努力压制的嘴角 疯狂颤抖 他直接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办公室 等冲到走廊后 笑声直接破喉而出 留在办公室的王献献 整个人都骂了 李建州见师傅装上头了 轻咳一声 然后开口问道 孩子 你好 我叫李建州 是采购部的部长 王献献连忙向对方 行了个晚辈礼 李部长好 这时 灵九终于忍不住 将身子转了回来 看着少年清澈的眼神 他双眼猛然爆发金光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灵九直接切入主题 孩子 我听说你酿出了 具有特殊效果的 凡街极品之酒 能否让我浅尝一二 王献献连忙举起 手中的酒壶 当然没问题 从少年手中接过酒壶 灵九取出两个酒杯 倒满后 灵九向李建州比了个手势 建州 你也来尝尝 是 师傅 王献献听到这里 瞳孔微缩 这位李部长 竟然是灵九的弟子 师徒二人端起酒杯 先是品香 灵九闻到酒香后 脸上多了些意外 竟然是竹叶青 说完 他就这么仔细地端着这杯酒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一旁的李建州 似乎想起了什么 也沉默了下来 师傅没动 他也只是端着酒杯 静静等待 许久之后 灵九叹了口气 多少年没喝过了 没想到今天还能喝上一杯 说吧 他直接将酒咽入肚子中 几乎是瞬间 灵九体内的气势 开始迅速向上攀升 他难以置信地 看着面前的王献献 双眼绽放金光 身体忍不住地颤抖 甚至连呼吸 都变得炽热起来 一旁的李建州 同样骇然地 看着这位 长相清秀的少年 反九成灵 反九成灵 灵九最先反应过来 他连忙向着 胡酒丢下鉴定 竹叶青酒 品质 反皆极品 酒先赐福 效果 清新通脉 鉴定结果 因赐福而获得特殊效果的反九 看完鉴定结果后 灵九内心九九无法平静 眼前的这个少年 竟然能让反九 附着特殊效果 旁边的李建州 语气也开始变得凝重起来 孩子 能告诉我们 你的天职和天赋吗 第24章 当年的真相 面对李建州的提问 王献献脸上多了些纠结 他不知道这位医师母亲师兄弟的存在是否可信 但他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婉拒对方 李建州见到少年脸上纠结的表情 瞬间联想到刚刚周秘书提到的特殊要求 师徒二人迅速交流眼神后 李建州直接从口袋里取出手机 装作有电话要接的样子 行 我知道了 现在下去 把手机摔回口袋后 李建州向灵九行了一礼 师傅 材料那边出了些情况 我先下去看看 去吧 等李建州离开房间后 灵九温柔开口道 孩子 不要紧张 有什么事情 慢慢说 扑通 看着少年朝自己跪了下来 灵九脸上的温柔瞬间被愤怒取代 他连忙一步 避开少年的跪拜里 这是干什么 身为武者 当有傲视之谷 若你有难处 可直接开口 我尚未帮你 为何这般姿态 堂堂七尺男 天地都不可轻易下跪 你怎可随意向外人行跪 王献献跪在地上 腰杆挺得异常的直 武者傲骨 天地不贵 唯有三者可贵 父母长辈 救命恩人 与授业恩师 请您不要生气 我这一贵 并非为了自己 少年的话 让灵九愤怒的情绪 稍微冷静了下来 你说 你不是为了自己而贵 那又是为了谁 为了母亲 少年不卑不亢 母亲 听到这里 灵九陷入了沉思之中 突然他想起 自己还不知道少年的名字 你叫什么 你的母亲又是何人 少年将手轻轻放到脸上 我叫云九 但这不是我的真名 在灵九震惊的眼神中 王献献取下了脸上的伪装面具 我的母亲姓默 明婉哥出生于天剑默家 因酿酒天赋出众 15岁时通过特招考试 考入酒圣学院 16岁时 不幸陷入假酒风波 但也因祸得福 与灵九教授相识 18岁时 在灵九教授的鼓励下 参加酿酒大赛 斩获青年组冠军 他也因此被灵九教授 说为弟子 25岁时 为了家族 他首次违背师父命令 返回家族 与天剑王室联姻 26岁 但下一子 但因王室光复 被墨家抛弃 27岁 被迫与丈夫合离 37岁 溺水身亡 少年稍许颤抖的声音 不断回荡在办公室中 林战开始仔细端向着少年的面孔 像 真像啊 不知不觉中 少年的面孔 在他的视线中 变得模糊起来 他抬起脚步 重新回到了少年的正前方 看着灵九不再躲避自己的跪拜 王室先正声开口 莫婉歌之子 王室先 代母请罪 猎徒之子 拜见师爷 说完 少年用力地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 磕完 王室先并没有抬起头 他在等 等师爷的发话 灵九看着跪在自己身前的少年 久久不语 他拿起少年酿的竹叶青 直接对着酒壶好饮 竹叶青是你母亲 当时酿的最多的烦酒 因为他总喜欢去竹林秘境 回来时 总会忍不住采摘新鲜竹叶 他是个懂事的孩子 也是最听我话的孩子 当年莫家为了提升自己家族的影响力 把算盘打到了没落的王室身上 鲜美的肥猪竟然妄想与饥饿的猛虎为伴 莫家不仅献出了大量的家产 更是想将名声显露的家族千金 荡成礼品 许给了王室 你母亲是难得的酿酒奇才 我不愿 他被家族婚姻束缚 但莫家先斩后奏的做法 将你母亲架在了火堆上 受困于家族羁绊 你母亲最终还是选择接受家族的安排 最终 他留下一封信 不告而别 这让我很愤怒 但当时的我只是区区二品五者 远没有现在的影响力 虽然愤怒 但这毕竟是弟子选择的姻缘 我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参加完他的婚宴后 我有所感悟 不久后就进入了闭关中 准备冲击一品登天之境 等我出关时 成功抵达登天境 刚出关 我就收到了你师伯传来的消息 我这才知道 在我闭关的两年中 发生了很多事情 最让人震惊的当属 失踪三千年的剑底 突然有了消息 不出我的意料 重新站稳跟脚的王室 第一剑斩到了莫家身上 莫家只能灰溜溜地 跑到边疆谋生 而你母亲 却遭到了慕容家和王室的针对 你的外公找到我 跪在我身边 求我把你母亲救出来 但我让她失望了 说到这里 林九脸上染上一丝愧疚之情 面对两大老牌地族的联姻 林家不愿我去趟这趟浑水 我受到了家族的囚禁 你的母亲听闻此事后 以纸为笔 以写为末 写下一封血书 与我断绝师徒关系 她在信中说 她并非那么可怜 她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她恳求我 不要怜悯她 我同意了 听到这里 王宪先心如刀割 林九看着身体不停颤抖的少年 顿了一下 知道她的幸福是什么吗 没有给少年回答的机会 林九长叹一口气 是你 你母亲求我帮她办一件事情 她求我帮她的孩子 获得自由 那天过后 这世界上多了一个虚构的人 云九 讲完这一切 林九与王宪先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林九在等少年哭完 许久之后 少年的身体停止了颤抖 林九揉身开口 起来吧 是 看着少年悲伤的面容 林九轻轻为她擦拭了残留的泪水 一路走来 吃了不少苦吧 王宪先努力仰起嘴角 不苦 林九揉了揉少年的脑袋 孩子 从现在开始 这里就是你的家 你听懂师爷的意思了吗 王宪先强忍着泪水 疯狂点头 见到少年这般模样 林九的心也轻微颤了起来 想哭就哭吧 在长辈面前哭 不丢人 顷刻间 少年的抽气声不断在房间内响起 九九无法停息 第25章 EX及天赋 师公的震惊 等王宪先情绪稳定下来后 林九轻声说道 孩子 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害怕了 你同样可以相信你的师伯们 讲完 林九一个电话 把李建州喊了过来 刚进门 李建州就感觉房间内气氛有些不对 自己老师似乎很是难过 发生了什么 林九并没有卖关子 他指着王宪先 他是你师妹的儿子 李建州瞬间瞪大了双眼 王宪先 可是 师妹的孩子 为什么会在这里 林九简单地为弟子 讲解了当年的事情 很多东西 他都没有告诉弟子 而是自己藏在了心里 李建州听完后 也多了些沉默 他走到王宪先身旁 拍了拍他的肩膀 孩子 重新认识一下 我叫李建州 是你大师伯 师伯好 林九挥了挥手 示意王宪先坐下 宪先啊 和师公讲讲 这些年你的经历 好 两个小时后 房间中稍微悲伤的气氛 早已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 无尽的愤怒 李建州猛地砸了一下茶几 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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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听到王宪先 是以这样的方式 被逐出家族后 向来以温文儒雅著称的 李建州 也难以克制自己的愤怒 李建州看着 十分冷静的师父 怒声道 师父 这是我们必须要向王室讨个说法 见灵九保持沉默 李建州有些难以置信 师父 您对这种事向来是 为何 灵九抬头望了李建州一眼 那眼神中蕴含着无尽的怒火 李建州见到后 心脏骤然一停 立场 灵九压制着暴怒 建州 你给我个干预这件事的立场 李建州听到后 直接哑火了 是啊 他们现在根本没有立场 去管这件事情 先不提这是王室的家事 小师妹也是明确 与师父断绝关系的 换句话说 他们是纯粹的外人 在华夏 无论大事小事 向来讲究师出有名 他们只是区区外人 于公于私 都管不到王室头上 李建州有些不甘 难道就这样算了 算了 灵九清金暴露 老子定要宰了王建年 那个小畜生 万万不可 李建州大惊失色 师父 那王室今非昔比 据可靠消息说 三皇殿已经找到 部分线索 见地 李建州话还没说完 便被灵九打断 你当为师 是个大傻吗 建州 到现在 你还没意识到重点 重点 你的侍之刚刚说他 天赋觉醒失败 血脉尽损 灵脉被废 我问你 现在他就在你身旁 你没有察觉到什么吗 听着老师的话 李建州终于开始 认真打探起王献仙 他用手触碰了 王献仙的身体 然后探查起来 片刻后 他瞪大了双眼 你的身体为何 在他的视角中 王献仙灵脉强劲有力 体内蕴含着坚韧的力量 他的肉身与精神之强 远超同龄 同龄的普通孩子 无论是体魄还是精神 都不过十点左右 而王献仙的体魄 和精神的数值 起码有一百以上 不可思议 灵九目光灼灼地 看着自己徒孙 孩子 如果你没有对师公撒谎的话 你这样的情况 我只能想到一个可能 那就是你本来 觉醒失败的天赋 在你受伤后 二次觉醒了 而这次觉醒 不仅为你带来了 强大的天赋 更为你 修复了身体的创伤 刚刚你那个 反九入灵的本事 大概就是 你天赋的效果 见师公和师伯 有些期待地看着自己 王献仙轻轻点头 他调出葫芦仙人 为自己伪装的天职面板 我的天职为 九剑克 天赋为 枪劲九 天赋等级 EX级 少年的声音 如同锯锤般 敲在师徒二人心脏上 震惊片刻 灵九仰天长笑 哈哈 笑完后 他目露金光 紧紧盯着王献仙 心中可有仇恨 错骨扬灰 致死方休 少年铿锵有力道 好 和师公说说 你未来的打算 二十分钟后 有些口干舌燥的王献仙 喝了口师伯递来的茶 瞬间瞪大了眼睛 这什么茶 没等他问出来 李建州率先发问 所以 你打算让天赋曝光 获得国家的扶持 嗯 见师伯与师公脸上有些精彩 王献仙小心翼翼问道 有什么不对的吗 没有什么不对的 你处理得很好 灵九回答道 但你年龄太小 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 所以 问题考虑的没有那么周全 EX级的天赋持有者 被誉为大地种子 只要不陨落 必成大地 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 你选择依靠国家 确实是明确的选择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当你加入国家势力的时候 就必须要做出取舍 当国家想要调查你的时候 什么伪装都将原形毕露 也就是说 国家将会很清晰地知道 你是王室族人 加入国家 就意味着 你要与家族进行完全割裂 我想 你应该知道 完全割裂是什么意思 无论是血脉 恩怨 都要割舍 如果感到奇怪 不如好好想想 为什么国家 不允许地族参政 王宪仙瞬间听明白了 他原本就猜到 加入国家会有约束 但没想到 约束力会这么强 国家不可撼动 他的背后是三皇 面对异兽带来的生存危机 国家必须要足够强大 而要想变强 垄断是不可取的 华夏悠久的历史告诉我们 只有人民当家做主 国家才会迸发出 源源不断的能量 不然 垄断与霸权 只会拖垮国家 导致负面 三位皇者 大公无私 他们将手中 所有权力归还国家 并充当起 华夏保护神的角色 就连皇室都以身作则 让权于明 更何况是我们 地不参政 国不设地 这是写在宪法里的东西 听到这里 王宪仙眉头紧簇 难道他只能一直狗下去 如果是狗着 他修行的速度 必将大幅降低 他等不及 他做梦都在复仇 让他等个几十上百年 他恐怕会先一步 被自己心魔干掉 那施工有什么办法吗 王宪仙问道 当然 灵九嘴角上扬 国家的路走不通 那就走另一条路 另一条路 第26章 另一条路 另一条路 就是地族 灵九继续解释道 出于对大地的尊重 国家虽然收回了 地族手中的权利 但同样保留了 对地族最大程度的尊重 国家为地族 制定了新的蛋糕 大地地位崇高 每多出一尊大地 就意味着其余地族利益受损 毕竟蛋糕就那么大 每多一个 就以为自己 能吃的份额 将会变少 所以 地族之间 盘根错节 关系复杂 可无论怎么样 人族的发展 都是首位 我们地族也做不出 为了自身利益 残杀天才的事情 更何况 多个大地 同样意味着 有做大蛋糕的机会 正因如此 新牌地族 都获得了老牌地族的扶持 无一例外 想要吃蛋糕 你必须要得到 大多数人的允许 听到这里 王献仙恍然大悟 您的意思是说 林家 林九笑着摇摇头 准确来说 是林氏所在的利益联盟 我林氏一家 可没有这样的话语权 林氏摸了摸王献仙的头 但这一切的基础 是你的天赋 你必须要展现出 你那惊人的天赋 让他们明白 你的成长不可阻挡 只有这样 他们才会放下心中的傲慢 对你以理相待 王献仙正声开口 请师公帮我 还知道我是你师公啊 林九没好气到 一家人 说什么请不请的 建州 你去准备一下 把云九这几年的经历 再修改一下 另外 不要忘了 给他报名中考无考 学籍方面 你自己看着弄 李建州接过王献仙手中 关于云海的资料 郑重道 师父放心 我现在就去办 说吧 他快步离开了办公室 目送师伯离开房间 王献仙好奇问道 师公 为什么要报名中考无考 傻小子 林九宠溺一笑 师公问你 为什么我们地族子弟会上学 王献仙快速回答道 因为这是国家的应行要求啊 为了防止各大家族思想出问题 无论是地族还是皇族 年轻族人都必须经历九年义务教育 林九点头 接着问道 那你知道九年义务教育后 为什么我们同样会选择去上学吗 思索片刻 王献仙依然想得不到答案 为什么 林九领着王献仙来到窗边 一老一少 透过窗户 俯视着庞大的天九室 因为资源 国家掌握的资源 远非我们地族能比 所以 我们才会让年轻族人 继续去学校上学 其一是能减小族人 资源方面的消耗 其二 则是国家手中掌握的特殊资源 国家组织的大型考试 具有很强的权威性 展现天赋的最好办法 就是在这些考试中 取得碾压班的分数 中考只是起步 你真正的目标是 越级参加高考 高考可谓是年轻人 含金量最大的考试之一 你只有在中考里 取得优异成绩后 才能获得越级高考的资格 王献仙深呼一口气 师公 我会努力的 林九呵呵一笑 不必紧张 也不必妄自菲薄 以你的天赋来说 这些都不是什么事 你的天赋与天赋的具体效果是什么 我帮你规划一下成长路线 王献仙连忙将伪装的天赋说了出来 师公 我的天赋 最剑客 天赋技能是 酿酒 最剑 我的天赋 枪敬酒的效果有四个 第一 强化了我的酿酒技能 我酿酒必为极品 且具有特殊祝福效果 第二 强化了我的醉剑技能 增强了灵酒对我的效果 进入醉酒状态后 我的战力大幅提升 并且能自由操控酒与剑 第三 如果饮用我自己酿造的酒 还能凝聚本命酒剑 具体效果还没实验过 并非王献仙有意隐瞒 而是冥冥之中 她有种感觉 她的天赋必须要藏好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听着王献仙的描述 灵酒眉头紧簇 陷入沉思之中 听你描述 咱俩有些相似 你事业我的天赋 是饮酒可以增加酒之印记 印记可以增幅战力 印记越多 战力越强 再加上我的天赋是酒吃 两者结合 让我的战力 能提升到很强的地步 感觉 你提升实力的关键 应该在那个 所谓的本命酒剑上 只有自己酿造的酒 才能凝聚本命剑酒吗 王献仙 嗯 灵酒略微沉思 有限制的天赋 往往有着较为苛刻的 前提条件 如此看来 看来你的本命剑酒强度 非同一般啊 画到此处 灵酒语气一转 不过 最让我惊叹的 还是你那神护其神的酿酒天赋 出手必为极品 且自带特殊效果 此等酿酒天赋 真是闻所未闻 你小子 该不会是酒胜转世吧 王献仙哭笑不得地 看着自家师爷 哪有那么夸张啊 师爷 夸张 灵酒仿佛被逗乐了 是你太夸张了 你小子根本不懂自己的价值 现在对你说 也是对牛弹琴 你小子啥都不懂 距离中考还有五天 这五天 你住在我这里 我帮你加强下根基 另外 三个小时后 哈哈 老啊 我就先走了 你说你非要送我干嘛 滚 哈哈哈哈 老小子 今天晚上估计睡不着了吧 灵酒 你他奶奶的 真该死啊 你他妈真该死啊 王献仙在一阵怒骂中 跟着师公 离开了一位高层的办公室 看着走在前面 猖狂大笑的师公 王献仙不禁一阵汗颜 他这个师公 从下午开始就带着他 不断在酿酒室协会里转悠 逢人就显摆自己的酿酒天赋 这是我徒孙这句话 从来都没听过 不断对着其余高层贴脸开大 三个小时下来 所有能见到的高层 他都嘚瑟了一遍 灵酒走在前面 不断掰着手指数 老李 老吴 老刘 我想想还有谁 王献仙跟在后面弱弱地问道 师爷 咱们这样是不是太招恨了 招恨 灵酒眼睛瞪的老大 那几个老混蛋 这些年可没少在劳资面前嘚瑟 现在风水轮流转了 我还回去 怎么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告诉你 这还是刚开始 靠我不恶心死他们 可惜了 杜老鬼现在在国外调研 可惜啊 王献仙 还没等他们去下一家 就被匆匆赶来的李健周拦了下来 师父 你去哪了 刚刚我到处找你都找不到 还有 为什么李师叔刚刚看我眼神不太对啊 嗨嗨 灵酒倾咳一声 剑周啊 这几天你休息休息 别老是出面 省得被敲闷棍 李健周心中暗感不妙 您该不会 当他看到师父躲躲藏藏的眼光 和师侄有些羞愧的表情 瞬间明白了一切 师父 您明知道现在正是忙的时候 就不能消停点吗 李健周忧愿道 自知李亏的灵酒连忙转移话题 下次一定 为师下次一定注意 先不谈这个话题了 先先的是办好了吧 第27章 要掉马甲了 听到是正事 李健周脸色一正 已经安排好了 云九原本的身份设定 就是二师弟五年前收的弟子 师妹去世后 我就帮云九 办理了居家休学的手续 刚刚我又给他这几年的经历 简化了一遍 灵酒满意地点点头 老二的身份 确实最适合当你师职的师父 健周 你办得很好 学校方便呢 李健周取出一叠文件 学校的话 我给师职安排到了天九五中 至于师职原来的身份 等他中考完再做安排吧 其实王宪先这个身份 我觉得不动就行 这个身份的存在 主要是为了堵住王室的嘴 哪怕他们再怎么怀疑 也没有立场去审验云九的身份 灵酒微微点头 这倒是 王室的那些人倒不是傻子 过段时间 他们肯定会发现端倪 一旁的王宪先听到后 有些猛 这就掉马甲了 在简单审阅后 灵酒把文件递了回去 如此一来 你师职的身份 就不用担心了 一切安排就绪后 灵酒转身 看向王宪先 宪先啊 今天是五月十二号 五月十七号开始中考 六月七号开始高考 这段时间要辛苦些了 王宪先重重点头 时工放心 我绝不懈怠 灵酒揉了揉少年的脑袋 中考对你来说算不得什么 但我比较担心的是高考 高考今年改革了 教育部在高考考场里 加入了地点的传送门 要想在高考中脱颖而出 你必须要挑战地点 王宪先有些疑惑 施工 地点是什么 灵酒长叹一口气 地点里供奉了36地的投影 每位大帝都在里面留下了自己 八品练血镜 到四品焚羊镜的战力投影 地点原先用于特招考试 以及高校内的各种测试 主要的目的就是测试学生的天资 如今国家将地点加入高考中 也是为了激励最顶端的那群学生 李建州也在这里插了一嘴 因为今年的这个改革 很多天资绝顶地族子弟 放弃了特招考试 纷纷选择越级参加高考 正常情况下 高考是见不到地族天交的 因为他们都会选择特招路线 而在高考中 挑战地点会被全程直播 在全国人民的见证下挑战大地 这种诱惑力是那些天交们无法拒绝的 甚至对于各大家族来说 这也是一件为家族争夺荣誉的好机会 输给大地是理所当然 赢了大地那便是万众瞩目 听到这里 王献仙心中同样热血沸腾 李建州与灵九对视一眼 都笑了起来 显然 对于十几岁的小家伙而言 这样人前险上的机会 对他们的吸引力是致命的 李建州拍了拍王献仙的肩膀 而且 师伯还打听到了一件事 你肯定很感兴趣 什么事 王氏公开表示 他们的天交王北辰要参加高考 并挑战老祖见地 听到这里 王献仙气势一震 剑激励得差不多了 李建州摸了摸王献仙的头 在你参加高考之前 首先要在中考里脱颖而出 尽管天赋出色 但也不要目中无人 知道了吗 王献仙重重点头 师伯 我知道了 李建州笑着点头 献仙 这次中考和往常类似 都是秘境狩猎考试 师伯建议你 这几天先去秘境实战练习 你需要熟悉自己的天职技能 找到自己的战斗风格 听到这里 王献仙直接问道 师伯 有什么秘境适合我呢 这个问题 瞬间把李建州给问住了 这 一旁的灵九健壮 直接笑了出来 建州啊 坐云端太久了 丢人了吧 但凡你收个徒弟 都不会不知道这些东西 这可轮到王献仙猛逼了 他觉得秘境这种东西 师伯应该是知道的啊 灵九也没卖关子 献仙啊 天九不比天剑 咱们天九公开开放的秘境 大大小小的加起来 差不多有三千多个 其中 适合新手的 大概有五百多个 因为特殊原因 所有公开的秘境 都是间隔开放的 而且 时间是没有规律的 你师伯天天忙着协会的事情 你要是问他高级以上的秘境 他倒是能给你讲讲 哈哈 讲一半哑伙了 师傅肆无忌惮地嘲笑 让李建州罕见得有些脸红 师傅 那您知道吗 哈 沉默是今晚的康乔 李建州露出了狡猾的笑容 既然如此 把小周喊过来问问吧 似乎是面子放不下 灵九倾咳一声 那什么 区区新手秘境 为师怎么会不知道 献仙啊 明天你就去竹林秘境 听到竹林秘境 李建州满脸懊悔 他怎么就没想到呢 竹林秘境 王献仙问道 林九目光带着些许回忆 那里也是 你母亲最喜欢去的秘境 见少年还要开口问 林九连忙打断 现在太晚了 我先给你安排个住的地方 你今晚先住下来 听到这里 王献仙轻轻点头 全凭事业安排 晚上九点 待在酿酒师总部的豪华休息室内 王献仙回忆 今天发生的事情 心中无尽感慨 他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小胡萝 谢谢你 想到明天还要去秘境历练 他打算早些休息 躺在床上 回想起师爷和师伯迈的关子 王献仙从口袋中拿出手机 开始搜索竹林秘境 这不搜不知道 一搜吓一跳 秘境是天舞时代下特殊的产物 里面自成空间 有大量的异兽在里面生存 因为野外太过凶险 那些新手天舞者 往往都会去国家掌控的秘境中历练 秘境分为六个等级 分别为 新手秘境 初级秘境 中级秘境 高级秘境 顶级秘境 以及地级秘境 师爷口中的竹林秘境 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地级秘境 当他看到秘境等级后 他有些绷不住了 地级 他试图在网上找到更多消息 但发现 关于秘境的资料 需要完成舞者认证 才能解锁 王献仙刚刚觉醒天职 还没有进行认证登记 本想去论坛翻番 但想到 明天就直接去了 于是王献仙决定先进行修炼 正当他要盘腿冥想时 手机屏幕亮了起来 王献仙拿起手机 猫猫不爱吃鱼 请求加你为好友 第28章 云仙 王献仙有些惊疑地点进 好友申请 申请备注 酒很好喝 看到备注 王献仙直接从床上弹了起来 他难掩心中激动 用颤抖的手指 同意了对方的好友申请 猫猫不爱吃鱼 你好 熊猫 JPG 看着恩人的问好 王献仙有些不知所措 他不断思索 自己应该怎么回答 才不失礼貌 思索半天 最终他憋出来一句 献仙 你好 发完消息后 王献仙就拿着手机 焦急地等着消息 万里之外的王室祖宅 躺在客房床上的云仙 看着对方的回复 陷入了沉默中 他左手手背贴在额头上 右手手指在屏幕飞快点击 猫猫不爱吃鱼 你还怪高冷的嘞 看着恩人的回复 王献仙连忙解释起来 献仙 对不起 我不是高冷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 少女嘴角轻轻上扬 猫猫不爱吃鱼 聊天应该是轻松的 用鲸鱼显得我多老实的 我还比你小几个月呢 献仙 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猫猫不爱吃鱼 我叫云仙 云 王献仙知道 女孩的地位很尊贵 但他没想到 竟会这般尊贵 云之尊贵 宛如天上云彩 那是凌驾于地族之上的 无上士族 凌皇子寺 王献仙喃喃自语道 短暂震惊后 他又陷入了纠结中 称呼全民有些不礼貌 直呼仙又显得梦猫 猫猫不爱吃鱼 按照你的性格 你不会喊我全民 更不会换我仙 那你和他们一样 称我一声殿下即可 王献仙如是重负般 长呼了口气 献仙 好的 殿下 猫猫不爱吃鱼 我听你家员工说 前几天你就已经走了 你的伤已经好了吗 献仙 多谢殿下关心 您的赐福效果很强 第二天 我的伤就好了 看着少年依然使用静语 云仙有些无奈 但他还是发现了华点 他的伤竟然在第二天就好了 虽然自己给他的赐福 效果极强 但也不可能一晚上就好了吧 不过云仙也没多想 他觉得 应该是王献仙 故意隐瞒了自己的伤势 猫猫不爱吃鱼 那你现在在哪呢 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面对恩人的询问 王献仙思索片刻 还是选择了隐瞒一部分 献仙 殿下 我现在在添酒室 我已经决定在白水学院 学习酿酒了 今天刚到宿舍 云仙知晓对方消息后 直接用手机搜索起白水学院来 当他看完白水学院的介绍后 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猫猫爱吃鱼 你上枝高了 献仙 是的 我的天职是酿酒师 这里也比较适合我 人总要向前看不是吗 云仙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他清楚 少年心中有怎样的仇恨 但他却选择了枝高 少女沉默许久后 猫猫不爱吃鱼 那你的仇怎么办 献仙 您不用担心 我会想办法的 猫猫不爱吃鱼 你来帝都吧 我会助你重塑灵脉 而且会给你安排最好的学校 看到这里 王仙仙愣住了 他没想到 对方竟然愿意这样去帮助他 灵脉是舞者修行根本 一旦受损 想要再次修复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有传说中的天才地宝 才有重塑灵脉的功效 而这样的天才地宝 甚至就连地族 都将其视为绝世珍宝 这是难以用金钱衡量的宝物 献仙 谢谢您的好意 但我不能接受 猫猫不爱吃鱼 我是认真的 我希望你不要因为不好意思拒绝 献仙 对不起 感谢您的慷慨 我的拒绝也很认真 既然再次被拒绝 云仙罕见的多了几分怒气 猫猫不爱吃鱼 你觉得植高能为你带来什么 猫猫不爱吃鱼 灵脉被废 举目无亲 你的父亲更是暗中想除掉你 如果你连自己现在的处境都没认清 那还谈何复仇 猫猫不爱吃鱼 我没有要施舍你的意思 如果你觉得别扭 那咱们可以打欠条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场投资 猫猫不爱吃鱼 我知道我说这些可能有些自作主张 但我真的不希望你自毁虔诚 猫猫不爱吃鱼 如果你不想来帝都 继续待在天酒市也可以 我认识酒生大学的校长 以你的酿酒天赋 只要灵脉重塑 一定能得到他们的认可的 王献仙看着狂轰烂炸的消息 他能感受到 对方那藏在文字中的恨铁不成钢 虽然所有的话都在批评自己 但王献仙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明明两人没有血脉关系 明明他们不曾相识 王献仙也不会自恋到 认为对方是因为自己酿酒的天赋 来投资自己 沉默许久 王献仙终于问出了 藏在心中许酒的问题 献仙 为什么 明明我只是个家族弃子 云仙看到少年的疑问 也冷静了下来 猫猫不爱吃鱼 那天我知晓了你母亲死亡的真相 猫猫不爱吃鱼 得知你和王室长老的赌约后 我跑到了人群里去看你 猫猫不爱吃鱼 我的天赋很奇特 不仅能见明人心 感受情绪 而且对周围的一切事物 都有极强的洞察力 猫猫不爱吃鱼 其实我知道 相比起仇恨和愤怒 真正藏在你心底的是自责 你真正仇恨的是你自己 和我一样 猫猫不爱吃鱼 我的身体有很大的缺陷 生来就是短命鬼 这是来自规则的诅咒 任何医术都无法改变我的命运 猫猫不爱吃鱼 但是我的妈妈比医术还厉害 她让我活了下来 改变了必死的命运 不过代价就是她自己的生命 猫猫不爱吃鱼 我时常在想 像我这样有缺陷的孩子 丢了再生一个不就好了 我始终无法理解父母的选择 猫猫不爱吃鱼 母亲去世后 我每天都过得很压抑 每时每刻都在想 如果我早点去死就好了 如果我没出生就好了 如果不是因为我 妈妈就不会死 猫猫不爱吃鱼 那天你是这样想的 现在 你也是这样想的 甚至未来 你依然会这样想 房间里 王献献大口喘着粗气 这是她离开天见事后 情绪首次出现如此强烈的波动 藏在心底的真相 被人毫不留情地撕开了伪装 自从她得知母亲去世的真相后 庞大的内疚感 每天都在蚕食着她的内心 哪怕她觉醒了无上的天赋 也无法减轻她心中的负罪感 她只要想到 母亲为了自己 跪在王健年脚下祈求的模样 就心如刀割 纵使自己成功复仇 母亲也不回不来了 她始终觉得 杀死母亲的凶手 是自己 第29章 来自富婆的暗中包养 见对方迟迟没有发来消息 芸仙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猫猫不爱吃鱼 纵然母亲的死亡已成事实 你能做的也还有很多 猫猫不爱吃鱼 哪怕这种愧疚感伴随一生 对你来说 最重要的依然是为母报仇 猫猫不爱吃鱼 你也不用觉得心里过不去 这不是施舍 更不是免费的午餐 我相中了你的那颗赤子之心 猫猫不爱吃鱼 强者抑郁 真心难寻 等你报完仇 要为我所用 猫猫不爱吃鱼 这就是我想帮你的理由 所以 你还要拒绝我的帮助吗 王献仙努力控制着内心的情绪 经历人间冷暖后的她 给自己的内心上了把锁 截至20分钟前 她还天真的认为 没有人能理解自己的痛苦 然而 她的恩人 那个比她还要小几个月的少女 仅仅用三言两语 就霸道地打了她的脸 或许是救命恩人的身份 或许是同病相怜的心态 少年那冰封的心房 稍稍融化了些 压下心底不断生起的异样情绪 王献仙开始冷静分析起来 首先 她虽已接受了施工的帮助 但她心中 还没有到完全相信对方的地步 准确来说 是不相信施工背后的地族 地族的水太深了 根本不是现在的她能玩得来的 如果王室给出什么 无法拒绝的筹码 那些地族 还会选择帮助自己吗 这些问题 她都需要考虑到 现在的她 不愿意相信任何人 她只愿意相信自己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攘攘皆为力往 但 唯独面对眼前这个少女 她不愿这样去想 在她最绝望的时候 对她伸出援手的那种冲击感 已经深深植入了她的灵魂之中 王献仙现在有三个愿望 按排名来分 报仇 报恩 活成母亲期待的样子 除了报仇 对她来说 最重要的 就是报答恩情 就在这时 金色的文字 再度浮现脑海中 原 妙不可言 思索片刻 王献仙指尖微动 献仙 那天 太阳落山时 我以为我 再也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了 献仙 因为您 我看到了 献仙 长夜漫漫 一人难安 请您帮我 不知为何 云仙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心脏突然颤了一下 猫猫不爱吃鱼 好 猫猫不爱吃鱼 你把现在的住址发过来 我安排人给你送些东西 献仙 位置 地图链接 得到王献仙的详细位置后 云仙立马安排了下去 半个小时后 交代好工作的云仙 继续问道 猫猫不爱吃鱼 那你要来帝都吗 献仙 殿下 实不相瞒 我的天赋和酒 有很大关系 比起帝都 天酒是 可能更适合我 猫猫不爱吃鱼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天酒是 确实更适合你 不过你天赋 觉醒成功了吗 什么品质的 效果是什么 献仙 拜您所赐 我的天赋 觉醒成功了 献仙 至于我的天赋品质 和现状 请您原谅我 我不想欺骗您 所以 还请允许我保密 献仙 不过天赋的大致效果是 喝酒能提升战力 对王献仙来说 对方是他心底 仅剩不多的温暖 所以 即便他不能告知真相 也不愿意欺骗 云仙看着手机屏幕 不禁撅起了嘴 猫猫不爱吃鱼 你还怪讲究的嘞 不过 听你这话 大概是觉醒了一个 不得了的天赋啊 猫猫不爱吃鱼 天赋二次觉醒 你的灵脉 应该已经修复了吧 屏幕前的王献仙 瞳孔皱缩 献仙 殿下聪慧 也许是天赋觉醒 带来的力量 我的灵脉 确实自行修复了 猫猫不爱吃鱼 难怪你会甘心 去读植膏 你是想借助 中砖相对宽松的 学习环境 偷偷修炼 献仙 是的 喝酒能提升战力 我学习酿酒 也算是变相提升实力 猫猫不爱吃鱼 那我要向你道歉 刚刚修你的那些话 是我判断失误 对不起 献仙 岂有恩人道歉的道理 我觉得您说的挺对的 而且是我刻意隐瞒 用他们的话来说 这剥我的锅 躺在床上的云仙 忽然扑呲一声笑了出来 猫猫不爱吃鱼 哈哈哈哈 你要当杯锅侠吗 献仙 我只当你一个人的杯锅侠 不知道为什么 云仙的脸 莫名其妙的红了起来 他连忙转移话题 猫猫不爱吃鱼 那你打算怎么提升实力啊 献仙 我打算去秘境历练 猫猫不爱吃鱼 意料之中的答复 不过 你真不需要我帮你安排老师吗 献仙 名师可能会因为您的面子 说我为记名弟子 但要想真正让对方认可我 我还是要靠自己努力 殿下放心 我心里有数 猫猫不爱吃鱼 那好吧 既然你有自己的想法 那我就不干涉了 毕竟以你的酿酒技术 征服几个老酒鬼 还是绰绰有余的 献仙 殿下 这太夸张了吧 猫猫不爱吃鱼 一点都不 你酿的酒天下第一好喝 看到这句话 王献仙的心中猛然一跳 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 不断在心底滋生 献仙 殿下喜欢 我天天给你酿 猫猫不爱吃鱼 好呀 不过老是啥的 不要我安排 但修行资源 你就别拒绝了 献仙 好 猫猫不爱吃鱼 那你想好去哪个秘境 历练了没 献仙 说起来有些惭愧 我还没想好 有人告诉我 竹林秘境最适合新手 但我查了后发现 竹林秘境是地级的 我也不清楚 到底为什么它最适合新手 我打算明天再问问 猫猫不爱吃鱼 竹林秘境啊 这个你不用问别人了 我就知道 猫猫不爱吃鱼 做好笔记 我给你好好讲讲 半个小时后 王献仙在云仙的讲解下 才解答了心中的疑惑 竹林秘境 虽然是地级秘境 但竹林秘境中 生存的是竹雄一族 灵气复苏 不仅人类能够修行 蓝星原本的动植物 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为了区分蓝星本土动物 与异兽的区别 人类称呼这些 因为灵气发生进化的动物为 妖 人类能在异兽入侵中活下来 同样离不开妖的帮助 妖族也是华夏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中 竹雄一族的灵质和体质 得到了巨大的增幅 他们也能像人类般 修炼 竹雄一族觉醒灵质后 以家族的形式抱团修行 在异兽入侵的年代 人类同样没有放弃 身为国宝的竹雄一族 因为人类的庇护 竹雄一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竹雄一族也没有辜负人类的期盼 最强大的竹雄实力 达到了恐怖的地级 那只竹雄也被称为竹林妖帝 是妖族十帝之一 而竹林秘境 正是竹雄一族的栖息地 竹雄视人类为家人 所以 他们并不反感 人类会出现在他们的家园中 这也是竹林秘境 适合新人历练的核心原因 为了防止竹雄出现意外 竹林秘境 只对七品到九品的舞者开放 献献 那在竹林秘境 是不是能摸到竹雄 猫猫不爱吃鱼 竹林秘境很大 你很难在历练区 见到可爱的小竹雄 猫猫不爱吃鱼 当然 有些探完的小竹雄 会主动来到历练区 和人类互动 不过 这要看运气 猫猫不爱吃鱼 哼哼 看不出你还挺喜欢竹雄嘞 献献 毕竟是咱们国家的国宝 有机会见的话 还是想摸摸的 猫猫不爱吃鱼 放心吧 时间有些晚了 你快睡觉吧 身体伤还没好 别熬夜 猫猫不爱吃鱼 晚安 JPG 王献献看着对方发来的消息 心头突然升起一丝不舍 他从来没有用过聊天软件 和人单独聊那么久过 哪怕是同班同学 也不过聊聊两句 而且 大多也是关于学习的问题 他很孤僻 除了李月和赵虎 根本没别的朋友 家里被同龄人孤立 在学校又只知道学习 之前他看到别人抱着手机一聊 就是半天的时候 总会心生疑惑 他们不觉得无聊吗 现在王献献终于知道答案了 确实不会 哪怕他们已经聊了几个小时 王献献也不觉得无聊 虽然他还想继续聊会 但殿下已经说了晚安了 于是 少年手指轻轻触碰屏幕 献献 晚安 云仙看到短短两个字 轻轻一笑 然后点开了王献献的朋友圈 好空旷的人生 而另一边的王献献 默默地翻阅着两人的聊天记录 嘴角情不自禁地扬了起来 第三十章 第一次战斗 凌晨六点 天还没完全亮 躺在床上的王献献 缓缓睁眼 他的生物钟很准 每次都比闹钟提前一分钟醒过来 简单洗漱后 王献献直接离开了酿酒师协会总部 在广场外的小滩上吃了早点后 王献献直接打车去了竹林秘境 下了出租车 王献献看着人山人海的广场 男眼心中惊讶 虽然来的时候 已经听了司机师傅的讲解 但当他真的来到竹林秘境大门时 依然忍不住惊叹这里的人气 竹林秘境大门外 市处广场 广场上立着好几只巨大的竹熊雕像 王献献花了半个小时 才走进了竹林秘境的大门 刚进到秘境里 荒诞感再次从心底滋生 与其说竹林秘境是地级秘境 更不如说它是个主题乐园 各式各样的竹熊周边产品应有尽有 大街上 有很多工作人员 穿着竹熊玩偶服 和游客们不断进行互动 各式各样的游乐设施 让人眼花缭乱 小孩子们兴奋地在路上来回跑 王献献万万没想到 闻名全球的竹熊欢乐世界 竟然就在这竹林秘境中 怪不得施工说 这里是母亲最喜欢去的秘境 作为华夏最受欢迎的妖族 竹熊拥有着恐怖的吸睛能力 小时候 王献献在电视上 看到过竹熊欢乐世界的宣传片 但因为王氏不允许墨王哥 带着儿子踏出天剑室 所以他一直没有机会去 五年级的暑假 王健年倒是带着继母和王北辰 去玩了几天 唯独把王献献留在了家里 当时王献献还因为这事 难过了挺长时间 在主路上走了会 前面出现了分路 左边的路牌上写着竹熊欢乐世界 右边的路牌上写着竹林秘境历练区 大多数游客的目标都是欢乐世界 所以右边的道路显得有些冷清 不过这只是相对而言 右边的人同样不少 在右边的路上走了大概五分钟 王献献看到了一座 充满科技感的巨大建筑 竹林秘境管理中心 进入大厅后 王献献精意地发现 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的景象 疑惑片刻 他才想起 过段时间就是高考的日子 距离考试大半个月 绝大多数学生都会选择来秘境修炼 为的就是让自己熟悉战斗 从而把身体调整到巅峰状态 这也是秘境管理局 一大早人满为患的最大原因 购完票后 王献献在警卫的带领下 不断深入 最终来到一处金属大门前 大门上面写着新手历练区 你好 门口站党的士兵中 走出来一名战士 请出示票证 检查过票证信息后 士兵进了个礼 然后开口叮嘱着 同学 看你的登记信息是首次进入竹林秘境 我简单为你讲解一下注意事项 竹林秘境新手区共有三个区域 分别为初级区 中级区 以及高级区 三个区域分别对应 九品通脉镜 八品练蟹镜 七品断骨镜 希望你可以根据自身实力 选择历练的区域 王献献听得很认真 士兵继续道 非战斗情况下 不可以破坏或改变秘境内的环境 当你在秘境中遇到麻烦的时候 可以使用求救装置 求救装置使用后 可以展开能量罩 持续时间十分钟 王献献看着手中的黑色小方块 忍不住提起几分兴趣 这是新手区的简要地形图 士兵将地图递给王献献 另一手按在门侧的扫描仪上 随着掌纹录入 厚厚的大门缓缓开启 士兵点头道 如果遇到困难 可以随时联系安防人员 助你武运昌龙 王献献向军人行了个五折礼后 直接迈进了大门 走出大门 映入眼帘 是无边无际的竹海 微风吹过 嫩绿的竹叶 不断发出沙沙的枝叶碰撞声 王献献深深吸了口气 鼻尖竟是草木与泥土的芬芳气息 舒服极了 他迈步走进了竹林 身后的大门在竹海中 显得很是突兀 仿佛是修错了地点的地铁站口 这里的灵气浓度高得离谱 站在原地 让身体简单适应了新的灵气环境后 少年猛然睁开双眼 然后向竹林深处缓缓走去 新手区的初级秘境 主要分布着三种异兽 杀人猿 弑血熊 竹林狼 异兽凶猛 正常情况下 天赋没有地级以上的新手舞者 很难单独击杀同等级异兽 从来没有进行过实战的王献献 并没有感到紧张 相反他甚至还有些兴奋 这样的底气是他的天职给予的 九剑仙的天赋 可以从九中领悟剑意 并将剑意转化为本命九剑 王献献到现在为止 只领悟了一种建议 那道建议来自母亲为他酿制的 献献酿 忽然 竹林中传来一阵急促的鸟叫声 王献献立马把地图收到怀中 身体同时做出了迎战姿势 前方的竹林不断传来竹竿碰撞 以及断裂的声音 一道魁梧的身影缓缓靠近 王献献很快便看清 这是一头全身毛发 犹如根根尖刺 尖高足有两米的巨熊 还未晾干的鲜血 顺着他那巨大的獠牙 不断往下滴落 这股暴虐的气势 足以吓晕大部分菜鸟 王献献一个探查技能丢过去 嗜血熊 等级 一阶巅峰 技能 嗜血 撕咬 震猴 介绍 一只即将突破二阶的嗜血熊 小心他的力爪 嗜血熊 我的一血 就是你了 王献献看着这头嗜血熊 嘴角轻轻上扬 猴 嗜血熊盯着眼前 双手空空的人类少年 发出一声声嘀吼 在这秘境中 他见过很多像他这样的人类少年 但那些人类少年 全都手持武器防具 无一例外 他认为这是对方对自己的挑衅 随即那粗壮的四肢 猛地践踏起地面 溅起一片烛液 带着血腥的气息 冲向王献献 仿佛一辆迅速飞驰中的汽车撞击过来 面对嗜血熊的袭击 王献献并未慌张 他意念一动 黄色的葫芦出现在他的腰间 下一瞬 伴随着迷人的酒香 黄色葫芦 开始往外喷出大量的酒水 这些酒水缠绕在少年右手上 并最终化为一把 完全由酒凝聚而成的九支剑 在嗜血熊冲撞过来时 王献献身体迅速地一个躲闪 直接闪到了嗜血熊的侧边 迅速飞奔中的嗜血熊 根本来不及停下 剑撞 王献献双眸中寒光闪烁 全身灵力猛然爆发 握剑的右手 毫不留情地往上一撩 九剑自下而上 轻松斩断了嗜血熊的头颅 嗜血熊凶悍的熊头 直接脱离身体抛飞起来 鲜血如同喷泉般 从脖梗处喷涌而出 飞奔中的身体 依照惯性 撞断了数十根粗壮的竹子后 才轰隆一声倒下 第31章 本命九剑 看着倒在地上的巨熊尸体 王献献激动得浑身发抖 太强了 一剑 自己只用了一剑 就把一阶巅峰的嗜血熊斩杀了 想到自己 还在秘境之中 王献献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境 出于谨慎 他直接操控九剑 继续补了两刀 在确定对方死透后 他才慢慢上前 切开熊头 取出里面的金河 金河是一兽独有的能量结晶 它就像是人类的丹田 是能量运转的核心 这玩意的用处很广 算得上是硬铜货 其实嗜血熊身上很多部位都很值钱 但因为王献献没有专门的储物领宝 所以他只能放弃了 不过他还是留下了熊胆 因为这玩意可以酿酒 冷静下来后 王献献开始总结 他能这么快击杀嗜血熊 根本原因就是因为 他的本命九剑效果太强 本命九剑并非单纯的剑 准确来说 他是剑翼的巨像化 也就是说 他的每次攻击 都视为剑翼的释放 相当于普攻 就是别人的大招 剑翼以酒为载体 凝聚出本命九剑 一种酒 只能领悟出一种剑翼 换句话说 每个本命九剑 都代表着一种剑翼 只要酒的种类够多 王献献就可以从这些酒里 领悟出无数剑翼 到那时 王献献身后 悬浮无数本命九剑 在无穷无尽的剑翼攻击下 任何敌人都将被瞬间摧毁 当前本命九剑数量 一 献献剑 来源 献献酿 效果 攻击翻倍 晚隔守护 王献献看着献献剑的面板 心中暗息 别人都需要花费海量资源 锻造强大的武器 而他根本不需要 因为他的本命九剑的效果 比那些顶级装备还要强 只要有九 他就拥有一切 这就是九剑仙 短暂的休息后 王献献并没有选择离开原地 嗜血熊的尸体 会吸引其他异兽前来 这是完美的诱饵 果然 不出十分钟的时间 一群狼类异兽 慢慢地从周围包抄过来 这群狼的数量 大概在十二只左右 它们有种一身翠绿色的毛发 能完美地 融入到竹林的环境中 竹叶狼 王献献瞬间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竹叶狼 等级 一阶中期 技能 竹叶飞刃 前行 撕咬 介绍 单体能力平平无奇 但要小心对方抱团出现 面对包围 王献献并没有轻举妄动 因为狼这种生物非常团结 它们有极为出色的团队狩猎技巧 十二头竹叶狼对它来说 威胁远比单个的嗜血熊强 竹叶狼的速度比嗜血熊要快得多 所以它绝对不能陷入地面战 想到这里 王献献双脚猛地发力 直接跃到竹子上 粗壮的竹子完全可以撑住它的体重 然而 它还是低估了竹叶狼的难缠程度 那群竹叶狼 见到王献献跳上竹子上之后 发出了阵阵狼嚎 紧接着 所有竹叶狼的身体 都开始发出亮眼的绿色光芒 然后在王献献难以置信的眼神中 不断在竹子上来回跳远 草 王献献绷不住了 这特么到底是狼还是猴子 见到最近的两头竹叶狼 距离自己只有两米 王献献腰间的葫芦 再度喷出大量的酒水 悬浮在空中 他身体一动 双脚直接踩在了酒水上 悬浮在空中的酒水 如同台阶般 稳稳地拖住了王献献的身体 王献献借借着空中酒水形成的踏板 学着竹叶狼的样子 不断在竹林里穿梭 少年神乎其神的操作 直接看待了这群竹叶狼 王献献趁机将空中的酒水化为飞溅 然后控制他们向最近的竹叶狼袭去 伴随着一声哀嚎 那只竹叶狼被数把飞溅穿透了身体 当场领了河饭 其余的竹叶狼见到后 并没有选择撤退 体型最大的竹叶狼低吼一声 仿佛在传递什么信号 接着 所有的竹叶狼周围 都开始升起一阵反常的气流 气流裹挟着地上的竹叶 形成了一道绿色的竹叶龙卷 空中的王献献 根本没时间欣赏这份奇特的景象 因为这些竹叶的杀伤力堪比手枪子弹 王献献轻轻叹了口气 只能到这里了吗 说吧 王献献直接举起了腰间的葫芦 弥漫着酒香的美酒请客间 从酒壶倒入少年的口中 随着咽喉不断做出吞咽的动作 王献献体内的气息开始急速攀升 第一阶段 结束 第二阶段 零酒状态 饮用献献酿 获得特殊祝福 全属性增强十倍 与此同时 漫天竹叶也开始朝着少年的方向射去 只是 在竹叶狼疑惑的眼神中 王献献的身影直接消失在空中 下一瞬 一头竹叶狼直接倒在了地上 他连叫声都没机会发出 就被王献献用剑劈成了两半 狼群感应着王献献恐怖的气息 吓得身体一哆嗦 出于求生的本能 竹叶狼纷纷开始逃窜 但他们的速度 与获得十倍强化的王献献相比 实在是太慢了 王献献只用了短短三十秒的时间 就解决了所有的竹叶狼 战斗结束后 王献献并没有马上打扫战场 他发现 自己喝酒后 对剑招的理解更强了 自己战斗时的剑法 不断在他脑海中优化 改变 这便是顿武 简单消化完刚刚的感悟后 王献献看着地上堆满的竹叶狼尸体 心痛不已 他已经下定决心 要买个储物装备了 他的酒葫芦倒是可以储存东西 但他有点洁癖 不出意料的话 这葫芦大概只会装酒了 王献献继续向着竹林深处走去 一路走去 王献献除了杀异兽磨练剑技外 还在采摘新鲜竹叶 师公说过 母亲最喜欢的就是采摘竹叶 今天好不容易来到竹林里 不搞点酿酒原材料 简直对不起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 竹叶不单可以酿酒 还可以煮茶喝 竹叶煮出的茶有节酒的功效 不过 这最外围的竹子不算顶尖 王献献心中开始惦记着 竹雄一族的主食 灵竹 正当王献献脑自己用灵竹叶酿酒时 竹林上方传来的阵阵喧闹声 直接打断了他的美好幻想 王献献下意识地抬头望去 仅此一眼 他便惊出一身冷汗 因为在他的头顶 有近百只长相恐怖的猿猴 在冲着他笑 那种圣人的笑容 让王献献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第32章 九剑仙形态 登场 杀人员 怎么会那么多 没有丝毫犹豫 王献献直接掉头就跑 初级区最出名的三大异兽中 最强大的 不是拥有强大力量的嗜血熊 也不是拥有 急速与强大团队配合的竹叶狼 初级区最强大的异兽 当属杀人员 从名字就能看出 这种异兽的恐怖 与野兽相比 人类能成为世界霸主的最大原因 是智慧 以及能使用工具的能力 哪怕是面对强大的异兽 觉醒天职的 人类也有许多办法获得胜利 而人类的这些优点 在猿猴类异兽的身上 同样能看到 杀人员和竹叶狼一样 都是群居的 他们不仅有着不俗的力量 在树林中 同样有着极快的神法 最重要的是 他会使用武器 杀人员天生掌握棍法 在此基础上 成年的杀人员 通过模仿学习 还能掌握其他冷兵器的技法 战斗开始前 你永远不知道 你面对的杀人员 会使用什么样的武器 如果单说上面这点 还不足以让王献仙逃跑 真正让王献仙直接跑的原因是 杀人员会使用军阵 对 你没听错 这玩意会军阵 如果只有十几只 王献仙还有信心对抗 但这群杀人员的数量 光目测就有近百只 鬼知道 还有没有躲起来埋伏的杀人员 该死 怎么跑那么快 王献仙扭头看着紧追不舍的杀人员 再度加快了速度 剑局势愈发不妙 王献仙直接取出通讯器 然后试图进行求援 正当他尝试发信号时 心头突然生出强烈的危机感 等他再度扭头 却发现有数百根竹竿制成的长矛 向他飞来 来不及躲了 千军一发之际 王献仙手中的献仙剑 直接化为酒水 悬浮在他的头顶 刹那间 酒水凝聚成一个温婉的女子 张开双臂 把少年紧紧地抱在怀里 数百只竹竹长矛 直接被这位酒水化成的女子 用身子挡了下来 这便是献仙剑第二个特效 莫婉哥 献仙剑化作莫婉哥 为王献仙抵挡致命攻击 这个以母亲命名的效果 是被动出发的 看着酒水凝聚而成的母亲的背后 插满了长矛 少年的身体开始疯狂地颤抖起来 哪怕这是酒水所化的 王献仙也绝对无法忍受 母亲遭受攻击 杀人员的视角里 少年正在被一个巨大的女人保护着 他们开始继续尝试用 各种各样的方法进攻 王献仙见状直接拿出酒葫芦 然后疯狂往嘴里倒酒 尽管杀人员还在不停攻击 但却始终无法破除莫婉哥的防御 少年躲在母亲的怀抱里 不停往自己身体里灌酒 醉 快醉 快点让我醉啊 他不知道吞了多少酒 可依然没半点醉酒的迹象 王献仙不明白为什么 仿佛他越急 就越清醒一般 就在这时 他的酒仙葫芦亮起了一道金光 遇见成风来 无敌天地间 有酒乐逍遥 无酒我一巅 脑海中回荡的古老声音 不断抚平王献仙紧张的情绪 无酒我一巅 无酒 突然 王献仙像是明白了什么 酒见仙没有酒量上限 怎么可能通过大量喝酒就醉呢 酒见仙的醉 是对红尘的眷恋 是逍遥人世间的心境 没有酒能让他醉倒 除非 他自己想醉 想明白这个问题的瞬间 少年的身体突然一震 他的身体开始不断晃动 仿佛连站都站不稳了 与此同时 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 也在他体内蔓延开来 王献仙拿着手中的胡萝 再次给自己灌了一口 然后开始高喊 一饮 敬江河 两口下去 王献仙的身影 摇晃得越来越厉害 再饮 吞日月 少年亮亮呛呛地走在竹林中 他的步伐虚浮 仿佛随时都会摔倒一般 就连他那原本清澈的眼神中 也多出一丝迷离 透露出一种深深的醉意 王献仙端起酒葫芦 轻轻地抿了一口 然后闭上了眼睛 细细品味着酒的滋味 脸上满足的笑容 给人一种 仿佛这世间的一切 都不再重要的感觉 伴随着少年的恐怖气息 将他抱在怀中的莫婉歌 再度化为献仙剑 当剑重新回归 王献仙手中的时候 恐怖的气息 再度向上攀升 少年轻狂的声音 变得更大了起来 谦卑 醉不到 唯我酒见仙 话音刚落 王献仙手中的酒葫芦 瞬间变大 巨型酒葫芦 不断往外喷出大量的美酒 这些美酒喷出去的瞬间 便化为了阵阵酒雾 将周围的竹林 以及杀人员笼罩起来 杀人员见到这诡异的一幕 身体本能地想要逃离这里 但他们惊恐地发现 无论他们怎么跑 都无法跑出迷雾的范围 王献仙低头看着倒在地上的上百只杀人员 忍不住仰天大笑 醉声 梦死 请君 梦中 赴死 说吧 酒剑仙轻轻挥下手中剑 与此同时 上百只杀人员的梦中 同时出现了王献仙的影子 接着 一剑 清风吹过 带走了竹林中漫天的酒气 少年枕着自己的双臂 发出了轻轻的酣声 倒在他周围的上百只杀人员 同样保持着睡觉的姿势 只是他们和少年不一样的是 他们失去了呼吸 以及心跳 他们的生命 伴随着梦境的终结 走到了尽头 安静的竹林中 突然再度生起一阵酒气 王献仙腰间的酒剑葫芦 开始绽放出金色光芒 下一瞬 一只竹熊憨憨地从葫芦里钻了出来 伸了个懒腰后 这只小竹熊摇了摇小脑袋 然后晃晃悠悠地来到王献仙身边 仔细端向着他的脸 上万年不见 这贼小子 怎么还长得那么倔 睡过去了 还是酒精过敏了 突然 他猛地拍了下头 我大抵是醉了 怎么会觉得他是酒精过敏 都怪那贼小子 竟敢把我堂堂红龙葫芦 当酒壶用 真不把麒麟当人看 说着 他猛地踢了王献仙两脚 见王献仙睡死过去 他无奈叹了口气 然后朝周围看去 有点熟悉的感觉 这不就是天府主海吗 第33章 气凌云音 看着天上高高的月亮 王献仙陷入了沉思中 这是 喝断片了 王献仙有些难以置信 我居然一觉睡到了晚上 完全清醒后 他环顾四周 心头再次猛跳起来 上百头杀人员 正满脸惊悚的表情 躺在地上 等王献仙小心翼翼地探查后 才发现 这些杀人员都已经死了 发生了什么 王献仙开始努力回忆起来 他只记得 自己当时喝醉后 轻轻挥了一剑 剩下的就没有记忆了 思索片刻后 王献仙终于搞懂了现状 当时他操控美酒 将它们化成酒物 那些杀人员 吸入高浓度酒物后 直接醉了过去 而他直接斩断了杀人员的梦境 在梦中 杀死了所有杀人员 这一招 名为醉生梦死 他类似领域技能 能入侵醉酒之人的梦境 并对其造成伤害 这招是 给人一种精神类技能的感觉 冥冥之中 王献仙有种感觉 这样的招式 九剑仙还有无数种 太强了 压下心中激动的情绪后 王献仙趁着月色 将杀人员体内的金盒一一取出 正当他要往出口飞奔时 上方却传来了一道 奶声奶气的声音 喂 贼小子 眼瞎了是不是 姑奶奶我那么大只 看不见是不是 突然响起的声音 让王献仙如临大敌 他警惕地抬头看去 一只粗壮的竹子上 竟躺着一只小竹熊 不知道为什么 王献仙看到他的瞬间 亲切感不由自主地 从心中浮现 小熊熊 我这里有竹叶 你吃不吃 坐坐坐快过来 我这里有好吃的 气灵沉默了 王献仙那如同换小狗的声音 是如此的刺耳 熊犬不知不觉中 钻井了 然而 此刻的王献仙 正沉浸在见到竹熊的喜悦中 根本没意识到不对劲 坐坐坐 快来 话还没说完 少年就抱着脑袋上的大包疼的 不断在地上不停打滚 气灵丢掉手中的竹竿 走到王献仙身边 然后揪住他的衣领 凶狠道 贼小子 姑奶奶 我哪点长得像熊了 王献仙整个人都梦了 说好的竹熊对人类温柔呢 他看着对方和竹熊一模一样的身体 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哪点不像 哪点不像 姑奶奶 我现在就告诉你 哪点不像 气灵咬牙切齿 听好了 我和竹熊最大的区别就是 沉默是今晚的康乔 沉默片刻 气灵继续恶狠狠地威胁道 听明白了吗 这就是姑奶奶和竹熊的区别 再敢说我是竹熊 腿打断 王献仙小声嘟囔道 可我确实没听 第三条腿 气灵默默补充道 听明白了 王献仙声音超大 很好 时时务者为俊杰 你已经有了那贼小子万分之一的气质了 气灵肯定道 那个 前辈 王献仙试探性问道 您是 还没发现 气灵嫌弃地看了眼王献仙 我是你的气灵 啊 王献仙傻眼了 他连忙意识沟通九仙葫芦 三夕过后他惊喜地抬起头 葫芦仙人 不要含我葫芦仙人 我有名字 我叫云莺 云彩的云 云莺的云 看着云莺骄傲的小表情 王献仙憋在心里的话 终究没能问出来 云莺你好 我叫王献仙 云莺眉头一挑 献仙 仙有什么好羡慕的 这名字跟闹着玩似的 早知道当初劝你妈 不给你取这名了 这句话 直接把王献仙肝沉默了 云莺挥了挥她的小爪子 算了 不说那么多了 现在是什么年代 距离天门出现过去多少年了 精通历史的王献仙 连忙开口 距离天门降临 已经过了一万两千年了 一万两千年 云莺难难自语道 已经这么久了吗 那天庭与翼皇之间的战斗 谁赢了 天庭 王献仙有些迷茫 天庭是什么 闻言 云莺直接皱起了眉头 那你把知道的历史 说给我听听 王献仙简单组织了一下语言 开始慢慢讲述 半个小时后 云莺听完王献仙的话 缓缓摇头 你说的 我一概不知 听到这话 王献仙大为震惊 那你是什么时候的 云莺突然惊醒 然后捂住了王献仙的嘴 小祖宗 话可不能乱讲啊 你要是再转个视 那我更烦了 关于前世的话题 就此打住 说完 他直接跳到王献仙的脑袋上 既然姑奶奶出来了 你就什么都不用怕了 感受着少年柔软的发质 云莺显得十分满意 这才是王牌沙发 前世你那刺猬头姑奶奶 早看不顺眼了 多了个竹熊帽子的王献仙 显得有些兴奋 前世 我很厉害吗 马马虎虎吧 云莺趴在王献仙头上 有气无力道 你还没到练血镜 我还是有些感到吃力 听吧 王献仙微微点头 那咱们回去修炼吧 云莺微微抬眼 小祖宗 你现在这个状态可不好啊 嗯 王献仙有些疑惑 你的战斗技巧 太烂 云莺直击要害 而且不能随心控制自己入罪 你最强的手段 就是游离概念之外 也就是那个天职面板里描述的不可选中状态 以你现在的实力 虽然不能完全进入九剑仙状态 但也可以将不可选中融入战斗中 比如打着打着 突然消失 然后 不过 因为心魔 你根本无法随心所欲的去战斗 心魔 王献仙沉默了 云莺拍了拍王献仙的脑袋 仙应该是逍遥自在的 仙也应该是无拘无束的 而现在的你 一身的枷锁 少年低头看着地上的月光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云莺用毛茸茸的熊掌 拍了拍少年的脸颊 能斩断的枷锁 斩断就好了 斩不断的枷锁 到时候再说 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是孤单一人了 听到这里 王献仙嘴角轻轻上扬 她能感受到 自己与对方 那来自灵魂深处的链接 那是一种温柔到极致的关键 走吧 带姑奶奶 看看这个新时代 第34章 真不是女朋友 天见王室 宴会上 云仙盯着手机屏幕 眉头紧簇 怎么到现在还不会消息 难道还在秘境里 她看了眼时间 现在已经是晚上七点了 距离王献仙最后发来的消息 已经过去了九个小时 云仙只知道 王献仙今天去竹林秘境历练 应该不会有事吧 毕竟是新手秘境 少女心中多了些许不安 正在这时 一道响亮的声音 在她耳边响起 祖爷爷 我已经突破之炼雪中期 就在今天获得了 帝都大学的特招名额 众人的目光 想发出声音之人望去 说话的 正是王世新代天骄 王北辰 在场所有人都为之感到震惊 十三岁的炼雪中期 此等天赋 恐怖如斯 就连云仙身旁的白泽帝君 也忍不住多打量了王北辰两眼 身为父母的王健年 和慕容婉 更是难掩内心激动 特招名额 各大名校 都有属于自己的天才少年班 他们会在全国各地 到处搜刮天才 获得特招名额就意味着 跨过高中 直接进入大学学习 这种天才般的门槛资格极高 可不要小瞧大学 华夏绝大部分的资源 都是国家把控的 这都是三皇的手笔 他们为了人族共同发展 主动遏制氏族 不仅以身作则 更是常年压制各大地族 也正因为三皇的让权 才让华夏国力突飞猛进 放眼全球各国 所有国家无不被财阀 家族掌控 唯有华夏 依然是政府 人民把控 而享受国家资源的舞者 会在心里埋下一颗 爆笑国家的种子 唯有打破垄断 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 回到特招名额的话题上 其实 以王北辰的天赋 获得特招名额不足为奇 真正让人震惊的 是他的年龄 13岁 哪怕是放眼五到万年历史中 能在这个年龄 获得特招名额的 也是少之又少 王氏太上大长老 摸了摸王北辰的头 不愧是我王氏天骄 听到祖爷爷的夸奖 王北辰显得更加兴奋 祖爷爷 特招名额拿下后 我就可以全力准备高考了 我要挑战老祖 给咱们王氏争光 哈哈 王氏太上长老豪迈大笑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理应被拍在沙滩上 如果你真的能击败老祖 那将是我们王氏 献给老祖的最大礼物 周围族人看王北辰的目光 也有些羡慕 以13岁的年龄 当着全国人民的面 挑战老祖 无论输赢 王北辰都展现出了自己的天资 那他的名字 必将名震华下 天见王氏的荣光 将再度被人记起 这对现在的王氏来说 无疑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王北辰得意洋洋地享受着 族人羡慕的目光 但当他把目光 看向对面的云仙时 脸上的骄傲却为之一宁 他本以为自己的天赋 能让少女对自己高看两眼 但对方竟然在盯着盘子发呆 对方平淡的反应 让刻意表现的王北辰 如同吃了苍蝇般 云仙丝毫没有察觉到 王北辰僵硬的表情 现在他满脑子 都在想着王献仙的事情 在秘境那么长时间 怎么吃饭啊 哦 对了 还有能量补计来的 明明身体还没好 还去秘境那么久 这样下去 有心魔了怎么办 不行 我得想想办法 不知道少女想到了什么 她的嘴角在不知不觉中 缓缓扬起 竹林秘境大门口 等王献仙从竹林秘境出来时 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九点 秘境里面没有信号 所以他一直处于断网状态 出了秘境后 王献仙第一时间拿出了手机 猫猫不爱吃鱼 通迈镜不宜进行过强的战斗特训 注意历练时间 猫猫不爱吃鱼 你们天见是好吃的很多 美食 GPG 猫猫不爱吃鱼 我给你寄的东西差不多到了 出来后 给我回的消息 猫猫不爱吃鱼 锦号舞者修行过急的后果 链接锦号 猫猫不爱吃鱼 锦号不要让仇恨支配你的力量 链接锦号 猫猫不爱吃鱼 今天晚上开宴了 好像是 庆祝你那个弟弟 突破练血境中期 我很讨厌他 心太脏 猫猫不爱吃鱼 九点了 我好像有点生气了 看到狂轰烂炸的消息 王献仙瞬间汗流加倍 献仙 抱歉殿下 我在秘境里 不小心睡着了 对方的消息回得很快 几乎是瞬间就回复了 猫猫不爱吃鱼 怎么会在秘境里睡着了呢 身体出问题了吗 王献仙只能把今天的事情 简单大致地和云仙说了一遍 为了增加自己的可信度 王献仙还把今天拍的照片发了过去 猫猫不爱吃鱼 所以 你一个人把净百只杀人员给端了 献仙 嗯 猫猫不爱吃鱼 还 你难道不知道 力量往往伴随着代价吗 你到底在想什么呀 王献仙本以为对方会很开心 但却没想到 云仙表现得更加激动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是责怪 落在他的心里 却格外的甜 献仙 殿下 放心吧 我检查过了 身体并无大案 猫猫不爱吃鱼 这让我怎么放心 如此夸张的增幅 怎么可能没有负面作用 献仙 真的没有 我能清楚地感应到 这种状态并非压榨身体机能 而是依酒为力量源泉 除了喝醉后 大睡一觉 身体根本没有损伤 王献仙话 没有说完 其实他的身体 不仅没有损失 甚至可以说是满状态 因为 酒可以恢复他的状态 云仙看着王献仙发的消息 瞪大了双眼 满脸的难以置信 猫猫不爱吃鱼 你这天赋强的 有点过分了吧 猫猫不爱吃鱼 算了 身体没事就好 你吃饭了吗 献仙 还没 现在正在坐车回去的路上 猫猫不爱吃鱼 那你先回家 给你寄的东西到了 等会会有人给你打电话 猫猫不爱吃鱼 记得吃饭 王献仙盯着两人的聊天记录 看了许久 他的嘴角 控制不住地扬了起来 坐在他头上的云鹰 脸上满是一母笑 旁边开车的司机大叔见状 呵呵一笑 小伙子 再和女朋友聊天吧 王献仙连忙否认 不是女朋友 是朋友 司机大叔 被少年有些慌张的样子 逗笑了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又不是老师 难道还会抓你早恋不成 我家那个小兔崽子 当时谈恋爱的时候 和你一样的表情 那臭小子成天看着手机 那嘴角都裂上天了 我问他是不是女朋友 你猜他怎么说 王献仙好奇问道 怎么说 司机似笑非笑地 看了眼王献仙 他说 不是女朋友 是朋友 面对司机大叔的调侃 王献仙感觉自己的脸 有些通红 您误会了 真不是女朋友 那是我 司机大叔 无视了少年的解释 用一副看穿一切的表情 看着王献仙 朋友朋友 我懂我懂 王献仙 坐在王献仙头上的 云鹰热的不断鼓掌 少年郁闷地看了窗外一眼 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师父 麻烦逮下目的地 不去酿酒师协会了 送我去白水学院吧 好嘞 第35章 一夜暴富 被包养得快了 当王献仙回到寝室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 回到寝室 他先是给师公师伯 打了个电话 说明了一下情况 见云仙还没完事 王献仙决定 先去洗个澡 待他脱衣服的时候 少年嘴角微微抽搐 姑奶奶 我要洗澡了 我知道啊 他在王献仙头上的云鹰 一脸无所谓 我的意思是 我要洗澡了 请回避一下 切 云鹰不屑瞥了王献仙一眼 毛都没长齐 还整体羞涩 说完 他直接钻到了九仙葫芦里 泡在浴缸里 王献仙开始思考之后的发展 首先 要想变强 钱是必不可少的 离开天剑的时候 王献仙存款600万 但今天 他的存款 就已经变成了564万了 那36万 几乎全部用来买票了 因为划线将于辽阔 所以高铁速度极快 常规时速度 常年保持在1000公里每小时 这样的高铁 成本是相当高的 天剑市 位于天狱行省 地处华夏中部 从天剑市到天九市的单程票价 就已经来到了5000元 这还是未成年票价打八折的结果 为了摆脱追踪 王献仙前前后后 买了100多张不同行程的车票 说实话 这36万花的他 心头低血 不过 这点钱对于修行来说 根本算不上什么 花钱的大头 还在后面呢 比如 他今天去的竹林秘境 那玩意按小时收费 初级区 每小时收费200块 中级区500块 高级区1000块 他从上午10点进去 到晚上9点出来 11个小时 花了2200块 不过 对他来说 这波不仅没亏 甚至血赚 一街金河的市场价 大概在100至500之间 150多个一街金河加起来 差不多有好几万呢 能在新手区赚钱 王献仙绝对是个特例 正常情况下 10个小时内能猎杀五头一兽 就算不错了 新手秘境主要的目的是让新手历练的 并不是每个家庭 都能支撑孩子学武 哪怕国家 每年都有免费的资源扶持 武者需要的资源消耗 也绝非普通家庭能轻易承担的 在秘境中赚个几万块 终究是小打小闹 真正能发财的 还是野外 或者是还未攻克的秘境 高阶益售的金河价值 呈指数倍上涨 二阶的金河市场价 就已经来到了500到1000的区间 三阶的金河 更是一颗价值上千 王献仙接下来的花销大头 估计会出现在购买天才地堡上 酿造09所需的材料 也不是个小数目 最便宜的一阶灵值 黄灵草的单株售价 都已经突破50了 可不要觉得50便宜 那是单株的价格 一根50 到后面 五阶 六阶的灵值 更是天文数字 他还打算 买个大点的储物灵宝 不然很多材料 他都没地方放 储物灵宝最便宜的 都要100多万 踏上修行之路 钱就仿佛不是钱了 王献仙倒是不担心 自己赚钱的能力 毕竟他能酿酒售卖 只是这样会限制他发育的速度 要想快速发育 他就不能把重心放到赚钱上 从预示出来后 王献仙从包里 取出了他的战利品 两个嗜血熊苦胆 30颗竹叶狼的牙齿 153个一阶金盒 以及一包新鲜竹叶 还不等他整理 手机的提示音就响起来 王献仙拿起手机看去 猫猫不爱吃鱼 配送人员已经到了 王献仙还没来得及回消息 就有电话打了过来 来电提示 邮政特地 接通电话后 一个雄厚的声音 从手机里传了出来 您好 请问是献仙先生吗 我是邮政特地的派送员 有个快件需要您签收 我现在正在白水学院校门口 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听到这里 王献仙心头微震 这到底是哪家快递公司啊 这么卷 都快晚上11点了 还派送 请您稍等一会 我马上到 献仙先生 本次配送物品级别过高 为了保障 您与配送物品的安全 还请您尽量在私人环境下签收 配送员的话 让王献仙愣了一下 那您进来吧 我这里是教师宿舍区666号 好的 请稍等片刻 挂断电话后 王献仙连忙拿起手机摆布 短暂查阅后 他终于知道 邮政特地是个什么东西了 那是国家开设的专业快递公司 邮政快递旗下的特殊部门 其中遇到贵重物品 需要运输时 就会启用特级配送员 这些特级配送员 实力非常强悍 而且大多都是隐蔽配送 五分钟后 王献仙终于等到了门铃声 当他打开房门 看到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 他身穿变装 长相憨厚 单从气势上 根本看不出他是个舞者 但王献仙知道 这个大叔已经达到了气息那脸的境界 也就是说 面前这个相貌平平的大叔 实力已经达到了四品焚扬镜 在经过严格复杂的签收流程后 壮汉如负重负般开口道 这是您的快递 请收好 在王献仙接过递来快递后 这位壮汉向他点了点头 身影直接消失在原地 压下心中震惊 王献仙拿着快递回到了房间 快递和是用特殊金属材质制成的 输入密码后 王献仙成功打开了它 里面只有一件东西 一只美到极致的手镯 与其说是手镯 更不如说这是一条龙 威武的赤金色神龙栩栩如生 他尊贵的龙区围成了完美的原型 布州龙凤镯 龙镯 品质 地阶极品 种类 世界型储物灵宝 功能 双升空间 特效 布州守护 开启后 可生成强效护盾 可抵御三品物道镜以下攻击 持续时间由储存能量而定 主 若双镯同在 效果翻五倍 介绍 奇特的双升灵宝 两只手镯共享储存空间 地阶 极品 王献仙直接失去了冷静 所谓灵宝 就是富有灵性的宝物 灵宝分天地玄黄四大阶 其中又细分为上中下极品四的品级 地阶极品灵宝 放在绝大部分家族里 都称得上压箱底的宝物了 这是难以用金钱衡量的宝贵资源 更何况 这还是个世界型储物灵宝 之前他在灵宝阁 看到过世界型储物灵宝 不过黄阶极品 价值都破译了 他根本无法难以想象 这个手镯的价值 正在这时 手机的提示音再度响了起来 猫猫不爱吃鱼 收到了吗 献仙 收到了 猫猫不爱吃鱼 这个手镯是我闲置的储物灵宝 两个手镯共享一个空间 无论相隔多远 都能生效 猫猫不爱吃鱼 滴血认主之后 就可以生效了 王献仙划破指尖 将鲜血滴在手镯上 手镯完成认主的瞬间 王献仙就生出了一种奇异的感觉 他的意识一沉 直接进入了手镯的空间中 然后取出了云仙给他准备的资源 第36章 你要告诉所有人 你是我的人 出乎王献仙的想象 云仙给他的资源远不止一样 他先是取出了一个白玉制成的锦盒 打开后 一个透明的小瓶子 正静静地躺在盒子里 瓶子里装着一滴赤金色的鲜血 鲜血中 仿佛蕴含着毁天灭地般的能量 猫猫不爱吃鱼 这是大日金屋的金血 原本打算用来助你重塑灵脉的 只是没想到你的灵脉 因为二次觉醒 自行修复了 猫猫不爱吃鱼 大日金屋金血 除了重塑灵脉 还有很多效果 总之对你来说 有意无害便是了 王献仙听到这滴金血 源自大日金屋时 心都快跳出来了 大日金屋是妖族之皇 是妖族的绝对统治者 华夏三皇中的妖皇 本体便是大日金屋 献仙 殿下 不行 这无论如何 我都不能要 似乎早就猜到王献仙会这么说 云仙指尖飞速滑动 猫猫不爱吃鱼 你马上就要进入炼血境了 这滴金血 对你的帮助 远比你想象的大 猫猫不爱吃鱼 从你答应被我资助那天起 无论我给你什么 你只需要拿着就行 猫猫不爱吃鱼 而且这滴金血是我的礼物 你不收也得收 这 这么霸道的吗 由于片刻 王献仙最终选择了接受 我那个乖乖 云莺从葫芦里钻了出来 夺走王献仙手里的金血 瞪大了双眼 这不是大日金屋的心头血吗 直接送你了 贼小子 你被包养了 仙人都渴求的极致金血 震惊过后 云莺脸色狂喜 熬出头了 熬出头了 这辈子 你真开窍了 献仙小子 干得漂亮 最后 王献仙又从袋子里 取出了一张黑色的银行卡 他不知道 里面到底有多少 但他知道 绝对不少 猫猫不爱吃鱼 身边的人 总是会为我准备好修炼资源 所以 我自己并没有收集 修炼资源的习惯 猫猫不爱吃鱼 袋子里的那张银行卡 里面有些钱 具体多少我也忘了 但绝对够你花 密码是你手机号后八位 猫猫不爱吃鱼 切记 大日金屋的金血 一定要在炼血镜使用 还有 少年看着云仙 视无巨细地叮嘱 脸上不禁泛起一丝苦笑 王献仙 欠那么多 你该拿什么来还 云仙给自己的东西 都是自己极度需要的 能随时随地 给自己资源的储物领宝 能提升实力 强化体质的金屋金血 能让自己 摆脱窘境的现金 很多方面 他都帮自己考虑到了 献仙 殿下 我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 似乎是察觉到了 王献仙的情绪 云仙手指轻动 猫猫不爱吃鱼 王献仙 你不是下水道的老鼠 请你堂堂正正地抬起头 猫猫不爱吃鱼 我们现在是投资与被投资关系 这不是施舍 这是交易 猫猫不爱吃鱼 未来我需要你的帮助 现在你需要我的帮助 如果你真的想报答我 等你心中仇恨落定之后 猫猫不爱吃鱼 你要告诉所有人 你是我的人 献仙 好 猫猫不爱吃鱼 那你早些休息 今天也累了一天了 晚安 献仙 晚安 殿下 你要告诉所有人 你是我的人 少年脑海中 不断脑补云仙的声音 盯着手机许久 王献仙指尖轻轻触碰 献仙 殿下 猫猫不爱吃鱼 嗯 怎么了 献仙 我会告诉所有人 我是你的人 献仙 晚安 殿下 云仙捧着手机躲在被窝里 呼吸急促 手机的光打在他那完美的面容上 让少女脸颊上 原本躲在黑暗中的羞红 无处可逃 怦然心动 猫猫不爱吃鱼 好 王献仙看了许久的聊天记录 才小心翼翼地 把手机放到一旁充电 云英健壮 忍不住上前调侃道 贼小子 有什么情感问题 记得找姑奶奶咨询咨询 人家女孩不错 金屋肢体 他日成仙 也算是能配得上你 到时候 你把他娶了 王献仙羞红了脸 打断道 他是我恩人 我对他只是报恩 你别多想 哎呀 云英看穿一切的眼神 盯着王献仙坏笑 啊对对对 恩人 你想一下 未来有一天 他穿上嫁衣 站在亲朋好友当中 而你不是新郎官 你只能站在下面 为他默默送上住 碰 少年的拳头 猛地砸到墙上 这是王献仙 从天剑试出来后 第一次暴露愤怒的情绪 这种心底滋生的愤怒 根本无法压制住 我就说吧 云英贪手 还想在姑奶奶面前装 喜欢人家就大胆追 条件不行咱就努力 晓得不 有姑奶奶在 啥姑娘 你追不到 大号养废了 姑奶奶我非要 让你这个小号起飞 你以为你是谁 无敌之先 你这性格得改 知道了吗 王献仙沉默了 显然他把这话听进去了 知道了 云英双爪插腰 气势呢 气势 知道了 听到少年肯定的回答 云英满意点头 然后跳到王献仙肩膀上 神气十足 这才有气势 咱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今晚突破炼血镜 第37章 炼血镜 下定决心后 王献仙直接盘歇而坐 开始吐纳灵气 他现在的境界 是九品通脉镜 通脉镜 是舞者最基础的境界 舞者体内 共有12条灵脉 这些灵脉 也是舞者修行的根本 通脉镜舞者变强的过程 也是贯通12条灵脉的过程 现在王献仙 已经打通了九脉 还剩下最后三脉 他静静地坐在那里 双目紧闭 呼吸平稳 身体放松 王献仙的注意力 完全集中在自己的体内 感受着灵气 在灵脉中流动 伴随着呼吸的节奏变化 他开始吸收天地间的灵气 并操控它们 顺着灵脉流动 起初 吸收的灵力 如同一条细流 缓缓地流淌着 经过每一个穴道 都带来一阵轻微的刺痛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股灵力逐渐壮大起来 如同一条红流 奔腾不息地涌动着 灵力红流 在开辟出的九条灵脉中 不断游动 除了九条明亮的灵脉外 王献仙还能感知到 体内另外三道暗淡的灵脉 那里不曾有过灵气进入 每一丝灵气的涌进 都会造成疼痛的撕裂感 要想打通心的灵脉 必须徐徐而来 否则体内的灵气 有可能将灵脉撑破 如果是之前的王献仙 肯定会慢慢来 但现在的他 已经被废过一次了 九完全可以修复他的任何伤势 包括破散的灵脉 拜十长老所赐 他全身的灵脉都被震碎后 变得更加坚韧了 此时的王献仙 脑子里生出一个疯狂的想法 云莺 我要打通剩余三条灵脉 直接突破到炼泄境 云莺双手抱胸 露出僻逆天下的气势 放心 一切由我 你大胆干 出事我帮你兜着 记住 只要有九 咱们就是无敌的 下定决心后 王献仙立即付出了行动 他好饮几口灵酒 重新填补了体内消耗的灵气 在灵气的涌入下 体内剩余的三条灵脉 开始发出耀眼的光芒 王献仙的身体 也变得越来越热 仿佛要燃烧起来 庞大的灵气 不断冲刷着狭窄的灵脉 第十脉 开 第十一脉 开 他忍受着痛苦 继续引导着灵气 终于 灵气通过了完整的灵脉 汇聚到了丹田之处 形成了一个旋转的气旋 灵气抵达丹田的瞬间 王献仙感觉到 身体内的某道枷锁 仿佛被打碎一般 第十二脉 开 王献仙没有停下来 他一鼓作气 大量的灵气顺着灵脉 疯狂涌进丹田之中 他要以灵气为燃料 将丹田点燃 让体内燃起泄火 半个小时后 王献仙的身上 开始升起振振雾气 他敏锐地感觉到 自己的体温变得异常地高 最终 王献缓缓先睁开眼睛 他感受着体内 不断沸腾的鲜血 不禁向前猛地挥拳 强劲的拳锋 直接掀飞了卧室的装饰品 他看着自己的拳头 嘴角轻轻上扬 这便是 练血镜 见王献仙成功突破之练血镜 云莹满意地点了点头 终于迈出了舞者第一步 接下来 就是重头戏了 他取出大日金污金血 一脸严肃地看着王献仙 血液之中 以灵气淬炼血气 以此提升血液品质的过程 知道那小姑娘 为什么会反复强调 要你到炼血镜后 再吸收这低精血吗 王献仙有些迷茫地摇摇头 不知道 云莹端起装着金血的小瓶子 语气有些凝重 这是他赠予你的大造化 他想让你觉醒金污血脉 金污血脉 正如你体内的大地血脉 拥有神奇效果般 大日金污身为天地神兽 它的血脉 更是拥有远超地血的力量 正常情况来说 人类无法更换体内血脉 但炼血镜是个例外 炼血镜的舞者 正处于升华血脉的时间点 这个阶段的舞者 会拥有一次重塑血脉的机会 而重塑血脉的必需品 就是妖族精血 一般情况下 吸收妖族精血 并不会改变身体血脉 你需要得到精血主人的赐福 方能开启血脉重塑 而以这样的方式 重塑血脉的人类 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脱离了人族范畴 我们一般称呼这样的存在 为后天灵足 届时 拥有精污血脉的你 将成为真正的精污一族 云英嘴角微微上扬 这才是他真正的礼物 一次涅槃重生的机会 一个身份的完全转变 一个没人感动的免死金牌 听完云英的解释后 王献仙握着精血的手 变得前所未有的沉重 这份礼物 太贵重了 看着愣在原地的王献仙 云英并没有打断他的思绪 许久之后 少年终于下定了决心 然后直接将精血吞服下去 服用大日精污精血 血脉重塑中 精血入体的瞬间 王献仙并没有感到 传闻中撕心裂肺的疼痛 他一脸疑惑地看向云英 云英白了他一眼 你当这是小说呢 血脉重塑是个缓慢的过程 什么时候你结束练血镜 什么时候血脉重塑完成 王献仙嘴角微微抽动 那当当你为什么要说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呢 因为帅啊 云英理所当然道 见王献仙吸收了精血 云英伸了个懒腰 接下来就没啥事了 我去睡会 云英 谢谢你 王献仙真诚道 我是你本命法宝的气灵 知道什么叫本命气灵吗 云英突然严肃了起来 什么是气灵 王献仙有些疑惑 气灵不是灵宝生出的灵智吗 那是寻常气灵 我是你本命法宝的气灵 我因你而生 所以 不要对我说谢谢 生分 说吧 云英头也不回地 钻到了葫芦里 王献仙挠了挠头 他觉得云英有些生气了 但他也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说错了 想半天没想出来理由 王献仙决定明天给他道个歉 他先是打开天职面板 查看起自己的心属性 王献仙 天职 酿酒师 命格专属职业 酒见仙 天父 金屋天父 未觉醒 血脉 见地血脉 大日金屋血脉 正在觉醒 等级 八品炼血镜 燃血七 本命法宝 酒仙葫芦 云英 体魄 五百 精神 五百 心的身体属性让他虎屈一阵 他的属性竟然直接翻了五倍 五百的体魄是个什么概念 那已经达到了七品断骨镜舞者的身体标准了 而断骨镜舞者的精神可没有那么高 舞者在没有抵达繁星镜之前 精神力少得可怜 前三境界主要就是强化体魄的 压制住内心的激动后 他开始专注巩固自己的境界 第三十八章 中考到来 转眼间 时间已经来到七天后 天九市第二高级中学 初三一班 周围的同学用余光瞄着班级后排座位的神秘插班上 哎 这哥们谁啊 好像叫什么云九 刚刚老师不是说他是修学的人吗 好像是因为特殊原因来咱们班参加中考的 那不是中考移民吗 坐在座位上的王献仙并没有因为同学的议论影响到他的冥想 这七天里 他不断巩固自己的境界 磨练战斗技巧 现在的他已经彻底踏入八品舞者的领域了 练血境共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燃血 燃血主要用来洗练血液杂质 让舞者的血液恢复到最纯净的状态 第二阶段为温血 养血则是要酝氧血液力量 让舞者的血液拥有更强大的力量 第三阶段为灵血 灵血则是将灵力与血液相融 让舞者血液彻底完成升华 值得一提的是 练血境以上的舞者的鲜血 可以视为特殊修炼资源 高阶舞者的血液都蕴含着极强的力量 而他们血液的强大效果 就是练血境时提炼出来的 王献仙现在处于燃血阶段 这一阶段的舞者非常不好受 因为燃血阶段的舞者 身体就跟个火炉似的 烧得难受 所以 他需要通过冥想来提升身体耐力 伴随着推拉门的声音出现 教室里喧哗的声音逐渐平息了下来 推门而入的人正是一般的班主任 同学们 时间到了 咱们下去排队 准备去考点 听到这里 王献仙跟着人群 开始往操场走去 操场停放着数百辆大巴 登上大巴后 班主任开始点名 等点到云九的时候 这位班主任微笑开口 孩子 不要紧张 认真发挥就好了 王献仙礼貌回应 好的 夏老师 班主任轻轻点头 然后拿起对讲机 一般同学已到齐 可以出发 中考 是关乎学生命运的考试 虽然没有高考那么强大的影响力 但也是全国人民关注的盛大比赛 在中考 人们能看到那些传说中的 帝族天骄的战斗 这在高考是很难见到的 因为绝大部分天骄 都在中考后 被大学特招走了 经过半个小时的路程 大巴驶入一处秘境中 这处秘境 是专门用来进行考试的秘境 下车后 经过详细的检查 学生们来到一处巨大的广场上 广场正中央 搭建了一处高台 高台上有位身穿军装的中年人 他身材魁梧 气势非凡 眼角的刀疤 更是给他带来几分煞气 同学们 你们好 我叫周青 是024号考场的考官 下面 我再来重复一下考试注意事项 本次五科中考的考试时间为 上午9点到晚上9点 总共12个小时 考试规则和网界相同 考场分为四大区域 初级区 中级区 高级区 核心区 每个区域都需要达到相对应分数才能进入 中级区需要150分 高级区需要400分 核心区需要1000分 初级区都是不入阶的异兽 中级区全都是一阶异兽 高级区是一阶巅峰异兽 和小部分二阶异兽 核心区盘踞着二阶巅峰异兽 队伍里的王献仙听到这里 嘴角轻轻上扬 高台上的周青继续强调道 击杀不同种类 等级的异兽可以获得相应的分数 希望大家要量力而行 再开始领取你们的考试物资 话音刚落 台下的学生们开始迫不及待地 领取自己的物资 王献仙并没有动 她不想去人多的地方 因为会感到燥热 体内的金屋真火 正不断焚练她的血液 等人变少的时候 王献仙上去领到了自己的考试物资 能记录分数 拥有地图功能的战术手表 能补充水分和能量的能量补剂液 还有类似当时在竹林秘境领到的安全装置 领完准备后 学生还有十几分钟的调整时间 时间流逝 很快就到了九点整 第一 周青重新走到高台上 她大手一挥 天九市第12015届五科中考 正式开始 考生进入考场 话音刚落 秘境大门被彻底推开 庞大的大门如同巨兽血盆大口般 不断吞噬着考生的身影 周青看着空旷的广场 然后向远处的监考机构点点头 考生入场完毕 启动考场监控设备 准备开始中考直播 考场公证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千百年来 因为五科成绩 发生过很多质疑 针对这种质疑 政府为了强化自身公信力 实施了公开直播的方式 家长可以输入考生准考证号 观看自己孩子的考场直播 如果只是单纯观看中考直播 只需要用官方的视角就可以 官方视角 主要集中在排名前十的选手身上 各处学校也能通过过程 筛选优秀的学生 考试秘境 模拟的是城市废墟环境 数千名考生进入考场后 都开始调整自己的战术手表 忽然 一道身影如剑般冲出了人群 直接冲向城市废墟之中 急速掀起的尘土 让后面的学生叫苦不堪 卧槽 吃药了吧 怎么会这么快 败者时辰 操 可嗨嗨 监控室内的考官见状 也不禁有些古怪 好小子 这么快的速度 体魄起码上了二板 把他资料调出来看看 主考官周青开口道 考官开始在电脑上操作 十几秒后 冷汗开始在他头上冒起 主考 掉不出来 此言一出 众多监考满脸疑惑地看着同事 那位考官仿佛见到什么不敢相信的事情 他用手指着电脑屏幕上红色的大字 权限不足 无法调取该考生资料 红色字体刺入众人眼中 纷纷掀起惊涛骇浪 周青难以置信地看着监控中的清秀少年 这到底是何方神圣 他当机立断 直接回到自己的监控桌前 利用自己的主考权限调取信息 权限不足 无法调取该考生资料 怎么可能 连我的权限也调不出来 周青满脸震惊地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清秀少年 云九 到底是 谁家的 第39章 暗流涌动 急速飞奔在城市废墟中 王献仙意念下沉 云英 帮我找到他们 云英很快做出了反应 三点方向 23米 暗影猫 收到消息的王献仙意念一动 酒水凭空而出 并在空中凝聚出飞箭 然后向指定目标射去 不等暗影猫反应过来 飞箭便划破皮肤 刺入他的心脏之中 猫 一击致命 击杀 不入街易兽暗影猫 获得分数八点 才八点分数吗 王献仙眉头一皱 太低了 必须要赶紧到高级区 云英立刻安抚道 不要急 你现在处于燃血期 不要被灶火影响心境 努力压制住他 听到云英的话 王献仙开始冷静下来 这几天 他因为体内的燥热感 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情绪 深呼一口气后 王献仙稍微冷静了下来 咱们继续吧 好 云英平静开口 11点钟方向18米 2点钟方向30米 紧接着 又是两道雪花在空中扬起 击杀不入街易兽 嗜血鼠 获得分数五点 击杀不入街易兽 疾风犬 获得分数十一点 无论是国家还是家族 后代的培养都是重中之重 后代代表的是家族的未来 天九零世 众多家族高层 一大早就聚在会议室内 观看中考直播 看来林雷那小子 今年是鼓足了劲 要挑战老祖啊 哈哈 今年过年的时候 刚好赶上老祖出关 那小子追着老祖 又哭又闹的 把老祖烦得不行 还有这是 那小子缠着老祖干嘛 干嘛 还能干吗 当然是问老祖的弱点在哪里啊 这小子 以为知道老祖弱点后 就能击败老祖投影了 还扬言要超越老祖 再助林氏荣光 哈哈哈哈 欢快的气氛 不断在会议室内蔓延 林氏组长强忍笑意 压了压手 好了好了 该讨论正事了 这几年 天才的喷涌率明显增多 这是个大时代 不谈外面 单说渡市 今年就出了个SSS级天赋的年轻族人 当然 最惊人的 当属天剑王氏 我想各位祖老 应该都已经收到消息了吧 因为祖老正声开口 族长说的是 王氏与慕容氏 联姻诞下的王北辰吧 X级的天赋 咱们林家最近的X级天赋的族人 还是林九叔 这几年 王氏的族运 实在是太离谱了 几乎每年 都有SSS级天赋的族人出现 难道见得真的踏入皇者镜了 林氏族长缓缓摇头 我询问过老祖 按照老祖的说法 剑帝还会踏足皇境 说到这里 他顿了一下 然后叹了口气 但也不远了 凝众的气氛不断在会议室汇聚 林氏族长继续开口 新的皇者诞生 势必会带来华夏的新变局 面对即将来临的新时代 我们必须要有所抉择 现在 各大家族都已经对王氏有所表态 先前打压王氏较狠的慕容氏 甚至不惜让自家的千金 嫁给王剑年 35帝族已经有20家进行了表态 并割肉示好 某位祖老叹了口气 一直这么拖着 也不是办法 林九叔也因为当初那件事 多少年了 对家族的气还没有消 林氏族长同样叹了口气 王氏公开表示 王北辰将挑战见地投影 这似乎是他们释放的某种信号 再等几天 我们或许就能知道 王氏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了 咦 林氏族长的话突然停了下来 他看着直播画面又上脚的排行榜 这个云九是哪家的孩子 贼小子 察觉到了吗 云英提醒道 王献仙努力压制着燥热的气息 然后扫了眼右边的废弃二层小楼 感应到了 这似乎是个大家伙 他身体开始绷紧 准备时刻应对接下来的战斗 吼 伴随着低沉的嘶吼声 一头一兽从废墟中 朝着王献仙飞快扑了过来 王献仙临微不惧 直接操控飞剑迎了上去 谁曾想 以往所向披靡的飞剑却遭到了首次失利 那头异兽的速度惊人 他竟然在飞剑刺中他身躯的刹那 完成了紧急闪避 这也让王献仙看到了那头异兽的真面目 他外形和豹子相似 但体型却大了不止一圈 毛发也是黄色与红色交错 嗜血豹 王献仙很快认清了对方的身份 嗜血豹 等级 二阶中期 技能 急速 嗜血 隐杀 锋刃 介绍 小心你的喉咙 嗜血豹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异兽 辨别嗜血豹的等级很简单 就是他身上的红色毛发面积 红色毛发面积越大 等级越高 二阶异兽的气息明显要比一阶强上不少 一双赤红色的双眸中更是充满汹涌的杀意 运气不错 这一头估计能有150分以上 少年战役也在不断攀上 他右手一挥 控制的九剑重新化为酒水 回到王献仙的身边 手握九剑的少年 看着远处异兽 挥一剑上挑 看着少年的挑衅动作 性格本就残暴的嗜血豹 发出一声怒吼 吼 紧接着 他的身躯青色光芒大放 一道青色的锋刃向王献仙斩去 在锋刃攻击的同时 嗜血豹庞大的身躯也急速冲向少年 面对双层攻击 王献仙眼中毫无畏惧 他调整呼吸 精神专注 右手一挥 手中的九剑重新化为酒水 缠绕在他身边 紧接着 酒水如同水剑般 斩向高速袭来的锋刃 仅仅是一个照面 锋刃就被强大的剑翼摧毁 而王献仙直接冲向嗜血豹 在对方飞扑他的时候 少年瞬间变化身形 华铲 嗜血豹惊悚地看着 出现在自己肚皮下方的少年 只见 酒水重新在少年手中汇聚 他向上一次 嗜血豹韧性极强的皮肤 就被当场刺穿 在空中的嗜血豹 根本无法调整自己的体态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 凭借惯性 滑破自己的肚皮 刺了 好 只听轰隆一声 嗜血豹一头撞进了 街道一侧的墙体上 大量的血液 掺杂着内脏 从嗜血豹肚皮的巨大切口中流出 他拼了命地想要站起来 发动嗜血技能 但身体已经不允许了 看着不断挣扎起身的嗜血豹 王献仙直接给了他一个痛快 飞剑直接洞穿了他的大脑 结束了他的生命 击杀 二阶中期易受嗜血豹 获得分数220点 深呼一口气 王献仙抬起左手 查看自己的分数 考生 云九 准考证号 1200-156-78-908-763 分数 1023 天九是排名 1 云海航省排名 1 1000分 王献仙嘴角微微上扬 我们可以去核心区了 云英站到王献仙的肩膀上 杀些小菜鸡太无趣 二阶易受才是你的起点 走吧 王献仙双脚发力 直接接到深处奔去 第40章 低级错误 核心区全部都是二阶巅峰易受 绝大部分的考生都指不于中级区 虽然中级区全部都是一阶易受 但一头一阶易受也有近百的分数 普通舞者高中的分数线是400分 很多学生只需要击杀两到三头 一阶易受就可达到分数线 毕竟还有一些不入阶的易受 也能拿到分数 重点舞者高中的分数线能达到1000分 双方差距巨大 名校的资源和普通学校的资源 根本不是一个概念的 能达到重点舞者高中分数线的学生 基本拥有与一阶后期易受搏杀的能力 他们的实力也差不多达到通脉进时脉以上 但是 要想分数达到1000分 也需要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任何战斗都会消耗大量的灵力 他们需要休息补充自己的体力 而王献仙现在开考不到三小时 就已经达到了1000分的门槛 中考并没有明确规定 高考特高名额的具体分数线 能拿到高考特考名额 依靠的试试排名 只有在本试排名前三的考生 才能获得提前参加高考的名额 王献仙现在要做到的 就是稳住自己的排名 以及最大程度地展示自己的天赋 踏入核心区的瞬间 王献仙就感到了强烈的杀意 不愧是专门给天骄准备的区域 王献仙摩拳擦掌 有些跃跃欲试 敢踏足核心区的考生 基本都是各大家族的天骄 他们的修为 基本都达到了八品炼血镜 这些天赋异禀的家族天骄 凭借着八品舞者的境界 再加上品质极高的天赋 足以让他们 无视二阶巅峰凶兽的威压 三点钟方向25米处 有一头二阶巅峰异兽在埋伏你 听到云英的提示 王献仙直接冲了上去 他并不是冲上去攻击 而是故意冲到对方身前 留下破绽 高端的猎手 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躲在暗处的黑色异兽 见到王献仙冲到身边的时候 眼中凶光大放 但他并没有马上出手 身为二阶巅峰异兽 他已经具备了不俗的灵智 谨慎同样是他狩猎的核心之道 王献仙与他身影交错的时候 云英突然开口 是妖影猫 他们是群居的 小心线 进入他们的包围圈了吗 王献仙也开始变得谨慎起来 异兽等级越高 智慧程度越高 也越难对付 向前奔跑一段距离后 王献仙在一处十字路口停了下来 之所以停下来 是因为他感受到四周传来的 震震低吼声 突然 一只紫黑色的小猫 从废墟中跳了出来 寻常家猫的大小 但却有着长度惊人的力爪 身上漆黑的毛发 突然吞噬所有的光芒般 黑的诡异 幽影猫 等级 二阶巅峰 技能 急影 影杀 幽影 介绍 不要被外表所迷惑 不然你会死得很惨 看到这只幽影猫 王献仙并没有马上展开攻击 能同时找到那么多的 二阶巅峰异兽 不容易 不能因为一两只 就让他们跑了 幽影猫以速度著称 而且智商不低 一旦发现不敌 就会马上散开 现在的王献仙 可没本事 将分散的幽影猫群 全部击杀 思索片刻 王献仙双腿发力 直接跳到了街道旁 废弃小楼的二楼阳台 幽影猫见状 连忙跟了上去 王献仙沿着 废弃小楼的房顶 不断往前跑 这一示弱 直接让幽影猫 全部跟了上去 幽影猫的速度极快 王献仙在逃跑的过程中 总是会被他们 锋利的爪子划伤 破烂的衣服 和渗出的鲜血 让此时的少年 有些狼狈 少年被追杀的一幕 通过电视转播 不断落入 天九世百姓的眼中 正义使者 什么鬼啊 他是没学过 怎么面对幽影猫群吗 逆天的小猪猪 这哥们失了痣啊 他不知道幽影猫 是团队狩猎的吗 脑瘫本瘫 这种蠢货 是咱们市的第一 别丢人了 幽影猫生性胆小谨慎 只要展现自己的强大 肯定会将他们下退的 这个时候 越跑越会激起他们的凶性 暴力美男 咱们天九的榜首 可是会被国家电视台直播的啊 搞成这样 真给咱们丢人 疾风快乐 出风头也不是这么出的 人家灵雷和杜莹 都是选择循序渐进 慢慢提分 这孩子太急了 小海黎 能冲到第一 肯定是有本事的 但她太不理智了 悲伤的羊驼 每年不都有这种选手吗 拼了命的压榨体能 就是为了上几秒电视 幼稚至极 对自己太不负责了 监考室内 众多监考老师 盯着王献献的背影 也是眉头紧皱 之前这个孩子给我们的表现 并非那种轻浮之人 可为何他会做出这种 不理智的选择 再这样追下去 他会被耗尽体力的 唉 咱天九可是丢了大脸了 就算是灵雷那种群弓型的天赋 也不敢独自面对 三十多只二阶巅峰的异兽 更何况 这还是以速度著称 最喜欢一击割喉致命的幽影猫 听到周围监考老师的议论 主考官周不禁 把眉头皱紧 真的是自寻死路吗 酿酒师协会总部 灵九与李剑周 同样关注着王献献的战斗表现 师傅 献献这孩子 是想将幽影猫一网打尽吗 灵九抿了口茶 目前来看却是如此 但这小子 有点让我捉摸不透 就算是诱敌深入 也无需受伤示弱 战斗当中任何伤势 都有可能对自己造成极大的隐患 这个简单的道理 他没理由不知道 也许是因为太着急了 李剑周疑惑道 不 灵九目光灼灼 他不是这样的孩子 剑周啊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 能在被家族抛弃后 觉醒出强大的天赋的第一时间 还不选择回去 你觉得 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李剑周低头思索 隐忍 谨慎 对危机十分警觉的孩子 那你觉得 这样的孩子 会也着急 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吗 灵九反问道 李剑周沉默了 灵九端着茶 眼神紧紧盯着屏幕上的王献仙 这孩子 或许还对我们隐瞒了什么 我有种预感 接下来 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 一个 无比巨大的 惊喜 第四十一章 杀戮开始 急速飞奔在顶楼上 王献仙看着身后 紧追不舍的数十只幽影猫 嘴角微微上扬 到了 说着 他的速度再度提升 看着前方的特殊建筑 王献仙立刻冲了进去 身后的幽影猫见状 同样跟着少年加快速度 冲进特殊建筑里 哄 伴随着一声巨响 特殊建筑的门口上方 如同巨大闸刀般的大门 直接从天而降 直接将建筑的出口毒死 这声巨响 让谨慎的幽影猫们 顿时停下了追击的脚步 他们开始谨慎地 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一个十分空旷的房间 类似厂房 地上还摆放着 许多巨大的酒缸 这里赫然是出废弃的 酒厂的灵酒 储藏仓库 这里的密封性十分好 近八米的挑高 连个窗户都没有 幽影猫十分讨厌 这种封闭的环境 这会让他们变得 没有安全感 王献仙同样停下来脚步 她缓缓转身 脸上开始扬起 和善的笑容 知道吗 每个城市的中考考点 都会参考当地的城市 进行布局 添酒市最不缺的 就是酒厂 作为储存零酒的厂房 她对密封环境的要求 极其苛刻 虽然只是仿照的 但这里同样连老鼠 都跑不出去 猫抓老鼠的游戏结束了 话音刚落 少年的右手 开始凝聚出一柄长剑 面对王献仙不断攀升的气势 幽影猫彻底坐不住了 他们是胆小谨慎没错 但那只是相对的 再谨慎 他们也是异兽 当他们知道自己 无法逃离战场时 往往会选择 博命 30只幽影猫 直接开启天赋技能 伴随着警告性的低吼声 每只幽影猫的身体 都有诡异的紫色能量凝聚 四只幽影猫 直接从队伍中杀出 扑向王献仙 面对攻击 王献仙右手一抬 体内灵力疯狂运转 献仙剑的剑意在不断凝聚 四只幽影猫 即将攻击到王献仙的瞬间 剑影划过 空中刹那间 开出四朵血花 但王献仙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剑 因为有两只幽影猫 已经悄悄地摸到了他的后方 就在他们 以为自己偷袭成功之时 王献仙手中的献仙剑 直接化为飞剑 在空中洞穿了偷袭的幽影猫 头拨交锋 幽影猫就损失了六位同胞 少年展现出来的强大 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此时此刻 他们清楚地知道 寻常的狩猎方式 对眼前的少年 是没有用的 几乎是瞬间 所有的幽影猫 都开始动了起来 他们开始围着王献仙高速转圈 想通过死角 发起袭击吗 王献仙没有坐以待毙 他双脚用力 直接高高跃起 下方的幽影猫剑撞 并没有轻易发起攻击 他们在等 在等少年落地的瞬间 然而 王献仙注定让他们失望了 只见少年跃到最高处 即将被重力拉回地面时 手中的剑 突然停在了他的脚下 遇见悬停 王献仙就这样 稳稳地停在了空中 俯视着下方的幽影猫 幽影猫不敢轻易 跳到空中发起进攻 因为他们无法在空中 完成转向 一旦被对方抓住破绽 会被一击致命 王献仙仙仿佛料到了这个情况 紧接着 他双腿再度用力 往另一个方向跃去 下方的幽影猫 都把注意力 放到了空中的王献仙身上 没有任何幽影猫注意到 他们的身后 一柄长剑开始凝聚 此 尿 听到惨叫声 幽影猫连忙向后看去 当他们看到 头颅被冻穿的 两名同伴的尸体后 吓得毛发直立 瞬间分散开来 而献仙剑在击杀两名幽影猫后 又飞速回到了王献仙的脚下 重新在空中站稳的王献仙 嘴角微微上扬 还有22只 接下来 王献仙顾忌重施 两次跳跃后 又击杀了两头 这些幽影猫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他们不再被空中的王献仙所吸引 而是聚精会神地感受着周围的环境 空中的王献仙发现后 也不着急 狩猎一兽 有时候不单单依靠力量 让对方时刻处于高压的精神状态 不断挑逗对方的底线 这能让猎物露出更多的破绽 二阶巅峰幽影猫的单体战力 甚至不如二阶下阶的嗜血豹 他们之所以比嗜血豹 更让考生恐惧 是他们出色的团队配合能力 以及狡诈的狩猎智慧 绝大多数考生宁愿对上一头三阶的异兽 也不愿意对上二阶成群的幽影猫 就是因为幽影猫一击毙命的能力 现阶段的考生精神力多不过12左右 他们很难在专注的战斗中注意周围的危机 但对王献仙来说 他十分克制这些数量多单体弱的异兽 他的精神力高达500 几乎是普通学生的40倍 超高的精神力能帮助他规避攻击 更高效地掌控飞剑 不能让他们冷静下来 说完 王献仙再度操控飞剑刺了过去 剑飞剑重新来袭 幽影猫如同耗子群剑了猫般 到处乱窜 不愧是速度剑长的异兽 王献仙赞叹道 他的飞剑根本没法追上全力逃窜的幽影猫 因为献仙剑在追赶幽影猫 王献仙也从空中落了下来 距离他最近的两只幽影猫剑撞 挥动力爪直接扑向他的脖梗 就当两只幽影猫以为自己就要得手时 脸部却传来了巨大的力量 紧接着 强大的痛感取代了幽影猫的兴奋 砰 看着面部塌陷 倒在地上抽搐的幽影猫 王献先扭了扭自己的手腕 其实 我还是有那么点力气的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在场所有的幽影猫都感到了绝望 对方的体魄 竟然强到了这般地步 被拳头秒杀的冲击力远胜渐刃 明白自己处境的幽影猫们 开始抛弃了不切实际的想法 想要以最少的牺牲结束战斗是不可能的了 在首领的低吼中 所有幽影猫都不顾一切地冲向王献先 看着对方誓死如归的那股战役 王献先身体也开始紧绷 忽然 幽影猫的技能开始发动 每只幽影猫的身旁都出现了两道分身 这是幽影猫的成名剂 影杀 这两道分身不具备攻击力 但它们能极大地干扰敌人的判断 王献先轻轻闭上双眼 强大的精神力以它为中心开始释放 少年没有任何动作 只是认真感知着每位敌人的位置 待敌人距离它只有半米的瞬间 王献先动了 他右手紧握 左腿微叹 腰部用力 转身 满月 少年以剑为笔 以酒为墨 在空中画出了完美的原形 如同八月十五的月亮 一剑过去 九只幽影猫的身体被分成了两半 与此同时 王献先的身体也出现了数道血痕 没有理会身上的伤势 王献先立即向空中跃去 还有 九只 第四十二章 一战成名 重新悬浮在空中的王献先 希望借此恢复体力 可他没想到的是 剩余九只幽影猫 面对强大的生存危机 不顾一切的搏命了 空中扑向王献先的幽影猫 如同九只黑色箭矢 锋利而又致命 急速之下 王献先躲无可躲 他深呼一口气 双眼轻轻闭上 醉 话音刚落 王献先的身体 开始覆盖上一层朦胧感 就在九只幽影猫 即将划破王献先喉咙瞬间 少年的身影完全消散 仿佛天地间从未出现过他的身影 幽影猫满脸惊悚地 看着空空如也的空间 他们不明白 敌人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当他们划过王献先 原在位置瞬间 少年的身形重新显出 他用力挥剑 一头幽影猫 从空中坠落 尸体衰落的声音 和猫爪落地的声音差距 终究是太大了 剩余幽影猫 看着莫名死亡的同伴 恐惧的情绪 再度侵占了他们的大脑 看到同伴的死亡后 他们不约而同地抬头望去 这一看 他们彻底丧失了战役 只见 空中的王献先 正一脸平静地注视着他们 少年的眼神中 没有细血 没有喜悦 有的只是 深邃到极致的平淡 他们不明白 敌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他们唯一知晓的就是 身体本能向他们发出的信号 逃 然而 还不等他们动身 就感到腿脚开始升起无力感 剩余的幽影猫 如同喝醉的酒鬼般 步伐开始晃悠 似乎随时就会摔倒般 王献先从空中落下 操控飞剑 不断穿过幽影猫的身躯 击杀 二阶巅峰异兽幽影猫 获得分数300点 击杀 二阶巅峰异兽幽影猫 获得分数320点 击杀 二阶巅峰异兽幽影猫 获得分数280点 与此同时 天九师的中考排行榜 云九的分数 开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暴涨 第一名 云九 33900分 天九第二中学 学校观战室内 一般班主任 夏天看着排行榜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几天前 校长亲自找到他 说要给他安排一位学生 教学多年 他从未经历过 中考前几天 有新生转学的情况 他下意识地想多问几嘴 但校长却闭口不谈 只是告诉他 这个学生能给学校带来荣誉 具体有多大荣誉 他根本不清楚 他只知道 校长的态度很笃定 他并非愚笨之人 瞬间就想到了很多猜测 比如 开始怀疑 这是某位领导的私生子 不过他并未多想 因为在他的视角里 这位插班生 必定有出色的天资 只是 他未曾想过 这位来历神秘的学生 竟然拥有此等天赋 从中考开局 他就开始密接关注班里的学生 还不等他主动观看云九的直播 就在直播右上角的排行榜里 见到了他的名字 从中考开始一分钟 他的名字就如同太阳般 一直位居榜首 开考到现在 不过区区五小时 他的成绩 更是达到了恐怖的三万 直接拉开第二的灵室 天骄零雷 整整五千分 无人能敌 他努力压制着激动的心情 看向一旁的校长 但他却看到了校长脸上的惊恶 夏天不由轻笑一声 看来二中的校长 也是被云九匪夷所思的战斗惊到了 二中校长看着屏幕里的王献仙 一阵出神 三十只 三十只 他竟然一人 图进了三十只幽影猫 此时此刻 二中校长终于想起 好友李建州当时的话 这次可不是哥哥我求你办事 而是送你一份大礼 这是我失职 有他在 你这次高升的成功率 起码增加半成 二中校长哭笑不得地开口道 建州 你实在是 实在是太谦虚了呀 监控室内 周青看着云九猎 杀幽影猫的全过程 双手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如果刚刚只是猜测 那他现在已经能够笃定 这位名叫云九的考生 他的天赋 必定高得离谱 他的天赋品质 绝对达到了 SSS级之上 自己即将见证传奇的开端 临时祖宅 会议室内 此时的会议室 安静地连根针掉落都能听到 组长最先开口 打破了房间内的寂静 那个孩子刚刚消失的招式 可有人看懂 一位老者迟疑开口道 很像空间类技能 将身体替换到其他地方躲避攻击 另一名老者立即质疑道 如果真的是空间技能 以他刚刚那种使用技巧 不可能到现在才施展技能 他完全可以有更高效的开发方式 况且这般年龄 有谁能将空间类技能 开发到这般程度呢 一旦激起千层浪 众多祖老都开始 发表自己的看法 一时之间 各种争论声 不断充斥着会议室 许久之后 临时祖长抬手示意安静 还没有查到 那个考生的消息吗 下方立即有人回应 组长 那位考生的查阅权限被冻结了 申请冻结机构 是酿酒师协会 酿酒师协会 临时祖长眉头紧簇 组长 需要询问二太爷吗 某位高层提议道 临时祖长思索片刻 然后点了点头 等会 我亲自打电话去问 杜氏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一位族人起身行礼 组长 杜氏称他们也不知道 而且 他们还来询问 咱们是否知情 怪灾 某位族老猛地一拍大腿 不是咱们临时 也不是杜氏 那这到底是谁家的小怪物 根据那个孩子的战斗表现 他的天赋 起码也有SSS级 临时组长听后 眼睛紧紧盯着屏幕里的云九 久久不语 与此同时 官方直播间 因为云九的华丽表现 在网上掀起了滔天巨浪 神奇 Triple A 团灭呀 卧槽 这太帅了 正义使者 我TM就是个小丑 脑瘫本瘫 草 垂死病中金做起 脑瘫真是我自己 狗咪 你码得太帅了 真不愧是咱们天九第一 混蛋那是我内裤 罗尚 你刚刚可不是这样说的 大脑虎 这到底是谁啊 他是二中的 可我为什么没在二中听过这个人啊 云九大孝子 他是我爹 我滴神 楼上牛逼 考试秘境 王献仙缓缓走出了酒场 全国中考成绩突破两万分考生人数达到十位 国榜正式开启 考生云九 恭喜你 入围国榜 请您继续努力 听到考场手表的提示音 王献仙点开了国榜排行榜 第一名 杨图 分数38900 帝都 第二名 夜昊 分数37000 帝都 第三名 肖青 分数36300 天丹氏 第四名 白书 分数36200 魔都 第五名 王北辰 分数35990 天剑氏 第六名 耀凡 分数34700 天耀氏 第七名 楚青 分数34100 天石氏 第八名 云九 分数33900 天九氏 第九名 陆茶 分数31900 天茶氏 第十名 莫奎 分数3090 魔都 看着国榜 王献仙并没有骄傲 因为他知道 国榜并不代表绝对的战力 上榜的考生 大部分是拥有群攻的技能 不少实力强大 狩猎能力不强的考生分数 都不会太好看 王献仙能登榜 除了战力墙外 还有云鹰这个异兽探测器 不过 这些都不是王献仙关注的重点 他紧紧盯着排名第五的王北辰 眼神多了些疯狂 王室天骄 好久不见 第43章 终极考题 一剑 走在街道上 王献仙开始思索自己的不足之处 思来想去 他只想到自己的一处不足 九剑太少了 现在的他 只有献仙剑 如果是单挑还好 凭借着远超常人的身体素质 他甚至还不需要饮酒 就可以解决二阶巅峰异兽 但要是遇到群体异兽 就有些无力了 他身上的抓痕 就是最好的证明 看来中考结束后 就要开始酿酒了 王献仙喃喃自语道 肩膀上的云鹰 伸了个懒腰 酿酒是你的必修入 前几天是为了磨练技巧 中考完也该步入正轨了 毕竟 你是九剑仙 总是不喝酒也不行 不要觉得酒是外物 是你的他 永远就是你的 不要抗拒 王献仙微微一笑 我并没有抗拒 只是想试试自己的极限 云鹰歪了歪小脑袋 好像知晓了什么 也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以你目前的表现来说 也初步达到了目的 那个名额 估计跑不了了 赶紧结束吧 不是还有号称 能终结考试的终极考题吗 嗯 王献仙不置可否 终极考题 是实力达到三阶初期的武道傀儡 有些难对付 傀儡 云鹰点了点头 傀儡里面封存着各种武技 对低阶舞者来说 确实比同级异兽更难处理 再次看了眼排名 王献仙笑道 终极考题价值五万分 按照现在的排名 还没有人挑战 也许 咱们可以抢个亮眼表现 云鹰拍了拍小熊掌 说起来 挑战那个傀儡 好像会被全部直播吧 王献仙有些意外地看着云鹰 看规则的时候 你不是在睡觉吗 云鹰并没有直接回答 王献仙的问题 既然决定了 那就去吧 不然头筹可能被人抢走了 闻言 王献仙点点头 虽然网界大部分考生 都是在最后挑战武道傀儡的 但既然有了这个想法 还是快点动身比较好 确定方向后 王献仙向着前方快速奔去 少年的肩膀上 毛茸茸的云鹰 看着少年坚韧的侧脸 陷入了沉思 他是气灵 是九剑仙的半生气灵 少年的过往 他全都知晓 少年的苦难 他感同身受 他知晓 仙坠红尘 此乃历练 但 这不意味着 他就没有愤怒 没有仇恨 他不是仙 他只是气灵 仙人气灵 主人受辱 就是他受辱 王献仙 云鹰柔声开口 少年放慢向前奔跑的步伐 怎么了 云鹰挠了脑脑袋 嗡声嗡气道 手痒了 王献仙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不知道云鹰想干什么 下一刻 云鹰爬到了他的脑袋上 那个舞蹈傀儡 让我玩玩 原来是这个意思 王献仙恍然大悟 他没有多想 直接开口 那你来吧 不过如果你出手的话 会暴露身形吗 云鹰摇摇头 现在的我 只有你能看到 闻言 王献仙安了心 他再度加快速度 向城市废墟深处跑去 因为专注赶路 所以他并未刻意与异兽战斗 甚至会刻意避开某些异兽群 他的这个选择 也引起了网络上的激烈讨论 小灰灰 云九的排名 已经跌到第十名了 他这是要去哪 色惠人 他不稳固自己的排名 瞎跑什么 零雷都快追上他了 爱之炮弹 不对劲 他这个方向 好像是往中心地区赶 他的目标是五道傀儡 乐子海绵 疯了吗 这才开口不到六个小时 就去挑战五道傀儡 酒鬼是本大爷 五道傀儡对考生 简直是降维打击 去年的中考状怨 熬战二十分钟 才险胜对方 大田狗 高强度战斗了五个小时 不调整一下 就去挑战五道傀儡 太不理智了 海燕 以往的全国前十 基本都是前九个小时刷分 然后休息两个小时调整状态 最后再去挑战五道傀儡的 你可尝点心吧 云九以这样的姿态 去挑战五道傀儡 难道他不想创造纪录 海兰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五道傀儡的纪录 应该是三百年前的 薛无敌创造的 猴王 确实是他 总用时三分五十八秒 不知名 五道傀儡充当中考考题 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了 那个薛无敌的纪录 独占三百年 人如其名啊 普普通通 正因如此 每届天骄都鼓足了尽头 去打败这个纪录 也希望轻始留名 嗨嗨 卧槽 云九他好像真的去了 王献仙目光坚定 指示着眼前的体育馆 考生云九 恭喜您成为全国所有考场首位挑战五道傀儡的考生 请您做好战斗准备 从现在开始 您的战斗将面向全国直播 祝您好运 站在急速奔跑少年头上的云鹰嘴角一扬 亮个像吧 与此同时 全国所有的考场观战室内 同时响起了广播声 各考场请注意 各考场请注意 云海兴盛 天九市第二中学 初三一班的云九考生 率先抵达终极考场 天九市观战室内的所有领导老师 全体起立 昆仑须 三皇居住地 朴素的木屋里 与老师一同观看直播的云仙 突然看到电视画面一闪 接着崭新的面孔出现在眼前 与此同时 电视屏幕上提示与同步出现 考生云九即将挑战终极考题 看着陌生的脸庞 云仙不禁有些疑惑 云九是谁 天剑王室祖宅 观看直播的高层眉头紧簇 云九是谁家的天骄 为何之前从来都未曾听说过 二流家族网上 并未有出名的云姓氏族 天九市是杜氏和林氏的后花园 要不打电话询问一下 杜氏和林氏 与我王室井水不犯河水 我觉得 没必要因为这种小事 去与这两家进行交涉 坐在前方的王剑年 轻蔑一笑 角落里冒出的贱民罢了 在北城面前 只能沦为垫脚石罢了 其他祖老并没有否认 因为他们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 王北城的恐怖之处 X级的天赋 可不是大白菜 上一次出现的 X级天赋的持有者 还是一百年前的帝都杨氏 如果不是北城年幼 他的成绩只会更高 所以 除了王北城外 他们都不会过多关注 因为这注定是属于 王北城的时代 属于他们王室的时代 因为直播 全国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云九的身上 云英轻轻抚摸着王献仙的头 你只管向前 剩下的交给我就好了 王献仙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他并没有拒绝 少年的脸上 露出了坚定又自信的表情 王献仙 依然在急速冲锋 他很快穿过了一道透明屏障 这道屏障的设立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为了验证 来这里的考生 是否有资格入内 灵力峰值突破300 满足挑战最低要求 少年穿过屏障的瞬间 体育场中央的类人傀儡 开始启动 面对散发着 强大灵力波动的傀儡 王献仙急速向前 50米 30米 15米 站在持剑少年肩膀上的云英 不断回忆起末晚哥往日的话语 我是个失败的母亲 也是个软弱无能的母亲 葫芦仙人 求您保佑我的孩子 对不起 请您原谅我的懦弱 如果我不死 他是不会让献仙活下来的 献仙就拜托给您了 压抑心中许久的愤怒 如滔天海啸般 不断冲击着云英的灵魂 与此同时 王献仙体内的灵力 几乎达到了匪夷所思的量级 巨大剑刃从他背后凝聚 体内的灵力疯狂向外宣泄 云英目光 死死盯着体育场中央的傀儡 莫晚哥 你取的名字太烂了 还是我的云九好听 高速奔跑的王献仙 突然听到耳边传来的声音 王献仙 你已经不是当初那个 躲在被子里哭的小男孩了 从今往后 高傲地抬起头 接受世界的喝彩吧 这是我给你迟来的生日礼物 希望你能喜欢 让我们给这个世界 来点小小的震撼 全国电视机前 实践少年的上空出现一柄巨剑 紧接着 空中的巨剑燃起了金色的光芒 少年停在原地 平淡地盯着冲向他的傀儡 然后单手一挥 空中的巨剑 如同陨石般高速坠下 一剑 剧烈的撞击声轰然响起 巨剑插入地面产生的灰尘 瞬间吞噬了周围的一切 待到尘埃落下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 是一道长达数十米的巨大剑痕 以及周围破碎的傀儡 内部零剑 第四十四章 明镇滑下 遍地的狼藉 是那一件威力的最有力证明 裂风吹乱了少年的秀发 吹响了他的衣袍 尘埃落定 少年坚挺的身影 重新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王献献看着完全被破坏掉的场地 无奈笑道 姑奶奶 有点夸张了吧 云音哼了一声 既然要出名 不如贯彻到底 我只是给他们来点小小的震撼罢了 少年听后 没有说话 只是在笑 忽然 体育场上方的广播声响起 天九市零二八号考场 云九考生击败五道傀儡 奖励分数五万点 考场公告 考生云九刷新五道傀儡 击杀用时全播记录 击杀总用时1.01秒 考场公告 考生云九刷新 循环播报的考场公告 不断冲刷着观众们的心脏 忍者小梨花 奇猛了 既然看到五道傀儡被秒了 我在躺会 哆啦碧梦 我大抵是醉了 既然看到有考生一剑 秒了三阶初七的五道傀儡 梦醒时分 再睡会 实习之后 带人们反应过来 华夏各处都爆发出了 难以置信的惊呼声 卧槽啊 真秒了 一秒就尼玛的离谱 近四分钟的记录 就已经保持了三百年 这个记录才真特么地称得上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那孩子终结了比赛 监控室内 周青睛地张大了嘴 一件秒杀五道傀儡 是个什么概念 哪怕是他也不清楚 他唯一知道的是 就在刚刚 他亲眼见证了传奇的诞生 亲眼见证了传奇的开端 教师观战士 面色赤红 呼吸急促的二中校长 大声高呼 李建州 我TM 谢谢你 108代祖宗 一般班主任 更是捂着嘴 呆滞地望着屏幕上少年的背影 三百年前 薛无敌凭着一柄长枪 以三分五十八秒的战绩 奠定了自己传奇的基石 这个记录横 在全国天才头上 整整三百年 三百年间 天才如河中沙利般 不断向着传奇记录 发起进攻 但就在今天 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因为一位名为云九的天骄 横空出世 他直接杀死了比赛 从今往后 云九之名将取代薛无敌 成为新一代天骄的目标 而他 也将成为天骄们的噩梦 一场无法跨越的噩梦 与此同时 全国各大地族 都开始乱了起来 EX及天赋疑似出现了 快去通知老祖 这到底是谁家的天骄 给我查 如果确定为平民 不惜一切代价 把他挖过来 天骄王室 会议室内 王剑年如同吃了屎般的表情 看着屏幕里的云九 久久说不出来话来 族长王霄当机立断 直接大喊 快去把太上大长老请过来 会议室瞬间乱成一锅粥 王霄的心开始慌了起来 身为族长 他远比寻常族人了解得多 他们王室的战略布局 全部都是以老祖 能突破皇者的前提下进行的 其中 王北辰更是重中之重 王北辰的存在 象征着王室新一代的希望 象征着王室的气运 能镇压时代的天骄 身上无不背负大气运 更有气运庇护 如果王北辰可以镇压当代天骄 他们王室就可以对各大家族 施加最大的压力 只要各大家族 重新归还王室曾经的权柄 王室的族运将再次迎来暴涨 王室需要这样的气运 因为这关乎着老祖 是否能回归 可如今天酒室的那位名为云九的少年 横空出世 他的出现无疑打乱了王室的所有布局 这件事再次动摇王室的根本了 所以他们必须要请示太上大长老 昆仑须三皇归隐帝 王室的气运腰斩了 预言失效了吗 应该和前段时间的神迹有关 尚不清楚 让下面查查吧 新时代 开启了 白泽帝君居住地 云仙难以置信地看着屏幕里的少年 少年的背影让他心头狂震 极其荒诞的想法 开始在他心底生起 白泽帝君并未察觉到少女的异状 他脸色凝重地看着屏幕 这样的攻击 他的天赋毫无疑问 达到了EX级 来人 将那个少年的资料 给我整理一下 云仙突然起身 然后向白泽帝君行礼 老师 我去通知一下父皇 得到白泽帝君的同意后 云仙快步向外面走去 从老师住处出来的 云仙马上找到了地厅 浅浅 天赋神通现在能用吗 小地厅扬了扬小脑袋 一跃三次 现在还可以用 云仙严肃地看着地厅 浅浅 你还记得王献仙的声音吗 当然 地厅抖了抖小耳朵 我听过的声音是不会忘得 那好 你帮我 酿酒师协会 见到徒孙那一件的风采后 灵酒激动地直接跳了起来 他快步走到办公桌前 拿起一个相框 然后重新回到电视机前 他捧着相框 死死盯着屏幕里的王献仙 双眼有些湿润 网哥 你看到了吗 那是你的孩子 那是你的孩子 帝都 华夏教育部 各大办公室的电话一时之间响个不停 还没查到这个考生的资料吗 一位老者皱眉问道 部长 那个考生的资料并未入库 详细资料已经被天酒市教育局封存了 我们正在紧急联系天酒市教育局 下属回答道 教育部长猛地拍下桌子 太不像话了 此等天赋的考生竟敢不上报 给我把电话拿过来 我非要问问李震的那小子 这天酒市教育局局长 他还想不想干了 教育部长旁边的老者轻轻摇头 安老头 即是没用的 教育部长胡子一吹 钱老鬼 你说得轻巧 现在军部和政府的高层 都已经往天酒市赶了 现在包括军方在内 各个部门都在问我们要他的信息 你让我怎么不解 让地主抢先了 到时候怪罪下来 别说我这个部长 你这个副部长也难辞其咎 妈的 我也等不了了 我要亲自去天酒市 考场秘境内 王献仙对外界的所有反应 都浑然不知 他看着自己如今高居榜首的排名 轻轻一笑 再刷会吧 说不定第一有什么特别奖励呢 而国榜的其他考生 看着更新的排名 纷纷陷入了沉思之中 第45章 各方震惊 天剑市 011号考场 王北辰缓慢地行走在街道上 他的身边有数十柄飞剑 在空中悬停 好 不远处传来的嘶吼声 让他停下了前进的步伐 距离他20米的距离 赫然站着一只猎刀虎 猎刀虎见到敌人周围悬浮的飞剑 并没有轻举妄动 认真观察片刻 这只猎刀虎打算暂避锋芒 然而 他不知道的是 撤不撤退 已经由不得他了 数十把飞剑 如箭矢般 急速向他袭来 他凭借着强悍的身体素质 不断进行闪避 但他的体型太过庞大 不一会 身上就多了许多道剑伤 剧烈的运动 导致鲜血大量地从伤口处喷出 猎刀虎知道自己如果再不拼命 一定会交代在这里 他怒吼一声 直接冲着王北辰扑了过去 吼 刺 几道寒光 穿透了猎刀虎的头颅 庞大的身躯 也因为惯性 直接砸到了街道的墙壁上 他不甘地看着敌人手中悬浮的几柄 如同匕首般的飞剑 然后永远闭上了眼睛 见状 王北辰不屑一笑 不自量力 说完 他习惯性地点开了自己的排行榜 第六名 王北辰 分数38690 天剑士 看到自己排名的瞬间 王北辰眉头一皱 怎么变第六了 他下意识地将目光向上移动 第一名 云九 分数84200 天九世 八万 王北辰难掩心中震惊 他已经击败五道傀儡了吗 怎么会这么快 他不需要恢复体力的吗 下一瞬间 云九的分数再次发生了改变 从84200变成了84520 这突如其来的分数增长 让王北辰脸色异常的难看 不可能 击败五道傀儡后 他怎么可能还有体力继续刷分 看着云九与自己巨大的分数 差距 王北辰的心越来越慌 他回想起太上大长老 和他说过的话 北辰啊 你的肩膀上 背负了我王室再度崛起的重担 你必须要镇压当代天骄 夺取时代大气欲 只要你能成功 我王室将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相信自己 不要胆怯 你是欲言之子 所有人都将被你踩在脚下 王北辰的双拳 不由自主地钻井 祖爷爷说过 我是绝代天骄 不可能有比我更强的存在 他能做的 我也能 想到这里 王北辰心中战意燃起 然后向着远处跑去 酿酒师协会总部 李建州满脸愁苦地看着自家师傅 师傅 教育局那边在疯狂给我们打电话 献献那孩子刚刚的表现 实在是太夸张了 快瞒不住了 您快点行动吧 灵九起身身了个懒腰 国家急 那是想将献献收编 但那孩子肯定不会同意的 没完成复仇之前 他是不会给自己上枷锁的 他的目的 可不是单纯的师傅那么简单 李建州叹了口气 原本我们是想让他在高考试发挥出来 可没想到 他的天赋竟如此出色 灵九拍了拍弟子的肩膀 我也该回灵师一趟了 建州 这里就先交给你了 一切等我回来再说 你现在去献献所在的考点 去把他接回来 记住 千万不要让军方的人把他带走 李建州公身行礼 是 师傅 昆仑须 灵黄殿 云仙抱着地厅的手 微微开始颤抖起来 浅浅 你能确定吗 云仙脸色异常严肃 此时的地厅显得有些虚弱 他无比认真地点了点头 殿下 那云九的呼吸声 脚步声 心跳声 灵脉搏动声和王献仙完全一致 虽然我无法聆听他的灵魂 但我能确定 他们却是同一人 云仙眉头紧促 连忙冲向外面 林氏祖宅 此时的会议室内 人已经走了大半 原因是 长老出关 绝大多数人 已经没有了旁听的资格 林氏组长 正与三长老讨论问题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族人的通讯 族长 长老 二太爷回来了 这浑小子 怎么现在回来了 三长老眉头一皱 让他进来 得到允许的林九 带着嬉皮笑脸的表情 慢慢走进了会议室 林氏众多长老健壮 脸上狂喜 林九作为林氏 近千年来天赋最强的族人 本来就是长老种子 这些长老都亲自教导过林九 所以他们非常了解林九的性子 入出这样的表情 必定有好事相报 不过 身为长辈 该有的矜持 还是有的 三长老眉好气地拍了下桌子 混小子 来了 就赶紧说事 唉 林九拉起一张椅子 不紧不慢地坐下来 祖爷爷真是嫌弃我了 老夫来这里 可是有家族急需的绝密情报 祖爷爷 你也不想丢失这份情报吧 这话可把三长老气得不轻 小兔崽子 你敢跟我面前撑老夫 再让老子听到这句话 我让你爹把你腿打断 文言 林九善善一笑 抱歉 抱歉 太久没回家 一时之间没调整好角色 三长老嫌弃地瞥了他一眼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林九轻咳一声 语气也凝重了起来 诸位长辈可还记得 十五年前 我刚出关的那件事 听到这话 会议室里的气氛 骤然下降 三长老脸上多了些愧疚 林九 那件事 侍族爷爷和家族对不起你 但你总要向前看 不要老是和家族呕气 林九叹了口气 他不是不懂事的小孩 他知道 家族的做法 是出于对自己的保护 以及临时的未来考虑 只不过 他对家族强硬的手段 非常不满 祖爷爷 我来这里不是翻旧账的 我的这份绝密情报 和当年的事情 有密切的联系 五分钟后 三长老瞪大双眼 猛地拍下桌子 你说 那个云九是王室族人 林九点了点头 却是如此 他本名王献仙 是我涂莫晚戈之子 他担心自己的孩子 会被永远囚禁在王室 所以委托我帮忙 制造了这个假身份 听到这里 林氏族长 难掩心中震惊 那 那岂不是说 云九是您的徒孙 众多长老 也是满脸震撼 某位长老 压制内心激动的心情 开口说道 那岂不是说 这孩子 能入我林氏一派 三长老当机立断 他马上抓住林九的手腕 你随我去见老左 组长 你先去联系都市 王室祖宅 太上大长老 平淡地看着视频里 少年一见 秒杀傀儡的英姿 一旁的王霄 小心翼翼地 看着太上大长老 长老 他会不会影响家族大计 太上大长老 扫了眼云九的背影 便没有兴趣 他风轻云淡倒 无妨 预言不会出错 任何人都无法抵挡王室的崛起 北辰是我王室预言之子 天地气韵 终将加持到他的身上 其他任何人 都不过跳梁小丑 不足为惧 那云九 不过垫脚石罢了 他累积的气韵 终究会成为北辰的嫁衣 将北辰培养好 才是你的核心工作 听到太上大长老的话 王霄仿佛被打了一针镇定剂 遵命 看着王霄离去的背影 太上大长老的目光 再度回到了屏幕里的云九身上 许久之后 他喃喃自语道 为何 会有些出入 升华天赋的计划 要提前了吗 第46章 中考落幕 天剑市011号考场 王北辰考生 击败五道傀儡 奖励分数五万点 考场公告 考生王北辰 击杀五道傀儡 总用时四分十一秒 听到考场广播声 王北辰不甘地踏出了考场 该死 差一点就破纪录了 那傀儡实在是太难产了 如果再丢两年时间 我必将大幅刷新纪录 郁杰的心情 不断在心底滋生 尽管他知道 以自己的年纪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但他还是忍不住的郁闷 他下意识地点开手表 查看自己的排名 第二名 王北辰 分数八万九千九百九十 天剑市 看到自己成绩的刹那 一股强烈的不甘涌上心头 他将目光锁定在了榜首 第一名 云九 分数十万零一千零二十 天九市 怎么可能 只是过了半个小时 他怎么可能提升了上万分 怎么做到的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感受着体内空虚的灵力 王北辰发出了灵魂疑问 击败五道傀儡 几乎消耗了他九成的灵力 现在的他 根本无法保持之前的战斗水平 一小时上万分 这意味着 对方击败五道傀儡后 体内起码还剩余五成以上的灵力 他实在无法想象 对方到底 是怎么做到的 对于王北辰来说 从小到大 他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哪怕是年长他几岁的人 也被他稳稳地踩在脚下 他是王室天骄 背负家族气韵之人 骄傲的他 不允许自己输给任何人 他的道心开始有些动摇 出于自我保护 他开始不断对自己灌输理由 我今年十三岁 对方年纪肯定比我大 而且我的击杀用时 挤进了四分二十秒 历史总排名 起码能挤进前十 是啊 他怎么可能比我强 他只是年长我几岁吧 想明白这些 王北辰的道心 重新稳固了起来 他席地而坐 开始吸纳灵气 补充消耗 时间飞逝 很快就来到了晚上九点 与此同时 全国所有中考考生的手表上 都出现了红色的提示框 全体考生请注意 一万两千零一十五届 五颗中考已经结束 击杀一兽 将不再计入分数 请考生尽快返回 提示框出现的瞬间 考场的所有异兽 仿佛受到了电流的冲击 他们身体颤抖 双眼翻白 同时陷入了昏迷之中 考场广播也同步响起 考生请注意 考试已经结束 请不要在考场逗留 尽快返回 考场内 听到广播的考生们 或是喜悦 或是悲伤 不管心情如何 他们都该面对新的人生了 终于结束了 王献先轻呼一口气 然后从一头虎类异兽体内 抽出长剑 有些遗憾道 不知道这头猎刀虎的分 有没有给我算上 云英白了他一眼 有些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你现在应该把所有心思 放在酒上 而不是在乎分数 这头猎刀虎的虎胆 虎鞭 虎蛋 可都是酿酒的材料 壮阳类的灵酒 市场那是前所未有的好 这都是生财之道 听着云英的教导 王献先挠了挠头 这不是官方不让拿吗 而且现在酿壮阳类的酒 云英对着少年的脑袋 狠狠拍了一下 你咋这么老实呢 你打他一个蛋 人家是能看出来 还是咋低 有便宜不占 那是王八蛋 材料值不值钱是一回事 你的态度又是一回事 赶紧的 在云英的教唆下 王献先鬼鬼祟祟地 看了眼旁边的环境 确定没人后 他拿着剑 就往猎刀虎的当部砍去 就在他准备 把猎刀虎整根边卸下来的时候 空中的监视器 突然响起了声音 云九同学 根据考场规定 所有异兽都属于国家 包括尸体 放下手里的蛋 赶紧往回赶吧 文言 王献先鞋子里的脚 直接紧紧地扣住了鞋底 耳朵瞬间发烫 他低着头 头也不回地 向出口奔去 监控室内 一群高层看着少年的监视器 纷纷陷入了尴尬中 某位军官嘴角一抽 你们天酒师的考生 为什么都喜欢 对异兽的弹下手 天酒师的某位警局领导 立即反驳 这话谁都有资格说 唯独你天时室的人不能说 谁不知道 就你们天时室的考生 喜欢在考试的时候烧烤 还最喜欢烤蛋 我们好歹是用来酿酒 你们直接是现歌现烤 军官瞬间火了 你懂不懂 烤鞭烤蛋的含金量 拿他们泡酒 才是暴殿天物 眼见着两人就要对起来 天酒师教育局局长 倾壳两声 连忙振醒了双方 二位 云九快到返回点了 你们可以去抢人了 文言 军部和警部领导 都开始燃起狂热的战役 此时此刻 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不惜一切地 把他拉入军校警校 重新回到开考大厅 上方的屏幕 吸引了王北辰的注意力 成绩排行榜 第一名 云九 分数十二万一千零二十 天酒师 第二名 阳图 分数九五六九零 帝都 第三名 王北辰 分数九万四千一百 天剑士 云九 王北辰双拳紧握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可能会因为 提前挑战五道傀儡 导致后面体力透支 然后被反超 近些年来 X及天赋的持有者 只有他王北辰一人 他的天赋和天职 绝对撑得上群战的霸主 如果他稳步杀敌 第一的位置 未尝不是他的 压下心中的不甘 他连忙将目光 放到了第二个榜单上 终极考题用十排行榜 第一名 云九 总用时1.01秒 第二名 夜昊 总用时4分05秒 第三名 王北辰 总用时4分11秒 第四名 阳图 总用时4分19秒 一 一秒 王北辰瞪眼择蛇 不 不可能 不可能 一定是出错了 怎么可能有人一秒 怎么可能 他强行压下心头的惊骇 快步冲到外面 第47章 我会正面击溃间谍 王献先刚返回开考大厅时 就被面前一群军人给围了起来 军队后方还站着一群人 看打扮和气质 能猜出这些人的身份地位不低 一位中年人率先站了出来 云九同学 你好 我叫李震 是天九市教育局的局长 不要害怕 我们是来保护你的人身安全的 王献先看着周围严阵以带的部队 和身后满脸笑意的领导 然后礼貌地行了一礼 各位领导好 李震直接拉住王献先的手 亲切说道 你这孩子 我与你师伯李建州是挚友 论关系 你要喊我生伯伯 王献先立刻改口 李伯伯好 背后的军部和警部的领导坐不住了 他们纷纷冲了上来 同学你好 我是天九市武警局的副局长 雷海 我和你师伯也是好哥们 不嫌弃 你喊我生雷叔 雷叔好 王献先乖巧道 军部的领导彻底坐不住了 同学你好 我叫任颖 是驻天九第二师的副师长 我和你师伯是未来的铁哥们 不嫌弃的话 你也可以喊我生人书 听到这不要脸的话 雷海绷不住了 任颖 你TM要不要脸 老子好歹有关系 你他妈给我搞个未来事 见自己被骂 任颖也不生气 兄弟那是可以培养的吗 我相信 以我的人格魅力 李建州阁下 一定愿意教我这个朋友的 见军方和警方的火药威越来越重 王献先有些猛逼 也有些手足无措 从来没有被重视过的他 头回见到这种场面 不知道如何应对 就在他纠结时 熟悉的面孔 映入王献先的眼帘 他直接挥手大喊 师伯 我在这里 李建州见到王献先的样子 轻轻松了一口气 他快速来到王献先身边 然后挡在了失职的身前 行了一礼 诸位同僚 我家孩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看着师伯高大的背影 王献先不由地 放松了紧绷的身体 周围的领导见状 连忙对着李建州回礼 李部长 您太客气了 保护国家添交 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听到国家添交几字 李建州大概猜到了他们的意思 我理解大家的心情 但我家孩子 还需要准备即将到来的高考 这次考试表现他还有些不足 我需要带他回去操练一番 此话一出 众多领导脸色都有些不自然 他们已经调查了云九相关的资料 发现他出自林氏零九的门下 云九是非地族子弟 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 就算拉进国家机关 部也不会放任这种高级人才被地族控制 雷海率先站出来 李部长 这次是领了军令的 我们需要保护云九的安全 还请您不要让我们难做 李建州见状 再次拱手行礼 我知道大家的来意 也感谢国家对年轻人才的保护 只是对我家孩子来说 他现在需要的 是一个熟悉的环境 我并不会将他带往别处 只是想将他带回酿酒师协会 主委有所不知 我这失职在酿酒一道的天赋上 不比五道天赋差 文言 全场哗然 所有人都知道 李建州是何身份 他们也知道对方 绝对不会在天赋方面欺瞒 他们震惊的是 以云九刚刚展现出的 逆天般的五道天赋来看 他们实在想不出 到底是何种酿酒天赋 才能让李建州说出这般话 听到李建州的话 天酒师的是领导 也坐不住了 对天酒师来说 最重要的是酒 某位是领导直接开口 主委军部 警部的领导 酿酒师协会 同样是国家官方组织 你们看是否能通融些 让云九在酿酒师协会 备战高考呢 我们天酒师 可以开放部分特权 让你们在酿酒师协会 总部旁驻扎 李建州趁热打铁 高考过后 我们绝对不会干涉 云九本人的意愿 届时 诸位各凭本事就好 听到对方已经退步 颈部的人率先松口 哈哈 严重了严重了 我们的目的都是 为了保护好大职的安全 去拿保护都一样 以孩子学习为重 军部的领导 也开始向上级请示 EX级的人 才可不是开玩笑的 非地族出身的EX级人才 上次出现 还是在1900年前 国家最怕的就是 地族采用各种手段 强行收拢人才 他们必须保证 云九的人身安全 和真实意愿 哪怕他不选择 加入国家部门 也要提供保护 因为害怕地族之间 会对天才 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 这是国家的责任 优秀的年轻人 是国家的未来 得到上级的回应后 雷海走上前去 李部长 我们已经得到上级许可 您可以将云九考生 带回酿酒师协会 但他的安全 我们要全程接管 李建州并没有感觉到意外 雷市长放心 规矩我们都了解 就这样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 带着王献仙走出了考场 刚出考场 王献仙就看到门外围的 李三层外三层的媒体记者 李建州拍了拍 王献仙的肩膀 冲他笑了笑 大名人 接受一下采访吧 压抑了那么久 记得狂点 让他们看看你的价值 设恐的王献仙 想推脱掉 哪知 天酒市领导 可不会放过这种 给天酒市长脸的机会 他直接安排 天酒新闻的官方记者 来到王献仙身边 自己安排的记者 提出的问题都有分寸 都是提前安排好的问题 什么能问什么 不能问都懂规矩 长相甜美的女记者 把话题递到王献仙面前 云九同学 按照往日的惯例 你已经获得 提前参加高考的名额 请问你是否决定 参加本次五课高考 会参加 王献仙倾笑道 那您是否知晓 今年五课高考考题的改变 记者追问道 王献仙答道 知道 应该是 加入了挑战地点的环节 那您会选择挑战哪位大帝呢 记者再次将话筒 递到王献仙面前 听到这个问题的瞬间 少年的气势 猛地发生改变 我会挑战 见地 那您的目标是什么呢 是撑到50招 还是80 正面击溃他 啊 少年平静的声音 打断了女记者的提问 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少年会说出这般答案 他用的是击溃 而不是击败 这个词用出来 已经不是不礼貌能解释的了 这已经称得上狂妄了 王室是地族 见地对整个华夏 都有巨大的贡献 前段时间 王室天骄王北辰 公开表示 自己想击败祖先 但那是人家的老祖 而且用的是击败 这云九不是王室族人 为何会用击溃一词 他难道对大帝 毫无敬畏之心吗 女记者已经有些梦了 饶是有多年的采访经验的 他也有些接吧 那 那个 这次王室先不等对方 把话筒递过来 而是主动接过话筒 他举起话筒 平淡地看着摄像机 我会提前参加五课高考 然后挑战见地 将他正面击溃 说完 他把话筒递回给了 呆若木鸡的女记者 并礼貌地说了句 谢谢您的采访 给您添麻烦了 第四十八章 狂妄少年 少年走了 正如他轻轻地来 又轻轻地走 留下了呆若木鸡的记者团 他刚刚说什么了 摄像师争神道 好像 好像是在给我们说谢谢 女记者双眼无神道 这年轻人还挺有礼貌 挺谦虚呢 个鬼啊 众人反应过来后 直接炸开了锅 你听到了吗 他说要正面击溃见地 卧槽 这年轻人 太狂了 这也太狂了 人家能一见秒杀五道傀儡 也确实有狂的资本 可五道傀儡出现的历史 也只有几百年 在此之前 还没有同龄的EX 及天赋者试验过 与此同时 直播间内 因为王献献的发言 弹幕如同海啸般 直接淹没了直播间 卧槽 他以为他是谁啊 那可是间谍 舞者尊师重道 五道都不尊重 他不配称为舞者 这年轻人太狂妄了 竟敢妄想击溃剑地投影 他知道剑地投影 意味着什么吗 真是出生牛 毒不怕虎 这不妥妥的 是财傲物吗 剑地是我们 每位剑者的榜样 无论如何 也不能有这样的言论 疯了 他不怕得罪王室吗 当然不怕 以他现在的天赋 谁敢对他动手 天才就是这样 只要你天赋够强 价值够大 总会被人原谅 我倒要看看 他是如何击溃剑地投影的 大言不惭 正在关注 天九世直播的 各大地族 也化身乐子人 多少年没见过 这么狂的年轻人了 真让人怀念啊 年轻人狂点是好 年轻不轻狂 难道等老了狂啊 只要他能承受 失败的道心冲击 随便狂 尊是重道 尊的是剑道 可不是剑地 巫者就该敢于 向巅峰发起挑战 王室这回 估计气得跺脚了吧 我倒要看看他们 王室这回 能收集多少器语 他们还想让王北辰 骑在我们头上拉屎 谁知道 半路杀出个蓝路虎 这小子真对我胃口 哈哈 痛快 天见王室祖宅 会议室内的气氛 压抑到了极点 数字狂妄 这是王室族人 第一次见到 太上大长老动幕 饶是十长老 面对太上大长老的怒火 也有些心理发怒 王北辰满脸恐慌地低着头 他没有勇气 只是太上大长老的勇气 族长王霄 以及刚刚任职的 少族长王健年 更是如同犯了错的孩子似的 吓得浑身发抖 不敢发出半点声音 太上大长老 面色铁青 声音如惊天之雷 老祖失踪至今 我王室有过多少屈辱 附属势力以下犯上 帝族势力肆意欺辱 如今我王室大兴 昔日之敌低头认错 屈膝求和 无人再敢犯我 屈屈一个小辈 屈屈一个小辈 胆敢如此狂妄 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 挑战王室族威 在场所有王室族人 都把头深深低下 不敢抬头 去看太上大长老 许久之后 令人窒息的空间 终于释放了些许压力 压制完情绪的太上大长老 对着身旁王北辰问道 王北辰 身为王室族人 见到有人欺辱王室 敢当如何 回禀祖爷爷 应当拼死捍卫家族荣耀 王北辰连忙回答 那好 你身为王室当代最强天骄 理应单此重任 太上大长老眼睛微眯 我命你 击溃那个狂妄数字 闻言 王北辰身体一颤 他回想起自己刚刚看到的 云九秒杀五道傀儡的视频 心中不禁升起一阵绝望 太强了 那根本不是他现在 能够抗衡的力量 看到视频之后 他还尝试为自己找借口 认为再给自己两年也能做到 然而 当他知道云九此时的境界 不过炼血境初期时 彻底绝望了 两年后 他的实力或许能达到繁星境 那时 他有自信 可以做到轻易秒杀五道傀儡 但那是高境界跨低境界战斗 而这个云九 在炼血境初期就展现出了此等力量 炼血境中期的自己 仿佛沦为了巨大的笑话 自己是X级天赋 对方肯定是EX级天赋 天赋的差距 让他不禁有些怀疑人生 如今 面对太上大长老的命令 巨大的压力 让他的心脏都在颤抖 甚至连呼吸都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看着身体发抖的王北辰 太上大长老 眼底不禁露出一丝失望 预言真的是对的吗 这真的是他们王室的麒麟子吗 抛开心中杂念 太上大长老拍了拍王北辰的肩膀 之前祖爷也和你说过 要帮你提升天赋品质 如今也是时候了 文言 王北辰猛地抬头 眼神中的恐惧也被喜悦取代 真的吗 太上大长老的语气变得有些冷漠 此事岂能而戏 做好准备 出现在开始到高考前 你需要专注天赋提升 王北辰后面的王霄 以及王剑年几人听后 心头狂喜 早之前他们都听太上大长老说过 要给北辰天赋提升 但没想到 这是会来得那么快 他们现在心底甚至都开始感激云久了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狂妄 刺激到了太上大长老 恐怕北辰的天赋提升 还要再等上几年 王剑年与王霄对视一眼 他们都读懂了对方眼神 我要当大帝的父亲 爷爷了 王献献根本不知道 他刚刚的言论 在华夏掀起了多大的波澜 现在的他 已经回到了酿酒师协会 不过 他并没有回到之前的房间 而是来到了酿酒师协会的 地下九层的一间酿酒室 这间酿酒室 是特殊材料制成 能隔绝大部分的奇异技能 比如空间传送 之所以要来这里 是军方强烈要求的 现在 整个酿酒师协会总部 都进入了最强警戒状态 士兵和特警 不断穿梭在总部大楼中 他们的任务 是保护云久的人身安全 防止被人暗杀 孩子 除了一道三阶的灵酒配方 以及相应的酿酒材料 你还需要什么吗 酿酒师协会工作人员亲切问道 王献献笑道 没有了 麻烦您了 工作人员有些受宠若惊 他连忙白首 这是我的工作 不用那么客气 我现在 给你去取材料 请稍等一会 工作人员离开房间后 疑惑地扭头看了一眼 这也挺懂礼貌的啊 为什么采访直播的时候那么狂 第49章 窥探世界绝密的一角 孩子 这是零酒副会长 托我给你带来的酒方 工作人员取出一本古谱的书籍 里面共有一阶零酒酒方333种 二阶酒方201种 三阶酒方89种 接着 工作人员又取出一个紫色的锦囊 这是李部长给你准备的酿酒材料 具体有多少 我也不清楚 需要你自己翻阅 这间酿酒室 是七品酿酒室专用的 里面的名权 可以随意使用 如果有什么需要 可以让守卫人员叫我 听着工作人员 事无巨细地交代 王献献礼貌应道 好的 谢谢您 工作人员笑着回应道 备考加油 等酿酒室 只剩下王献献一个人时 他先是取出了师博给他的锦囊 玲珑子新锦囊 品质 玄阶极品 种类 养殖类空间灵保 功能 灵质温养 特效 催生 开启后 可提升灵质五年药力 冷却时间 一个月 消耗三级金和五枚 介绍 能催生灵质的特殊储物灵保 这时 云樱也从葫芦里钻了出来 他直接钻进玲珑子新锦囊里 开始翻看起来 片刻后 云樱重新出现在王献献眼前 你那个师博对你还不错呢 里面囤的灵质可真不少 仙酿草这种玩意 都有五十斤 仙酿草 王献献金妈了 这玩意不是安克迈的吗 他连忙开始查看 不看不要紧 一看吓一跳 锦囊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灵质 这些灵质加起来的价值不知道比这个锦囊本身珍贵多少倍 单说仙酿草 听名字就知道他的牛逼之处 仙酿草可以极大的激活 提升酒的效果 同时 一定程度上还能降低酿酒的失败率 他手中的仙酿草长良指 品质是二阶 二阶仙酿草的单客价格已经来到了三十五块 五十斤就是八十七万 这还只是一种灵质 王献仙认识的灵质不多 他只是知道几种出名的 所以他根本算不出这些灵质加起来到底价值几何 嘖嘖嘖 不愧是酿酒师协会总部采购部的部长 云英嘎嘎嘴 贼小子 你这个师伯可是个隐藏的财神爷啊 王献仙拿着手中的锦囊一阵出神 许久之后 他轻笑一声 看来这次 咱们能酿很多酒了 云英跳到酿酒台上 然后打了套太极拳 圆滚滚的样子显得十分滑稽 简单活动完身体后 云英斗志昂扬 从现在开始认真听讲 姑奶奶课堂开课了 无论是反酒还是灵酒 他们的工序都有相似之处 反酒的工序共五道 选材 发酵 蒸馏 调味 陈化 灵酒的工序要复杂一些 选材 醒灵 生灵 熔灵 复灵 调味 陈化 选材不用多说了 灵酒不仅需要注意灵质优劣 还有关注灵质之间属性是否冲突 醒灵 生灵 熔灵 复灵 是灵酒的关键四步 这四步 其实就是灵酒的特殊发酵过程 灵酒不需要蒸馏 蒸馏会破坏灵酒灵性 最后是调味和陈化 这个和口感有关 以后和你讲 以上 我和你讲述的所有效果 都是没有酿酒技能的酿酒师的操作 正在用心记笔记的王献仙 听到这里 猛地停下了手中的笔 他直勾勾地看着云英 眼神写满了忧怨 云英直接无视了王献仙的忧怨小眼神 继续说道 拥有酿酒技能天职的舞者 他们使用技能酿造灵酒时 大脑会自动推演这个过程 所以 他们不需要这些复杂的手法 只需要使用技能即可 当然 酿酒技能的使用并不是没有代价 酿酒技能需要消耗大量的灵力 听到这里 王献仙不由感叹起来 何为天职 天定职业 上天给你这个职业 就一定能让你在这个行业吃上饭 天职就是这样不讲道理的东西 云英用熊爪指了指王献仙做的笔记 知道为什么要和你讲这些吗 明明你不需要学习我说的那些 为什么 王献仙同样感到奇怪 他不认为云英会故意捉弄他 这段时间的接触 他也初不了解了云英的个性 云英很活泼 也很喜欢捉弄他 但他这个可爱的小气灵 唯独不会在酒和剑上面 和他开玩笑 因为你是酒仙 这是你开辟的道 专属于你的道 云英说得很认真 文言王献仙也开始严肃了起来 云英继续道 虽然现在和你讲有些早了 但你要记住 所谓的天职 其实就是大道碎屑的具象化 酿酒类天职技能的 根本是建立在酒之大道的基础上的 见王献仙还想多问 云英立即打住 到此为止 现在的你了解这些就够了 以你现在的实力 还不足以窥视这个世界 接下来开始酿造098 深呼一口气 压下心底乱七八糟的想法后 王献仙开始翻阅九方 在九方的第二夜 他找到了自己 想要酿造的首款灵酒 二阶灵酒 寒灵酒 炼血境初期 也被称为燃血七 这个时期的舞者 会因为体内沸腾的血液 感到异常难受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严重的时候 体内的心火 甚至能让舞者休克 所以 这个时期的舞者 往往会服用寒属性的修炼资源 压制体内的心火和血火 王献仙这两天 可被体内的血火折磨得够够的 他体内的血火不比常人 他的血火 是由金污金血点燃的 灶热感远超寻常舞者 寒灵酒 就是针对血火开发的灵酒 他可以有效压制舞者的血火 以及心火 另外 还附带少许的抗火性 确定完自己想要酿造的灵酒 王献仙开始调动体内灵力 然后取出相应的灵质 再将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后 少年一年一动 先酿 话音刚落 庞大的灵力 瞬间从王献仙的体内喷涌而出 台上的十几株灵质 开始悬浮起来 然后发出阵阵金光 正在酿造中 脑海中 王献仙仙仿佛酒仙附体 任何酿造过程中的细小失误 都能被他发现 并及时改正 慢慢的 王献仙的脸色 开始变得惨白 这是灵力即将耗尽的征兆 酿造灵酒的消耗 远比他想象的要大 但王献仙并没有慌张 他拿出酒仙葫芦 然后直接喝下几口酒 枯竭的灵力 瞬间得到了补充 酒仙刺服中 十分钟后 金光褪却 酒香满糖 重新出现在空中的 是一团淡蓝色的灵酒 成功酿造寒灵酒 二阶极品 获得酒仙刺服 寒灵酒获得特殊效果 看着空中悬浮的灵酒 王献仙双眼一亮 成了 第五十章 再也没有人能欺负他了 将寒灵酒收入酒仙葫芦后 王献仙直接查看起了 寒灵酒的属性 寒灵酒 品质 二阶极品 酒仙刺服 配方 冰心草 冬灵花 寒灵藤 效果 少量火焰抗性 清除心中杂念 抑制心火 削火 介绍 口感清爽 可压制火气的二阶灵酒 应获得酒仙刺服 效果翻倍 看着自己酿出的首款灵酒 他迫不及待地喝上一口 寒灵酒涌入喉咙的瞬间 王献仙感觉 他喝得不是酒 而是一口冰水 喝下去瞬间 他的毛孔全部紧缩 整个身子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引起全身燥热的血火 也受到了压制 感受着清凉的身体 王献仙浑身上下舒不清地舒服 哪怕是石冰雪碧 也没这一口寒灵酒清爽 爽 饮用寒灵酒 获得效果寒灵 持续时间24H 随着系统提示后 王献仙身体表面 开始结上一层薄薄的冰霜 这种冰凉的感觉 让王献仙忍不住又喝了一口 饮用灵酒 修为增加0.26% 当前修为燃血净17% 第二口酒涌入喉咙的刹那间 一股无上的气息 从王献仙的体内升起 王献仙双眼紧闭 他的心境渐渐平静下来 进入了一种奇妙的状态 在他的心中 出现了一幅画面 那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冰原 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积雪 冰原上有无数的冰风 他们高耸入云 仿佛在向天空挑战 王献仙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他身着单薄的轻衣 手持冰灵制成的长剑 独自走在冰天雪地中 寒风呼啸 掀起他的衣媚 却不能阻挡他坚定的步伐 他的目光坚定而明亮 仿佛在这冰天雪地中 寻找着什么 突然 他停下脚步 静静地站在原地 他感受到了一股奇异的力量 那是一种来自冰天雪地的剑意 王献仙缓缓缓睁开眼睛 明锐的目光 变得更加坚定 他感悟天地中的剑意 紧握手中冰灵 然后向着高耸入云的冰风斩去 一剑之下 寒霜数万里 冰风直接被蓝腰斩断 留下镜面般光滑的横切面 酿酒室内 王献仙猛然睁开双眼 酒剑凝聚成功 冰冷的剑意 让整个房间都结上了冰霜 淡蓝色的寒灵酒 直接顺着酒仙葫芦的虎口 奔涌而出 带着寒气的寒灵酒 不断缠绕在王献仙的右手旁 慢慢凝聚成一柄淡蓝色的酒剑 寒灵剑 来源 寒灵酒 效果 寒霜 附着冰属性灵力 可对敌人造成减速 也可冻结目标 王献仙手握寒灵剑 轻轻挥了一下 酿酒室内的温度再度下降 甚至台面上的灵泉水 也开始缓缓上洞 看着冻成冰块的灵泉水 王献仙心中忍不住的欢喜 这是 新的剑意 他明显感受到 新剑意强化了他的身体 于是 王献仙打开面板 开始查看自己的新属性 王献仙 天职 酿酒师 命格专属职业 九剑仙 天父 金屋天父 未觉醒 血脉 见地血脉 大日金屋血脉 正在觉醒19% 等级 八品炼血镜 燃血期 19.78% 本命法宝 九仙葫芦 云樱 本命九剑 二 献仙剑 含灵剑 体魄 580 精神 580 一斤寒灵九 大概能增长2%的修为吗 王献仙通过面板 有了个简单的猜测 接着他又灌下了一斤的寒灵九 饮用寒灵九 修为增加1.26% 当前修为燃血镜 20.04% 肉体吸收灵力达到饱和 剩余效果将强化站立 攻击增幅提升120% 持续时间20分钟 两斤二阶灵九 是我目前肉身的吸收极限吗 王献仙思索到 超过肉身吸收极限 剩余的灵九会形成 Buff来振服自身 暗暗记下了当前身体的极限后 新的问题随之而来 肉身消耗灵九的时间 需要多久呢 王献仙决定等待20分钟 等增幅Buff消失后 再喝酒试试 20分钟后 王献仙再次好饮一斤寒灵九 饮用寒灵九 修为增加1.86% 当前修为燃血镜21.9% 原来如此 增幅Buff消失后 就可以继续饮用灵九提升修为了 王献仙心头狂喜 压下心中喜悦后 他继续酿造起了寒灵九 数个小时后 时间已经来到了深夜 酒仙胡萝 一存美酒 献仙酿 寒灵九 三百斤 有了对比 王献仙很快发现了滑点 云鹰 为什么献仙酿后面不显示数量 少年疑惑道 躺在酿造台上面的云鹰摆了摆手 有很多 所以懒得显示了 那你总该告诉我 到底还有多少存量 王献仙追问道 不然我不小心喝完了怎么办 云鹰听后有些烦躁 他挥了挥熊掌 十辈子你都喝不完 放心吧 见少年还想继续问 云鹰连忙转移话题 别光顾着酿酒 现在夜已经深了 不看看 你那个小安人 给你发的消息 王献仙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从手镯中取出一些材料 然后开始了新的酿造 看着少年忙碌的身影 云鹰仿佛看到了曾经的墨网哥 您一定有办法的 对吗 求求您 意念一动 云鹰的意识 重新回到九仙葫芦中 在神秘的葫芦空间里 有片广袤无垠的海洋 整片海洋 散发着无尽的酒香 这是片由酒形成的海洋 九海之中 还有无数岛屿 岛屿上种植着许多植物 康乃星 萱草 山楂 散发着七彩之光的金石 如同太阳般悬挂在九海上空 七彩金石周围 不断有新的美酒生成 然后如同瀑布般 落入下方的九海之中 这片海名为 线线 看着空中的七彩金石 云鹰眼神说不出的温柔 从今往后 不会再有人欺负她了 第五十一章 如果我是云酒 酿酒室内 一团带着特殊香气的金色液体 悬浮在半空中 王线线拿出酒壶 小心翼翼地把酒灌了进去 魏命名 品质 繁街极品 酒仙赐福 配方 向日葵 麦感菊 红色天竹葵 茶花 天竹葵 仙人掌 效果 调补气血 固本培圆 祝 云仙饮用后可进化灵体 取除血脉杂质 来源 王线线 红尘之仙 仅自己可见 为报答恩人 开发酿造的凡尘美酒 评价 少年最纯粹的现意 这是他那天 留给云仙的酒 之前他答应过云仙 会给他酿酒 此时的时间 已经来到了凌晨十二点半 忙完所有工作的王线线 伸了个懒腰 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了手机 拍了个照 线线 殿下 你的酒好了 酒壶 JPG 出乎他的意料 云仙消息回复得很快 猫猫不爱吃鱼 怎么还没有睡 现仙 在酿酒 把时间给忘了 殿下还没睡吗 猫猫不爱吃鱼 没有 有点睡不着 现仙 为什么会睡不着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躺在床上的少女 看到新消息 气得鼓起了嘴 白天见到云酒时 他莫名其妙地想到了 王线线那天在王室的背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王线线的背影 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记忆中 或许是因为那天黄昏时 自己的天赋发动 洞悉了他的心灵 或许是因为 引用他赠予的美酒时 品味了他十余年的过往 虽然两人只有一面之缘 但王线线在他的心底 却显得格外的亲切 所以 他仅仅是看到背影 就想到了那个 毅力惊人的少年 心中有了猜疑后 他直接让地听 去验证自己的猜测 地听有大神通 可聆听世间万物 他能听到许多类型的声音 并对这些声音 有极强的记忆力 比如呼吸声 内脏振动声 灵脉搏动声 甚至是灵魂发出的声音 虽然地听年纪尚小 无法聆听灵魂之声 但他曾经对王线线 发动过神通 他记住了王线线身体 发出的所有声音 当他再去听云九的时候 没有任何意外 他直接认出了云九的真实身份 确定云九的真实身份后 云仙开始有些慌了 与王线线不同的是 他知晓关于王室 帝族更多的亲密 他不想王线线陷入 帝族之间的明争暗斗中 就代表他不想让自己知道 他也不会去主动 揭开对方的秘密 所以 他开始苦恼 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提醒王线线 之所以有些生气 是因为王线线 几个小时前的狂妄发言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那样的发言 对王室来说 到底意味着什么 叹了口气后 少女指尖开始滑动 猫猫不爱吃鱼 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吧 主要是因为 父皇交代的任务 线线 任务很麻烦吗 猫猫不爱吃鱼 与其说麻烦 不然说是复杂 王线线看到这里 也想替对方想想办法 但他觉得 贸然提问 可能会让对方尴尬 线线 殿下 这是方便说吗 猫猫不爱吃鱼 没什么不方便的 不是啥机密 云九你知道吧 就是 今年的中考状元 看到云九俩字 王线线莫名其妙的 有些心虚 线线 知道 猫猫不爱吃鱼 根据他的战斗表现 可以肯定 云九的天赋达到了EX级 资料上更是显示 他不属于任何地族 献线 这有什么问题吗 猫猫不爱吃鱼 当然 根据我们的调查 云九是天九协会 附会长灵九的徒孙 这也意味着 云九天生带有灵氏的标签 猫猫不爱吃鱼 地族势力盘根错节 他们是游走在国家外的 特殊群体 一旦云九设计地族 就会身不由己 被卷入地族之间的漩涡 这很危险 看到这里 王线线瞳孔微缩 线线 可云九不是还有他的施工吗 猫猫不爱吃鱼 灵九虽然有一定的地位 但他还未进入灵氏核心高层领域 很多新秘他都不知道 真出事 仅凭灵九是保不住他的 猫猫不爱吃鱼 王室是开启新时代的主角 这涉及到一个伟大的预言 所以 地族内部对王室的态度 都十分微妙 猫猫不爱吃鱼 我不清楚预言内容 但我知道 王室正在进行一项计划 猫猫不爱吃鱼 计划的大概内容 就是让王室族运暴涨 然后借助王室的气韵 以秘书寻回见地 猫猫不爱吃鱼 这也是 我和老师当初 为什么会去你们王室的原因 猫猫不爱吃鱼 对于王室来说 王北辰是他们掌获气韵的重器 他们本以为王北辰 能镇压整个时代的天骄 却没想到半路杀出来的云九 猫猫不爱吃鱼 王北辰公开挑战见地 以他的天资 无论成败 都将收获极大的气韵 猫猫不爱吃鱼 云九今天下午的发言 比起挑衅 更像是一把剑 一把斩断王室气韵的剑 猫猫不爱吃鱼 这是涉及到气韵之争 一旦云九这次的表现 胜过王北辰 这意味着 王室不仅无法收获气韵 反而会被大砍一刀 猫猫不爱吃鱼 到那时 王室肯定会花费 极大代价去处理它 猫猫不爱吃鱼 对于皇族和国家来说 他们既希望建帝回归 又希望云九可以茁壮成长 猫猫不爱吃鱼 但对于盘根错节的帝都势力来说 就说不清楚了 猫猫不爱吃鱼 如果云九投入帝族阵营 国家就无法再次介入了 猫猫不爱吃鱼 届时 只要王室愿意付出极大的代价 那些帝族会很恶意地 把云九当成礼物送出去 猫猫不爱吃鱼 毕竟王室的背后 是位即将成皇的建帝 而云九对他们来说 只是一个对抗王室的筹码 猫猫不爱吃鱼 一个是即将攀登黄金的强者 一个是大地种子 你觉得孰轻孰重 猫猫不爱吃鱼 而且 你不要忘了 云九和其他地族 没有任何血脉关系 猫猫不爱吃鱼 在强大的利益面前 灵氏根本保不住它 灵氏只是新地族 他们无法抵抗其余地族的压力 看到这里 王宪先沉默了 猫猫不爱吃鱼 不过我觉得 云九也不需要太悲观 据可靠消息称 云九的酿酒天赋了得 猫猫不爱吃鱼 如果我是云九 高考结束后 我绝对不会接受 任何地族抛出的橄榄枝 猫猫不爱吃鱼 我会将自己绑死在 酿酒施协会上 然后借助酿酒施协会的渠道 与妖族建立友谊 猫猫不爱吃鱼 酿酒施协会 虽然属于国家官方组织 但它却没有太多的束缚 最重要的是 云九的施工 是协会副会长 猫猫不爱吃鱼 妖族由爱饮酒 且地位超然 不输地族 猫猫不爱吃鱼 与此同时 在大学积极参加 国家天才训练营 开发灵酒 国防志愿军等 与国家高度暧昧的计划或行动 猫猫不爱吃鱼 重点是展现自己的酿酒天赋 与国家 地族 妖族 完成利益绑定 游走在三方之间 利用自己的天赋 完成三步沾 猫猫不爱吃鱼 简单来说 就是吊着地族 然后借国家和妖族的事 让王室投鼠忌器 猫猫不爱吃鱼 只要我的酿酒天赋 能给三方势力 带来足够的利益 那我就可以完成这一计划 猫猫不爱吃鱼 另外 说不定人家云酒背后 还有小富婆包养来 竹熊微笑 JPG 看这屏幕上的文字 王宪仙瞬间汗流加倍 那个竹熊微笑的表情包 更是让他头皮发麻 见王宪仙有些奇怪 一旁的云鹰凑过来看了聊天记录 嘖嘖嘖 这表情包 怎么有点甚人呢 云鹰坏笑道 贼小子 你这是掉马甲了呀 这小姑娘对你是真不错 还替你想办法 云鹰开始模仿竹熊微笑表情包 片刻后 他得出结论 看得出来 那小姑娘有点生气 不过 他是怎么发现的 云鹰开始思索 难道是金污金血 但他总不能隔着电视 就能感应到金污金血吧 奇了怪了 王宪仙沉默之时 云仙的消息再次发了过来 猫猫不爱吃鱼 没准人家小富婆 还挺厉害的嘞 你觉得呢 哈哈哈哈 这小姑娘太可爱了 我喜欢她 云鹰乐得不行 贼小子 人家小富婆点你呢 云鹰坏笑道 快回话 第52章 没准人家小富婆 挺厉害的嘞 看着屏幕上的文字 王宪仙心底 突然有些愧疚 她不知道 自己该怎么回答 只见在屏幕上 停留了许久 迟迟落不下来 云鹰见状 拍了拍她的肩膀 怎么 害怕了 没有 王宪仙摇了摇头 我只是 觉得有些羞愧 关于我的很多事 她都会考虑到 大到人生规划 小到修炼细节 甚至连我的心情 都会考虑到 她就像高高在上的太阳 总会将阳光照在我身上 和她相比 我就像是一只 下水道的老鼠 内心阴暗 朵朵藏藏 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贪图她温暖的同时 还逃避她的阳光 听到王宪仙的话 云鹰摸了摸她的头 是不是老鼠 不是你说的算的 你母亲的遗愿 是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 快乐地活下去 她不想成为束缚你的枷锁 这也是为什么 她没有告诉你 她死亡的真相 我知道你的心底 藏着怎样的仇恨 也知道 你想对王室做什么 可你现在实力太弱 专注仇恨 会湮灭你身边的美好 你的敌人 是传承近万年的庞然大物 要想覆灭她 你需要无上的力量 在获取力量的过程中 你必须恪守本心 压制心魔 不要让仇恨覆盖你的本性 哪怕是为了莫婉歌 你也该学会克制 至于你那个小恩人 我不知道 她是不是悬挂高天之上 照亮万物的太阳 但那天 那个黄昏 那个太阳 为你而亮 人家女孩为什么没有拆穿你 为什么明明知道你瞒着她 还给你出谋划策 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能那么卑微呢 云鹰的声音很温柔 她不断抚摸着王宪仙的秀法 畏惧阳光的人 注定是无法享受阳光的温暖的 听到云鹰的安慰 王宪仙语气有些黯然 不报仇 我真的有资格享受人生吗 听到王宪仙的心里话 云鹰用头悄悄贴在了少年的额头上 你这样想 你妈妈会难过的 少年身躯一阵 然后陷入了许久的沉默中 时间仿佛过了很久 终于 少年缓缓抬头 她的眼睛变得出奇的明亮 迟迟无法落到屏幕的指尖 也开始起舞 躺在床上的云仙 见王宪仙许久没回消息 心底不禁有些后悔 是不是不应该说那句话的 她会不会瞎想啊 她想撤回那条消息 但又觉得撤回了 就变成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就在她想发消息的时候 消息提示音突然响起 宪仙 我觉得云九很幸福 但我不羡慕她 因为我和她一样 都有富婆包养 看到这条消息 云仙耳垂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 啊 她 她瞎说 说什么啊 猫猫不爱吃鱼 谁包养你了 我那是投资 投资你知道吗 你是要还的 猫猫不爱吃鱼 你该不会想赖账吧 这次的消息 回复得很快 献仙 我会告诉所有人 我永远都是你的人 少年勇敢出击 干得漂亮 云音看着王宪仙发的消息 激动地拍起了小手 不愧是你 哪怕是转世了 也丢不掉骨子里的风骚 床上的云仙 惊得张大了嘴 等她反应过来后 啊 娇羞的少女 直接用枕头捂住了脸 然后不停地在床上打滚 被枕头捂得喘不过气后 云仙拨开散落的秀发 重新拿起手机 猫猫不爱吃鱼 你故意的 献仙 是的 殿下 猫猫不爱吃鱼 你胆大妄为 我要把你打入冷宫 献仙 殿下 您说过 我不是下水道的老鼠 猫猫不爱吃鱼 当然不是 这一瞬间 仿佛所有的难过 都按下了暂停键 王献仙笑了 笑得前所未有的开心 献仙 殿下 我渴望阳光 少年的话很莫名其妙 但云仙读懂了 少女手指轻轻触动屏幕 猫猫不爱吃鱼 一定会有的 发完消息后 两人都陷入了许久的沉默中 云鹰带着一脸乙母 笑看着开窍的王献仙 纵然仇恨缠身 也无法湮灭 仙人逍遥自在的本性 勇敢的人 才能享受世界 深呼一口气 王献仙率先打破了沉默 献仙 殿下 您觉得云九能击败剑帝吗 猫猫不爱吃鱼 我觉得它不需要击败剑帝 最理智的做法 是被剑帝击败 让王室收割这波气鱼 然后猥琐发育 仙仙 殿下 那您相信云九能击败剑帝吗 猫猫不爱吃鱼 我相信 仙仙 云九会击溃剑帝 猫猫不爱吃鱼 战斗会很危险 会受伤 仙仙 我想云九大概不会害怕 猫猫不爱吃鱼 可他背后的富婆是会生气的 仙仙 云九不会受伤 因为那将是场碾压般的战斗 猫猫不爱吃鱼 赢了剑帝后会有大麻烦 仙仙 不怕 他有富婆 没准人家小富婆还挺厉害的嘞 猫猫不爱吃鱼 你学我说话 仙仙 我向您保证 那将是一场无比盛大 华丽的胜利 猫猫不爱吃鱼 好 仙仙 殿下 这几天我可能没时间陪您了 我给您酿了酒 已经放到手镯里了 不爱吃鱼 好 我知道了 这段时间我也需要忙 仙仙 那殿下 晚安 猫猫不爱吃鱼 晚安 背锅侠 结束聊天后 王仙仙盯着手机屏幕看了许久 不知过了多久 少年终于放下了手机 继续酿酒吧 云英见到后 也没有阻止 根据那个小姑娘的说法 迎下见地后 接下来的日子 可不太好过呀 王仙仙微微低头 不好过的日子 我已经习惯了 不是吗 而且 少年右手 凝聚出两把九剑 不称心的事 斩断就好 云英猛地抬头 他震惊地看着 环绕在少年周围的无上气息 这事 突然 云英笑了出来 那就让那个所谓的 剑帝见识一下 何为剑 天见王室祖宅 剑帝祠堂 太上大长老 眼神复杂地看着 面前痛苦呻吟的王北辰 恪守本心 坚持住 王北辰难忍 身体疼痛 祖爷爷 我快撑不住了 此时的王北辰身体通红 如同一只主熟的虾 祠堂内 大量的浅金色物质 不断地灌进王北辰的体内 这股浅金色的物质 仿佛给王北辰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为何族运有些抗拒北辰 太上大长老脸色有些难看 是这孩子年龄太小 祖运认为还不到时候吗 他抬头看着庞大的见地雕像 老祖 我们真的还要等下去吗 预言之客已经到来 大道之争已经开始 气运对现在的王室太重要了 无论是家族 还是您 都需要这个时代的大气运 新时代的开启 必然会涌出更多的天骄 一步错 步步错 一步慢 步步慢 只有预言之子 才能让我王室避免覆灭 也只有预言之子 才能让我王室军灵天下 虽然这孩子年龄尚小 但我相信预言 也相信他能带领我王室 走向新的高度 太上大长老盯着见地雕像 思索许久 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停下了气运的灌入 然后取出一个透明瓷瓶 里面赫然是一滴金黄色的血液 正当他要打开瓷瓶时 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 老祖 王贵求见 第53章 预言之子 太上大长老微微抬头 静 石长老推门而入 他来到太上大长老身旁行了一礼 见过老祖 行礼时 他还看了一眼 地上陷入昏迷的王北辰 有什么事吗 太上大长老问道 石长老微微低头 老祖 您真的打算将家族族 运压到王北辰身上吗 太上大长老闻言 长叹一口气 我们没得选择 现在已经到了赌足运的时候 成泽王 败也王 石长老也明白 家族目前的处境 他脸上多了些纠结 太上大长老见状眉头紧簇 家族遇到什么事了吗 并没有 石长老纠结半天终于开口 老祖 现在的王北辰 真的能担此重任吗 听到这个问题 太上大长老沉默了 石长老继续道 天道预言说 预言之子 会在九剑背负者的子嗣中诞生 而这个预言之子 会拥有着无上的力量 他的力量足以改变世界 根据天道预言 国师也施展了大预言术 国师的预言显示 九剑背负者将会在地族中诞生 因为国师的预言 各大地族等待了数千年 最终预言在我王室应验 王剑年 1999任族长王霄之子 第5015代族人 他出生时 背部有九道剑行胎记 他的出生 惊动了所有长老 当时是二长老在他的后背 施展了遮掩天机的神通 这才让九剑背负者的消息隐瞒下去 王剑年成年后 迎娶了某个小家族的千金 名为莫婉歌 第二年 莫婉歌诞下一子 名为王献仙 同年 因老祖实力进步 让我王室大帝血脉微能再进一步 老祖的实力进步 也被我们视为王室崛起的开端 我们本以为王献仙是预言之子 但后面的验证 却让我们失望了 因为老祖的消息 被其余地族知晓 出于对老祖的恐惧 他们纷纷低头求和 王剑年也因为慕容家赠予的产业 前往了帝都 在这个过程中 慕容家发现了 王剑年九剑背负者的身份 慕容家开始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他们的高层亲自来到王室 用极大的代价 让家族千金慕容婉 嫁给王剑年 第二年 王剑年次子 王北辰诞生 王北辰展现出来的天赋 让我们确定 他就是预言之子 但为了保险起见 闭关前 我们对族长王霄下了命令 让他对王献仙严加看护 禁止他离开王室 因为王霄并不知道全部实情 再加上慕容家给予他的好处 族内开始掀起针对王献仙的风气 这背后 估计是慕容氏的手笔 他们大概是想除掉王献仙 虽然慕容氏也认定 王北辰是预言之子 但慕容氏不愿意放过 任何对他们不利的存在 只是因为当时 王献仙身上留有三长老的印记 所以慕容氏一直不曾动手 通过谈判 我们王氏允许王北辰 在慕容氏度过童年 让他们培养感情 等八岁时再返回王室 王北辰八岁即将回归王室前 王健年为了现任妻子开心 逼迫前妻莫婉哥自杀 听到这里 太上大长老终于出生了 为什么不阻止 使长老低头回应道 对我们来说 莫婉哥不重要 只要王献仙没有生命危险就好 再加上慕容婉是慕容氏的脸面 所以我们默许了这一行为 毕竟 王北辰的天资 确实更符合预言之子的身份 王献仙和他相比 太差 听到解释后 太上大长老并未反驳 他不在乎这些 他只在乎预言之子 那王献仙呢 为何我不曾见过这个孩子 使长老回想起那天少年满是仇恨的眼神 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 他被逐出家族了 太上大长老眉头一皱 为何放任他不管 因为我们已经当时 已经确定了王北辰预言之子的身份了 使长老平淡回答道 您之所以闭关那么多年 不正是因为窥是天机 受到了天道的反噬吗 继天道预言 国师预言之后 您做出了第三个预言 在您的预言中 天道预言之子会诞生在王室 他将给王室带来前所未有的荣耀 又或者是彻底的毁灭 如今 王剑年的存在 验证了您的预言 您的预言中还提到 预言之子将在今年觉醒天职 并且是同代天父最强者 符合这一特征的 只有王北辰 所以预言之子只能是他 太上大长老 紧紧盯着十长老 那王献仙呢 他并未觉醒出天父 而且他的天职是酿酒师 旁人不知道 但我们都清楚 天职其实就是大道碎县 天道预言中的预言之子 走的是剑道 而王献仙的天职酿酒师 却属于酒道 所以 我们最终锁定了 王北辰预言之子的身份 太上大长老继续问道 那为什么会将王献仙逐出家族 因为王献仙觉醒的天职 让王剑年极度厌恶 再加上王剑年 本就不喜欢王献仙 在慕容师的教唆下 他们决定对王献仙下手 试图通过栽赃陷害 让王献仙制止死地 那天我刚好也在场 因为厌无慕容师的做法 所以我给了王献仙一个机会 可我没想到 接下来的事情 超出了我的掌控 在灵皇公主的干涉下 王献仙活着离开了家族 云仙 大长老手指眼睛微眯 为什么云仙的公主 会干预这事 石长老摇了摇头 我也不清楚 但当时我也来不及多想 那位殿下 冒着灵魂受窗的风险 也要保下王献仙 再加上 当时白泽帝君也出声求情 而且 您当时还未出关 所以我也不方便说什么 毕竟白泽帝君代表的是皇族 我不敢轻举妄动 太上大长老 眼神变得有些危险 为什么云仙要如此关注王献仙 我也不知道 当时发生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了 我根本没时间调查 石长老有些懊恼 太上大长老 那你说这些 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第54章 抓捕王献仙 石长老声音 突然变得有些严肃 欲言之子 会带领王室走向辉煌 也有可能导致王室覆灭 我不明白 为什么王北辰 会有导致王室毁灭的可能性 于是我开始多方面的调查 刚开始我怀疑 可能是慕容氏对王北辰的干涉 导致他对家族没有使命感 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让我改变了这个想法 通过翻阅古籍 我发现 背负特殊气韵之人 每多生育一个子嗣 就会分走他的部分气韵 或者是血脉 我更愿意相信 可能是王献仙身上 藏了什么秘密 而这个秘密刚好被云氏知道了 听到这里 太上大长老终于明白 对方表达的意思 所以你的意思是 王献仙分走了部分 原本属于王北辰的部分血脉和气韵 因为王北辰 缺失王献仙分走的部分气韵或血脉 所以他欲言之子的身份存在残缺 进而导致王室的负面 使长老重重点头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王北辰的天赋只有X级 同样也能解释 为什么云氏的公主 会对王献仙这般照顾 听到这里 太上大长老恍然大悟 怪不得 他总觉得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怪不得 王北辰会表现得这般不堪 怪不得 族运会抗拒王北辰 这完全是因为他是残的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因为激动 太上大长老的身体 都有些颤抖 那王献仙现在在哪 使长老脸色有些难看 前段时间 王献仙离开了天剑室 然后消失了踪迹 太上大长老怒火中烧 混账 你明知有不对劲的地方 为何放任他逃跑 我也是才反应过来 使长老有些委屈到 这段时间 事情太多了 不仅有您的出关 还有与各大帝族之间的会晤 族内的长老都在凝聚气运 有自由身的 只有我一人 我也是 在刚刚才想通这些事 得知您要利用气运 帮助王北辰提升天赋后 我就赶紧来了 冷静过后 太上大长老松开了紧皱的眉头 按你的说法 王北辰现在并非完整的预言之子 所以他 无法承受我王室族欲 现在确实不能让他承担全部的王室族欲 思索片刻 太上大长老欣慰地看着石长老 你干得很好 如果不是你 王献献就已经死掉了 如果他死了 就没法抽取他的血脉和气韵了 通知下去 搜索抓捕王献献 可以打残 但绝对不能让其死亡 是 收到命令后 石长老连忙告退 太上大长老 看着昏倒在地的王北辰露出了心疼之色 好孩子 之前祖爷爷错怪你了 你是我王室真正的麒麟子 放心吧 祖爷爷肯定会让你 回归完整体的 现在只能让你承担一小半的族欲 先委屈一下 等祖爷爷把王献献抓回来 不过你放心 有老祖留下的精血 你的天赋同样会发生净化 说完 他打开了瓷瓶 然后控制血液 没入王北辰体内 血液融入王北辰体内的瞬间 王室祖宅上空开始有天地异象凝聚 与此同时 王北辰的身体也开始迎来翻天覆地般的变化 林氏祖宅 林九对着木屋内的中年男人大吼道 老祖 为什么我们要这般小心翼翼 就算见地成皇 也同样会被三皇束缚 中年男人并没有因为林九的吼声生气 他慈祥地看着林九 柔声开口 小九 你还太年轻 有很多事情还不到你知道的时候 这位中年男人赫然是林氏老祖 慈九大帝 我不明白 林九奋恨道 视频你也看了 以我徒孙的天赋定成大帝 慈九大帝拍了拍林九的肩膀 孩子 老祖问你 你是王献献的师公 你们天生伴有身后的羁绊 可他对我林氏可有半分感情 林九冷哼一声 那将他变成我林氏的姑爷 不就好了 慈九大帝摇头倾笑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王献献的存在已经动摇了王氏的根本 你根本不知道他对王氏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你也不知道王氏酿下何等的大错 林九有些受不了自家的谜语人老祖 他猛地起身 老祖 您别绕圈了 到底能不能帮他 您给个话 呵呵呵 慈九大帝压手安抚道 你这性子可要改改 老祖我也没说不帮他 我们不仅要帮 还要大帮特帮 慈九大帝语气带上几分兴奋 不过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入我林氏 我林氏供不起这尊大佛 他现在需要的 不是某个势力强硬地帮他站台 而是需要有势力帮他把水搅浑 让他安心成长 我林氏 愿意当这个嚼屎棍 而他最终也会明白 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 灵九被老祖的话搞猛了 一时之间 他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口 慈九大帝见状呵呵一笑 不用感到疑惑 你只需要按照我的意思走就行 你表达的意思我已经清楚了 你不必担心他的安危和资源 林氏 有我们这些老头子在 还轮不到你们这些小辈过多操劳 王献仙那孩子也是个苦命人 回去吧 他现在需要你这个施工的陪伴 灵九闻言 行礼告退 在他要走出房门的时候 慈九大帝再度开口 小九啊 老祖不喜欢你 这副老头子的模样 有些心结该放下就要放下 他们方法是用错了 但总归是心疼你的 灵九思索片刻 转身在行义里 是 目送着灵九远去的背影 慈九大帝仰天长笑 哈哈 王氏 你真是给我送了的大礼啊 欲言之子 哈哈 云九的存在 让各方势力暗流涌动 华夏各方长期维持的局势 也开始变得波绝云轨 而这一切 远在天酒市酿酒的王献仙 一概不知 知不知道 对少年仙人来说 意义不大 因为 他不在乎 相比起复杂的利益纠纷 各方之间的勾心斗角 少年的思想非常纯粹 他要做的也很简单 拔剑 挥剑 收剑 伴随着局势的动乱 时间也在飞速流逝 不知不觉中 高考的日子 到了 第55章 高考来临 天门历 2015年6月7日 清晨 微光开始在东方若隐若现 那是日出的曙光 渐渐地 赤红的太阳突破了地平线的束缚 瞬间 温暖又耀眼的光芒 普照了大地 房间之中 少年用清水洗了把脸 看着自己有些稚嫩的面孔 王献仙将面具取出 然后缓缓敷在脸上 脱下松垮的酿酒师长袍后 少年换上了一件纯净的白色袍服 让少年清秀的脸庞 多了分脱俗质感 王献仙抬头望着镜子中 那张略显清秀的面孔 嘴角微微上扬 你好 云九 左手平探而出 腰间光芒闪烁 古朴神秘的九仙葫芦 豁然闪现 手掌向上举起 灵九自葫芦奔腾而出 滔天的酒气 在房间中刮起一阵清风 伴随着阵阵剑鸣 数百道灵九之剑 悬浮在少年周围 左手再挥 灵剑再度化为灵九 回到葫芦之中 拍了拍手掌 王献仙推门而出 在守卫的带领下 离开了宅了近二十天的酿酒室 酿酒室总部大门外 是严阵以待的军人 翘首以盼的高层领导 以及目光温柔的师工师博 少年抬头 凝视着高天之上的天门 微微而立 单薄的身影 隐隐有着贱民之声 冲天起 人影副师长健壮 压下心中震惊 然后搭不上前 云九同学 接下来由我们护送你 前往高考考场 说完 他指向身后的军用吉普车 请上车吧 随着云九一行上车后 军队与警队组成的护送车队 也开始行动起来 数十辆车 开始浩浩荡荡地 向高考考场驶去 高考 是华夏最为重要的 国家考试之一 它也是足以改变 学生命运的一场考试 在天门时代下 高考作为选拔 优秀年轻人的盛世 得到了国家极高的关注 高考几天 全国都会进入 二级战备状态 这段时间 无论是军方还是警方 都会对城市的安全高度巡查 军用吉普车上 零九拍着王献仙的肩膀 鼓励道 一切有施工在 不要有太多顾虑 大胆去口 王献仙从零九的眼神中 读到了一些隐藏信息 他郑重点头 不会让您失望的 一旁的人影副师长健壮 笑着插入了两人的话题之中 零九同学 如果我没感应错 你现在的实力 应该已经达到了练血镜巅峰 区区二十天 你竟然能从练血镜初期 提升至巅峰 相信用不了多久 你就可以完成练血 抵达断骨镜 此等天资 理应称得上千年罕见 王献仙礼貌开口 任伯伯 您过奖了 呵呵呵 这可不是过奖 任影副师长目光灼灼 舞者前三镜 是打击处最关键的境界 这三个境界 很难用外物提升修为 舞者高中的学生 入学时大部分人都不到练血镜 三年的高中生活 也不过让他们的平均境界 达到练血镜后期 他们需要三年做到的事情 对你来说不过是二十天 这等修行速度 还当你是普通天才的话 那就算是侮辱了 在我看来 天九是今年的高考状元 也非你莫属了 面对任师长的高度赞扬 王献仙谦虚道 任伯伯 还有不少高中天才 已经达到了断骨镜 我也有些没谱 任师长当然没有把王献仙的话当真 上车前 少年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气势 已经向他证明 这个少年绝非表面上看起来 那么无欲无求 在他谦逊的外表下 还藏着一股霸道无比的战意 呵呵 既然大侄子有些没底 那伯伯 就给你讲讲 今年更新的高考规则 你这段时间 一直把自己关起来修炼 想必也没时间了解 新的高考规则吧 闻言 王献仙笑道 那便麻烦任伯伯了 任尹被这生伯伯叫的 那叫一个畅快 他拍了拍王献仙的肩膀 今年的高考与往年相比 变化不算太大 虽然加入了新环节 但对绝大部分考生来说 都没有影响 新高考分为三大阶段 分别是狩猎赛 擂台赛 以及最后的地点 第一阶段的狩猎赛和中考 并无区别 同样是击杀易兽 获得相应应的积分 考生的积分达到20万时 就可以前往考场最中央的擂台 只有率先赶到擂台的前100名考生 才有资格进入高考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擂台赛 则是需要决出考场的前十名 值得一提的是 与中考不同 高考考场 每个城市只有一个 也就是说 天九市的所有高考考生 都将在一个考场内考试 擂台赛的前十名 也就是天九市的前十名 高考的竞争激烈程度 是远超中考的 当所有城市的考场前十名决出后 高考就正式开启第三阶段 也就是挑战地殿 滑下三千城 也就是说 有资格进入第三阶段的考生 共有三万 这三万名考生 会被直接拉入地殿之中 要想挑战大地 考生必须攀登九层高塔 前八层 每一层都有五道傀儡守护 只有击败所有五道傀儡 抵达第九层 才有资格挑战大地投影 凡是能抵达第九层的考生 无论胜败 都会获得一次 挑选国库重宝的机会 如果能在与大地的战斗中 拿到亮眼表现 甚至能获得三皇的奖励 听完人影师长的话 王献先深呼一口气 他没想到 国家这次玩得那么大 能被收入国库的宝物 其价值不言而喻 至于三皇的礼物 价值更是难以想象 谈话间 时间很快过去 而车队 也成功抵达了天九市 高考考场秘境 高考考场秘境的外观 是一个巨大的正方体 整个秘境的外表 是冰冷的银灰色 秘境的周围 有大量的军队在维持秩序 此时此刻 高考秘境广场上 停满了来自各大高中的大巴车辆 准备参加高考的考生 正在士兵的指挥下 有序地排队进入考场 入口处 还有许多记者在争相报道 突然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云九来了 各大媒体 如同学校刚放学的学生班 争先恐后地 朝着护送云九的车队挤了过去 王献先隔着车窗 看着被士兵拦阻的记者媒体 望着他们不断亮起的闪光灯 他不禁陷入沉思中 他不知道 自己的决定到底对不对 他也不知道 高考过后 自己究竟会面临什么情况 可这些想法 他统统都不想考虑 现在的他 只想做一件事 会见 突然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声 拉回了他的思绪 少年拿出手机 解锁屏幕 猫猫不爱吃鱼 加油 嘴角微微上扬 少年手指轻轻触碰屏幕 现先 好 放下手机 少年的目光变得异常坚定 与此同时 车辆也稳稳地停在了广场入口处 车门打开 任师长率先下车 我们到了 车上 零九揉了揉少年的脑袋 再往前 师公就送不了了 剩下的路要自己走了 王献先听懂了师公的话外之音 然后低头行礼 正当他要下车时 师伯李建州握住了王献先的肩膀 孩子 注意安全 师伯在这里等你回家 文言 王献先一步探出 下车后 他转身看着师伯和师公 然后长坐一集 行完礼 少年在万众瞩目之下 缓缓走入考场